男人为了转运请了一对风水鱼 结果第二天就出了车祸惨死街头 原来风水鱼也分阴阳两种 阳鱼需要一次阳两条 但阴鱼则只能请一条 爷爷说风水鱼一旦请对了转运招财不亚于阳小鬼 但请错了则会带来大灾祸 而男人为了加大转运效果执意请了两条阴鱼回家 所以才给自己招来了恨祸 我小时候一直不相信阴鱼有这么小 直到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成了一个大佬找到爷爷 指明要请一条白龙鹰鱼 爷爷当场拒绝说白龙鱼是凶鱼 杀气太重容易带来灾火 爷爷看这位大佬明显是个飞扬跋扈之人 既没有扛起龙的命格 行尸也不可能像鱼一样低调 而且他所要的白龙鹰鱼是必须专门吃过腐蚀的鱼 抓来放在棺材里用残魂喂养 七七四十九天 难找难弄更难养 见我爷爷不肯大佬便翻开我的小书包 记下了我的小学校名班级名字 还冲我脸上喷了一口酒 这王八独自是摆明了打算弄我 我从小和爷爷相依为命 他非常担心我的安危 只得脸色铁青地答应了 大佬要给一大笔钱可爷爷不肯收 爷爷告诉我这玩意儿沾城府 一旦收了钱报应全要落到自己头上 白龙鱼弄好之后爷爷亲自给送了过去 并郑重告诫他白龙鱼是乾隆 乾隆在冤务壁形式低调 但大佬如何能听得进去 此后大半年他抢地盘收小地风光无限 爷爷确实摇头说白龙脱衣他快出世了 果然一个礼拜之后 大佬就在车上被人乱刀捅死 而且尸体被整张包皮的新闻轰动一时 当时电视里播放出他办公室的画面 使我看见一个诺大鱼缸 里面有一条像馋一样脱了白皮 浑身是血字牙咧嘴翻死过去的白龙鱼 白龙脱衣之势让我无比震撼 爷爷也郑重地交代我以后鱼铺 只做羊鱼不做鹰鱼 虽然爷爷有心把风水鱼的手艺传给我 但我一直对此提不起兴趣 而真正让我重新踏入这个诡异行道的 却是我的女朋友马小婉 她大学毕业后父亲从工地坠楼身亡 母亲突然得了肝硬化长期住院等肝愿 小婉白天在售楼部售楼晚上去美甲店打工 我也尽自己能力将鱼铺的收入大部分给了小婉 我看小婉每天要打两份工很辛苦 感觉这日子不知啥时是个头 便动起了用阴阳鱼替他妈妈转运的心思 当然我仅从爷爷交代不碰鸣鱼 所以在一个月前我做了两条羊鱼叫钥匙罗汉 之所以买两条是因为孤鹰双羊 羊鱼用两条鸣鱼用一条 这里给大家提个写 即便去买普通观赏鱼也建议按双数来买 为了这两条羊鱼 我刻意到云山寺找到钥匙佛神像前的香炉 扣了炉内壁香灰残渣 又在僧人园祭塔讨了点僧人的骨灰 养法未养九天做成了两条要视罗汉鱼 暗座东朝西方位摆放在了小碗妈妈病房里 那是我第一次做羊鱼 自己技法如何有无效果心理其实完全没有你 直到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小碗哭着找到我 他跑过来死死地抱住我说 我妈妈的甘愿找到了 我今晚要给你 文言我脑袋都是猛的 立马就拉了铺子门准备开车 但就在关键时刻大门砰砰砰地响了 我开门便看到我的高中同学王勇抄了根铁棍 身后还带了四个光头 王勇进门之后怒气冲冲砸了两个鱼缸 见得一地水大骂倒 马小碗你个婊子给老子出来 莫名其妙到铺子砸东西 骂小碗还想动手打我 但凡是个人都忍不了 我抡起一张长凳就准备开干 王勇却一白手拉住那几个光头转头对我说 卖鱼的你跟老子不在一个阶层 摁死你就像摁死一只蚂蚁 马小碗拿了我九十万给他妈换干 他答应下月六号跟老子结婚 在我面前装青春手都不让碰 今天却跑这坡地方来开分手车 文言此话当时我一向猛了 之前我完全被好消息冲昏了头脑 没考虑到阿姨体质特殊 匹配到的甘元异常昂贵 换干需要九十万 更没想到小碗竟然已嫁给土鳖王勇为代价 花了这笔钱 小碗从礼物出来表情又修又起 说王勇你别太过分 王勇凶声恶煞大吼到老子从不开二手车 何况花了九十万 你马上跟老子去趟医院 验一下有没有被卖鱼的开封 否则你妈就等死吧 你可别忘了医生说甘元只保留一个礼拜 开封两个字严重刺激了我 那一刻我热血冲头怒不可 一脚猛踹过去王勇惨呼一声倒地上 牙齿摔落两颗满嘴的血 几个光头掏出铁棍就往我头上招 不过架最终没打成 何八爷手掌丸转着两颗铁核桃来了 八爷是当年那位被包皮大佬的死罪头 白龙脱衣事件之后 他曾送给爷爷一尊贵重的名代青铜关公 但爷爷没收 何八爷觉得爷爷一身大本事 却不爱才令人敬佩 爷爷也担心吃阴阳饭难免会遇到不少麻烦事 一来二往两人反倒成了至交好友 何八爷虽然退出江湖挺久 但余威仍在 他一出现王勇等人全愣了 只见何八爷一个大耳瓜子抽过去骂倒 什么阿猫阿狗也敢来鱼铺闹事 王勇当场被拍翻后带着几个光头撒鸭子跑了 这件事过了没几天小晚 就给我发来一条信息 所以 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会被温柔以待 原谅我在爱情与亲情面前的抉择 你的感情付出我下辈子弥补 你的金钱付出我会想办法还 对不起 祝一切安好 我瞅着那条信息发了一会呆 回了一条90万买断不了我们感情 等着我 回完信息我立马给贾六七打了个电话 叫他明天麻溜的送90万过来 贾六七是爷爷以前做阴阳鱼的合作方 养阴鱼的阴货一直都由他提供 爷爷去世后这会常来店里转悠 爷与我捧着金饭碗讨饭 让我重开炉灶一起闷声发大财 我这人向来没啥原则但却有底线 唯一的底线是不能伤害我在乎的人 现在这种情况顾不得许多 给贾六七打完电我默念了一句爷爷对不起 将一直藏在神龛下面的一个小鱼缸拿了出来 鱼缸里面有一条叫不出品种的小鱼 通体血红犹如一块游动的璀璨宝石 爷爷曾说这是家传于神 太爷爷开始养的 有他在才能庇佑做阴鱼史平安 点燃三根线香插上对着他前程鞠了几宫 刺破中止血滴了三滴在鱼缸里 没一会儿鱼缸里的水全部变得星红 像一缸猪血甚至看不清小鱼鱼的影子 而本水中龙 入尘气小宅 开眼像是非 张嘴土黑白 阴阳鱼铺传人左翼自今日使 开张内服 请鱼神摆尾 到此念完鱼缸里的洪水变得清澈 小红鱼像吸饱了血躯体更加心红 眼睛力气非常之重 死死瞅了我一会儿摆动了两下尾巴 这是他认住了 正在内室门口传来一句声音 小左 老哥哥给你送钱来了 甲六七露出满口大黄牙笑嘻嘻的坐子 斜着眼问我到底碰到啥男士了 我开门见山说可别提了 哥们急需九十万救命 今后你接活我做阴鱼 多少抽头你定 鱼款还账底扣成不成 甲六七闻言顿时眼睛放金光 猛一拍大腿到太你马成了 你爷爷老封建总说会遭臣服 咱注意点不就结了 老哥哥我卖了半辈子残魂活得比阎王爷还潇洒 我将九十万还给王永后 小婉很快打了电话过来 声音又惊又喜 问我突然哪来这么多钱 我笑着说你就别管了全合法来的 小婉文言在电话那头哭得直说对不起 前段时间实在没办法 又不想让你难过才找王永健 我除了自己没别的东西可以救妈妈 我安慰了好一阵子 甲六七直翻白眼到毕业装完了 咱是不是该干点正事了 甲六七临走前告诉我 今晚会来为女客人让我准备准备 当晚八点果然来了个三十来岁少妇 女人面容娇好身材修长 她一见到我表情显露出一丝慌乱 转身出了铺子 我觉得她面熟追出铺子一看 少妇正准备骑共享单车走呢 我喊了一声停解她才停了下来 少妇叫刘晴 是前些年我4S店打暑气宫时的店长女强人 当时勾搭上了区域销售总监老张 老张为了她还逼发气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 刘晴健已被我发现尴尬地说 小左呀 你怎么开了个鱼铺呢 我无法确定他就是老贾介绍来的客人礼貌地打着招呼 刘晴重新进店有点心不在焉 假装看了一会儿鱼试探地问道 小左 你这只卖观赏鱼吗 我有了谱直接了当问 请姐 老贾介绍你来的吧 咱这行手规矩与医生和患者关系一样 有话你直说 刘晴眼神中信任感明显增多 顿了会儿低声问道 阴阳鱼是不是真有改运驱邪效果 我回答说肝银行最重要的就是招牌 效果请放心 刘晴文言似乎下定了决心地说了句我想怀孕 我瞬间糊涂了 如今医学发达想怀孕有非常多的科学手段 比请阴阳鱼靠谱得多 莫非他俩身体有问题 可老张曾让原配大过肚子证明他没请过 毛病出刘晴身上吗 刘晴看出我疑惑解释道 我检查过了没问题 问题出在老张身上 说吧刘晴示意我把铺子门关了 我寻思他应该有啥私密事要讲 关了铺子结果一回头发现刘晴竟然在捡衣服 见状我脸一红大急到情节你干嘛呢 刘晴疑惑地问我不脱衣服 你咋保证效果让我怀孕 此刻我脑瓜子嗡嗡响 不不不 张哥有毛病咱想办法 你不能让我直接上啊 刘晴白了我一眼说你想什么呢 我是给你看看这玩意儿 按他手指方向我果然发现 他身上有密密麻麻的小手印 乌青麻溜恍若是被小孩手掌狠狠地抽打了无数次 见状我心中顿时咯噔一下暗探一声 这是鬼打肉 人打肉红黑 鬼打肉乌青 神打肉玄黄 做阴阳鱼难免遇到邪碎 理论我跟爷爷学过 刘晴脸带着恐惧地解释说结婚以后 他每次与老张亲热腹部就会被一对无形的小手狂打 每次都打得他鬼哭狼嚎 老张见他这样子吓得屁滚尿流 发展到后面直接不能同房也不能生孩子 我寻思你特么活该 但嘴里却问到找过和尚倒是没有 刘晴说找过 他们说遇到英灵了 不过他们全是骗子 没本事不说还骗我陪他们上床开光 小左 你不会要我陪你上床开光吧 只要你帮我弄死那个小鬼 我每天来找你开光都行 他为了活命居然脸都不要了 没曾想他刚解衣服突然面目扭曲鬼哭狼好起来 身躯不断滚动挣扎 我耳朵也听到了啪啪啪的响动声 爷爷曾讲过不少关于阴形诡异事 我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 但见鬼这玩意儿现实中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顿时腿肚子发软转身就朝铺子外面跑 可跑了两步转念一想不对啊 这事万一整黄的招牌砸了 收了钱报应依旧岂不是哑巴吃黄连 于是我狠抽了自己一大耳瓜子强人恐惧回头 忽然之间刘晴相风了一样 目光星红拼命地掰扯着自己的衣服 嘴里笑叫到我是烂女人杀了我吧 随后他字牙咧嘴地抄了一把剪刀 冲我大嚷到我要剪断你 我脑子阵阵发麻 这小鬼到底发什么神经 反手将鱼缸砸在他头上 刘晴被砸得猛了一下呆立不动 我脑子一闪速度冲了过去 颤着手赶紧将他的衣服给套上了 说来也怪 衣服套上之后抽打声立马停止了 刘晴满眼迷茫呆色 似乎压根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手拎着鱼缸远远站着 喘云气说你又被鬼打覆了 刘晴文言乌碍一下哭了 小左 你可千万要救救姐啊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刚才他脱衣服想与我那啥 身上小鬼可能以为我是老张突然发飙了 估计那玩意儿就是见不得刘晴语言上床 妥妥的避孕神器啊 心里默念几句祖师也保佑后我咽下即可破了 对他说那阴灵阴你而死怨气中 咱要想办法化解他的怨气让他自己走 如果打散他应得受损 以后你们会没孕加深 别想过好日子 说把我转身从礼物拿了个小瓶子出来 捏着他中指用梅花刺狠狠的刺出血用瓶子装着 养鸚鱼必须要先让鱼拾血认主 刘晴被小鬼缠身 养鱼加持了神佛的钢气 与小鬼天然的死对头 养家里肯定要干起来 我觉得小鬼可怜不想伤害他 打算用一种叫怒目罗刹的鸚鱼 这样一来我手上没上鹰灵灵 也不用担心遭臣服 刘晴瞅见眼睛像铜锣一样大的罗刹鱼纹 怎么这么丑 我警告他别乱说话 又赶紧上了三根香济鱼 再念了三遍请鱼咒 烧了一道鱼灵符 符灰伴在装有中指鞋的小瓶里 而后吩咐刘晴向着鱼缸磕头 待他磕完头 我将小瓶里的浮血倒在了鱼缸里 接下来就是等待鱼鱼认主的过程 如果鱼缸里的罗刹鱼会对刘晴咬尾 证明他愿意庇佑他 两分钟之后罗刹鱼向刘晴晃动了两下尾巴 他咋还像狗一样会咬尾巴吗 刘晴好了伤疤忘了疼的问道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忽然之间 罗刹鱼的眼睛猛然瞪大了一背 恶狠狠地瞅着刘晴 他发现刘晴身上的阴魂了 紧接着鱼铺门哐当一声响 陡然打开了 像是有什么东西跑了出去 刘晴脸色煞白 哀压妈一声惨叫 吓得整个人突然像猴子上树一样 别说他了 我特么都吓了一条 阴魂效果之霸道完全出乎想象 怒目罗刹仅仅是朝刘晴瞪了一下影子 就把他身上的小鬼给吓了出来 把他请回家去 完全不用担心刘晴会再被缠上 我长输了一口气厌恶地把刘晴给推开 给了他一把供鱼箱 一道风鱼符一包不化骨粉 同时郑重地告诫他每天早晚七点 用不化骨粉扮鱼食喂养 喂养完之后插三只香供奉 尤其是风鱼符 务必贴在鱼缸的正面万不可揭开 一旦揭开大鱼吃小鱼罗刹吞鹰魂 他一定会发飙干似小鬼 到时会出大问题 刘晴再也不敢乱讲话 颤声地问到小左 那我要养到什么时候 他已经认住了 你身上有脏东西 他会一直贺阻小鬼 等到罗刹鱼闭眼证明没脏东西缠着你 到时你就把鱼给送回来 刘晴抱着鱼如同抱着救命稻草 颤颤巍微微地走了 可就当我正准备喝口茶压压惊时 铺子门突然喷一下自动关上 架子上的关上鱼缸 乒乒乓乓乓 只想摔砸一地 不少鱼在地上滚动水躺一地 起初我以为是地震吓得够强 猛地抱头蹲在地上 可转眼瞅去发现 鱼架子灯泡都没晃过 再一看地上 一对婴儿小小湿漉漉的脚印 正在朝我走来 我顿时浑身血都凉了 那小鬼没走 怒目罗刹被留情抱走之后 他重新回到铺子 找我算账来了 爷爷除了教我做阴阳鱼 以及简单看向的本事 压根没告诉我 遇到这种情况 该怎么处理 眼见那气气的小脚印 越走越近 我简直要疯了 妈噎一声 从地上一跃而起 撒鸭子就往铺子外狂奔 可一拉铺子门 却发现 门像被浇灌了铁水似的 纹丝不动 小脚丫转身往门边跑来 我头皮阵阵发麻 现在再做一条怒目罗刹也来不及啊 神龛底下有一条鱼神 我打算抱出来试试 可刚往神龛跑两步 脚腕子似乎被他抓了一下 整个人摔了个狗吃屎 往脚腕看去 发现上面有个乌青的小手印 整条腿都动不了 丝丝冷风直钻毛孔 我嘴里乌蛙乱叫 用脚去踹 一踹之下 似乎把那玩意儿给踹开了 屁滚尿流起身在跑 扑通一声 另一条腿被逮住了 再次摔在地板上 更糟糕的是 我发现自己撞开了神龛的柜子门 里面只剩一个鱼缸 而那条小红鱼不见了 脑袋顿时嗡的一下 哪儿去了 正在此时 耳朵边传来一句女声 副 身上压力一清 铺子突然门开了 小脚印风奔而出 隐约的灯光之下 朦朦隆隆中 我恍若瞅到一个红衣服妙慢女子背影 犹如天神一般 正对着小脚印 往门外奔逃的方向站着 手中还拎了一把阴阳尺 可一眨眼的功夫 一切又恢复如常 小鬼吓跑了 红衣服妙慢女子也不见了 转头一瞅 鱼缸里小红鱼还在悠闲游动 我不敢确定 刚才发生一切的真实性 唯一能肯定的是 小红鱼庇佑了我 爷爷曾给我说过 如果鱼缸里的水 突然变成了新红色 证明鱼神显了 鱼缸里的水 刚才已经变成了红色 此刻正在慢慢消退 鱼神还是位美丽的小姑娘 简直有点匪夷所思 先不管是不是 至少我现在是安全的 赶紧对着鱼缸上了几株高厢 虔诚地拜了几拜 缓了好一会儿 才安定下来 阴鱼的诡异 我算体会过了 暗自下决心 等还完债 坚决不再碰 左翼 突如其来一声喊 差点把我魂给下眉了 回头看去 竟然是同学李贝福 这或是彩票爱好者 足彩 双色球 大乐透 刮劝 无所不涉链 他不愿工作 每天做着重大奖春秋梦 典型躺平足 可他点背到极致 连五块钱安慰奖 从没中过 更奇葩的是 过年集五福 大家缺净夜福 他竟然能五福全缺 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为此 平时大家不叫他李贝福 叫他李贝石 怎么铺子全是水 李贝石问 我也不能告诉他 刚才遇见鬼了 边收拾边问 你咋来了呢 孙大胖说你铺子里的 鱼能转运 是真的不 李贝石问 我简单地 看了李贝石的面相 乌云盖写 满脸黑 下河之处 倒有一丝红韵 红韵正在上升 大有冲散黑气之势 证明他眉运快散了 不由心中不由一乐 看来他找我是找对了 你是毛坑里长大的娃 全身是屎 给你改运男 我故意说道 别借兄弟 你赶快趁两斤鱼来吃 等我中了大奖 少不了你好处 李贝石说道 我都被他给逗乐了 解释道 吃你妹啊 这是风水鱼 结合羊主自身运势 沟通天地气场 达到改变降服行运的目的 举头三尺有神明 你可别乱说话 李贝石立马捂住了嘴巴 含糊地问 多少钱一条 我寻思 如果能给李贝石改运 简直是移动的火广告 鱼铺的招牌 可就彻底打出去了 他本身运势在上升 再给他整两条羊鱼 说不定还真能中奖 两千块 不二价 我伸出两个指头 李贝石一咬牙 拍出两千块 没毛病 哪怕能让我中五块钱 也出了一口恶气 这种简单的改运羊鱼 只要用福气鱼就可以 我叫他在铺子里随便挑 这货竟然看中了小红鱼 瞪大眼睛说 这条小美人鱼不错 水灵水灵的 像为漂亮姑娘 我让他滚一边去 那条鱼不做 后来他挑中了 像金元宝一样的金尊鱼 用梅花刺 给他刺了中止血 混合养鱼符半了 倒在鱼缸里 从一黑一白 两条金尊鱼嘴里 各塞了一枚铜钱进去 两枚铜钱用一根红线系着 两条金尊鱼 被红线牵着 在鱼缸里对象 顺时针转动 像极了太极游动图 这是最普通的洋鱼局 叫金尊耍宝 洋鱼没那么多讲究 按时正常位于石就行 带着李贝石上玩箱 寄完鱼 我突然发现 他乌云盖雪之兆 已经消失 满面红光 顿时心下骇然 洋鱼效果其实没那么快 但他本来就有转运的迹象 金尊耍宝局一座 多年的霉运 竟然瞬间消失殆尽 这是要踩红侠的节奏啊 李贝石 脸上的红光越来越盛 鼻子开始往外狂飙鼻血 他不断地抹着鼻子 惊道 我怎么流血了 去他妈的 咋跟来了大姨妈一样 我目瞪口呆 这时霉运消散 强运突然加深 热血冲脑之兆 再不赶紧散运 估计他要凭血昏过去 我赶紧拿了纸巾给他止血 李贝石捂住鼻子 问我到底咋回事 我咽了一口唾沫 兄弟 金尊鱼来自东方 你往东走 遇到第一家彩票店鸡选一柱 李贝石文言 抱起鱼就往东跑去 我非常想看看到底效果如何 立马跟了出去 一百米处刚好有一家彩票店 李贝石平日未改变运气 常换着彩票店投注 大家对这个媒惑非常熟悉 见到他进来 店主乐呵呵也遇到 小李 又来捏彩头行好运啊 全场哄笑 小李子 你省点钱娶老婆 别老做公益了 害怕 小李选啥号 咱反着选 排除法 真的勇士 敢于直面老瓜奖不中 我都不敢进去 在门口叼根烟蹲着 几分钟后 李贝石像疯了一样跑出来 一手抱着鱼缸 一手拿着呱呱乐彩票 仰着脖子冲天大骂道 卧槽尼玛 老子中奖了 不仅彩票店的顾客猛了 我特么也猛了 赶紧抢过他手中的呱呱乐一看 二等奖 五千块 接下来 李贝石又买了几张呱呱乐 结果大小不等 几百几千的奖都有 卧槽尼玛的大骂声 一直从彩票店里标出 他沙红了眼 问我能不能买双色球 搏一搏 游艇加嫩膜 我告诫他 双色球要选号等开奖 你运气这么旺 彩票店的人跟着你选同号 一发彩迷群 全程同根 能中个鸡毛 买呱呱乐得了 要啥自行车 李贝石听从我劝告 一直买呱呱乐 一个小时 这货竟然十六万入账 正在此时 我瞅见鱼缸里 一黑一白两条金尊鱼 突然把嘴里的铜钱给吐了出来 转眼一看 李贝石脸上红光霉了 恢复了正常脸色 强韵散尽了 我赶紧拉住他 叫别再买了 中不了了 李贝石压根不幸 继续狂买 结果砸了一万块下去 全打了水漂 他问我咋回事 我想了想 反问道 这些年你买彩票 一共货货了多少钱 李贝石眯着眼睛回忆了一下 十五万左右吧 我瞬间明白了 阴阳销长 万物生息 福报平衡 李贝石走了多年的霉运 和该回运转变 即便他不买彩票 十五万也会通过别的方式重返 只不过 他借助了金尊耍宝局的神奇 一夜之间迅速聚运 将钱扳回 现在 他已完全回归尝试 再攫取下去 消耗的全是下半辈子福气 杨虞正统 适可而止 如果刚才给他做的是阴虞 有可能会无休止地攫取他福气 只不定会发生什么灾祸 想到此 我惊出一身冷汗 我简明恶药地对他解释 李贝石听得一愣一愣地 半晌之后 他对我说 左翼 我信你 其实吧 我特别也知道 做梦中大奖这事没谱 可哥们天天被人嘲笑贝石 一直咽不下这口气 导致执念越来越深 今天你给我出了口恶气 这玩意儿 我今后不玩了 踏实找个工作 金尊于 我也好好供着 算对自己一个交代 卧槽 觉悟啊 李贝石要分我一半钱 我坚决没有 李贝石走后 我第一次觉得 做阴阳鱼 还能给别人带来好运 而这种好运 比他重大奖更有益处 心里一阵高兴 回铺子路上 同学群热闹起来 李贝石把彩票奖券 现今拍了照片 讲了经过 并郑重的声明 今后 我叫李贝福 同学们纷纷表示不可思议 有些人决定过两天来找我 几个女同学开始撩骚我 想白嫖让我送鱼 当然 也有几个别人认为 我故意找李贝石打广告 大神棍 我装逼 一概没礼 到铺子门口 发现莉莉站在门口 东张西望 莉莉是附近帝王玉的妹子 老家在农村 初中没毕业 辍学去南方打工 认识了一个黄毛 她脑子进水 喜欢上黄毛 黄毛吃喝瓢 堵抽坑蒙拐骗偷食毒俱全 没钱了就揍莉莉 还把她推进了皮肉生意的火坑 莉莉也不怨恨 靠身体一直养着黄毛 平时莉莉常来鱼铺买观赏鱼 我没有职业骑士 以平常心待她 一来二去 熟悉了 我见她鼻青脸肿 就问她 是不是又挨打了 莉莉点头 是 黄东要两千块 今天没生意 只给了一千 我皱眉道 你也是 好男人一大把 干嘛非要那死赖皮 莉莉解释 黄东不是死赖皮 只不过还没懂事 懂事了是一个好男人 我简直无语了 开了铺子门 问她今天买点鲨鱼 莉莉急迫地问 佐哥 我看到 你发朋友圈了 阴阳鱼 可不可以招套花 最近喜悦中心 新来了几个姑娘 挤占了蛋糕 我又经常被打得不能接客 收入一落千丈 没收入黄东不高兴 她又要打我 陷入恶性循环了 卧槽 我怎么能助纣为虐呢 寻思没生意最好 心许黄毛见莉莉没有水可榨 主动离开 反倒一件功德好事 就告诉她招 桃花鱼太贵 最少要两万 还不能保证效果 你别弄了 莉莉文言 咬了咬嘴唇 满脸失望地走了 接下来两天 甲六七没联系我 铺子卖了一些普通观赏鱼 倒是刘青打了个电话来 话语中透露强烈兴奋 小左 怒目罗刹 简直太神奇了 你知道吗 我不仅再也没梦见那小鬼 老张回来了 那一晚上 那酸爽 可别提了 用不了多久 姐就会生出个小张来 我不知道 让这渣女重见天日对不对 只得假意恭喜 刘青又说 不过每天开门 屋子周边全是小脚印 吓得我猫家里好几天了 咋整呢 估计那小鬼 被小红鱼吓走后 晚上跑去了刘青家 但屋里又有怒目罗刹 她不敢进去 在门口晃 我解释道 怒目罗刹吸食了你的血 你与她浑迁一体 你和她的眼睛 对小鬼具有同样 煞气震慑作用 大胆出去 没事 我信念 但这破小鬼 每天像条狗仔一样跟着我 挺烦的 姐再给你加钱 你让我把风雨符给接了去 弄死她拉倒 刘青恶狠狠地说 我吓了一跳 警告到你 千万别乱来 会出事 她反问我 会出啥事 我其实只是不想杀那小鬼 会不会出事 心里也没数 就说你要信 就听我的 末了 刘青吞吞吐吐地说 小左 你真不缠姐姐身子 实话说 老张虽然昨天缠我 但可能被她前妻那件货掏空了 不大行 我寻思吃亏 想着能和你在一起 心里平衡点 我去 哥虽然渴 但也不至于喝地沟水 果断挂了电话 期间我去了一趟医院 小婉妈妈约定十天之后手术 小婉请了架在医院陪 阿姨躺在床上不能动 见到我来了 她将我和小婉的手 郑重地拉拢在一起 流了几滴泪出来 显然 小婉把肝原的来龙去脉 跟阿姨讲了 出了病房 小婉拉着我的手轻轻摇 左翼 妈妈让我伺候你一辈子 我笑着说 那用不着 半辈子足够 小婉美眸忽闪 干嘛半辈子 我说 白天用不着 晚上伺候好我就行 小婉文言 翘脸瞬间泛红 直映锁骨 附在我耳边轻声说 乖 你先忍一忍哈 等妈妈手术完 说完 她用细细牙齿轻咬了 一下我耳垂 这小妞 把我聊得浑身快要爆炸 真忍不住了 隔壁就有家宾馆 我将身子紧紧贴住她 小婉白了我一眼 转身回病床 看了一下阿姨 见她已经安稳睡着了 小婉出了病房门 小手放在嘴唇 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随后 她拉着我的手往宾馆跑 秀发飘洒 笑颜若一朵 含苞带放美丽的花朵 开房 洗澡 小婉将头深深地依偎在我怀里 芬芳迷人 意乱情迷 我问她 要不要用寄生用品 她低声害羞地回答 剑指楼兰 正要将美妞就地正法 电话疯了一般响了 本不愿接 但小婉说 接个电话不碍事 一划开接听见 刘芹却在那头嘶吼 小左 救命啊 除了刘芹的尖叫声 我还听到边上一个男人在大喊 还我儿子 我要杀了你个烂女人 我为了几下 电话已经断线了 小婉说 傻子你快去吧 别出啥事了 我心中也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慌忙出门 打了一辆车 往刘芹居住的小区赶去 在车上给老贾打了个电话 叫他立马赶过来 贾六七吃鹰饭 买卖残魂 对付鬼这玩意儿 应该比我专业 司机带着我一路狂飙 路上有红灯 我给他加钱 催促他硬闯过去 风驰电车二十分钟赶到 可是已经晚了 刘芹住的是一栋别墅 别墅大门口 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不少邻居在远远的围观 我看到了无比震撼的一幕 法医刚好把刘芹给抬了出来 刘芹已经死了 躺单架一动不动 更为恐怖的是 他的双眼已经被挖了 两个懦大的鲜血淋漓的洞 诡异非常 整张脸血呲呼啦的 完全没有半点人样 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 疯疯癫癫的 双手沾满鲜血 手上已经戴上了手铐 嘴角露出莫名的弧度 还我儿子 嘻嘻 还我儿子 秃顶男人 是区域销售总监老张 我在4S店干暑气工时 他曾来店里视察过 旁边还有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妇女 正蹲在地上哭泣 按推测 这位中年妇女 应该是老张的前妻 我呆立在原地 整个人都梦了 伴赏之后 我见到别墅门口 有一条死了的罗刹鱼 身子已经断成两截 同样被挖了双眼 一对白白的死鱼眼珠 掉落在旁边 朝着那对死鱼眼珠瞅去时 鱼眼好像 还与我的眼睛对视了一下 我似乎能感觉到 他双眼中的怨毒 罗刹鱼已经认主 他与刘晴混迁一体 那眼神 一定是刘晴临死前 对我的怨念 不一会儿 老贾赶到了 他环视了一下四周情况 见我一直发呆 也不管我 掏出一包华子 开始挤进了人群 打听起情况来 我余光还瞥见 他腹下身子 在安慰老张的前妻 老贾不愧是江湖老油子 半个小时之后 他打听清楚情况 回到我身边 扯着我就往外走 我脑瓜子嗡嗡响 完全不之所以 被老贾拽到了旁边一个小饭店 老贾点了几个菜 叫了瓶酒 丢了一根滑子给我 还在发呆呢 老贾 到底咋回事 我正正地问 老贾把问到的情况 结合他自己的推断 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刘晴晴怒目罗刹回去之后 小鬼在别墅门口 连续晃荡了几天 无法附身 也无法进屋 小区阳气重 他受不了阳气轻体 躲在隐蔽角落 本来估计用不了几天 他也就跑了 而老张也开始将心思 事情至此 本可以圆满解决 糟糕在于 此前因刘晴一年多 不能与老张同房 老张曾跟他前妻好上 好家伙 这英年早突的玩意儿还挺棒 就在昨天 他前妻告诉老张 自己又怀孕了 老张因自己 曾逼迫前妻打过胎 心里一直有愧 又想要个孩子 昨天偷偷陪着前妻 到医院检查来 没曾想 竟然遇到来医院 做美容的刘晴 刘晴顿时暴怒不已 对着老张的前妻 拳打脚踢 毫无意外 老张前妻又流产了 刘晴回家之后 越想越气 一冲动 把怒目罗刹鱼缸外的 风鱼符揭开了 老张后一脚到家 瞅见鱼缸爆裂 一条罗刹鱼 眼睛怨毒地瞪着他 而且 还像泥丘一样 往别墅外钻 满肚子气不打一处来 跑进厨房拎了把菜刀 罗刹鱼本来循着别墅外面 角落的小鬼气息 准备出去与他干仗了 谁知道老张一刀下去 于猝不及防 被劈成了两半 刘晴仿佛也身遭重击 瘫倒在地上 别墅外的小鬼 被罗刹鱼怒目 威逼了这么多天 早已经怨恨滔天 此刻没了束缚 瞬间上了老张的身 驱使着老张抡起菜刀 就跑向了刘晴 活生生地挖了 他一对眼珠子 可能就在期间 刘晴给我打了个求救电话 随后 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幕 罗刹城里 罗刹鱼怒目 遨游摄万魂 没想到 他最终结果 却被人挖了双眼 伴赏之后 我问老贾 小鬼呢 小鬼本就被 怒目罗刹煞气冲的 魂体消散不少 上老张身之时 已经是他最后的怨念 殊死搏斗之后 必然魂飞魄散了 老贾解释道 我心中非常不识滋味 那就不已 一条人命 一人身陷淋雨 一个魂飞魄散 徒留老张前妻 孤苦无依 我猛喝了一口酒 烧刀子辣味 直窜紧脖子 呛得忍不住剧烈咳嗽 脑中突然想起 爷爷的话 别碰阴雨 不然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 半晌之后 我对老贾说 老谷 我欠你的钱慢慢还 咱以后做羊鱼成步 老贾没吱声 夹着菜嚼 嚼完又咪一口酒 我烦躁得不行 猛得一拍桌子 你他妈说话 周围的顾客 像看疯子一样 瞅着我 老贾冷哼了一声 脸带鼻地说 锤子玩意儿 这就开始打退堂鼓了 我告诉你 世间万物 存在集合理 阴阳鱼既然存在 有它存在的道理 你不做 从此就天朗气清 和谐美好了 世界上肮脏的地方多了去 每天死的人也数以万计 你当自己是圣母玛利亚 拯救万民呢 我脑道 你说的是人话吗 世界再怎么肮脏 我就要多丢点垃圾下去 老贾回对道 谁说 你丢的一定是垃圾 阴阳鱼不光会反噬 还能降服改运 驱邪正轨 金箍棒能捅天上一大窟窿 也可以想要除魔 关键看你怎么用 太极分阴阳 万事正反面 就拿这件事来说 能怪你吗 那怪谁 我问 老贾白了我一眼 银邪现世报 怪他们自己 作为一个男人 要管住三八 嘴巴 尾巴 脊巴 老张管不住 遭报应了 作为一个女人 要消除极度心 物欲心 肉欲心 流情消除不了 遭报应了 作为一个鬼 反正阴阳有序 他就不应该再阳间晃 风雨伏接的 不是反噬法力 而是他们内心的恶 你细想一下 老张前妻 为什么好好活下来了 他现在摆脱了老张 这个王八独子的纠缠 彻底断绝了过往 反而可以开启美好人生 我被老贾一番理论 唬弄得愣住了 明明弄死了人 为什么他说起来 倒好像还做了一件大好事 你啥学历 我问道 你管我求学历 老子以前搞过传销 口才就是他妈好 等一下你买单 老贾撂完这句话 将酒瓶塞在戈之窝 甩屁股走了 去他大爷的 我浑浑噩噩地回到铺子 觉得头大无比 留情一单生意 扣除老贾分成 我才赚一万二 离九十万差距太大 从医院得知的消息 阿姨换肝之后 后期护理费 至少还要二十来万 小婉怕我辛苦 让我不用管 他会慢慢还 但即便他打两份工 每月也才八九千块钱 猴年马月才能还得上 老贾说的 也许有道理 万物皆两面 我一再告诫 不让刘晴皆福 但他还是皆了 冥冥之中 或许早已注定 郑喝茶沉思着 莉莉过来了 他手中拿了一张卡 兴奋地对我说 左哥 我没那么多钱请鱼 但昨天我与老板 签了三年服务协议 这是老板 给我们这些长期服务 姐妹的帝王玉至尊 VIP卡 你三年内 可以免费点我的钟 他们用卡来调 专时王老五 我把卡送给你 你给我做条鱼城吗 我一口茶水 差点喷出来 不可思议地瞅着莉莉 莉莉有些不好意思 咋了左哥 我服务很好的 很多姐妹不会的活 我都会 刚到帝王玉那一阵子 我是头牌 只不过 现在客人都喜新厌旧 生意不如以前了 但我现在长相 身材还是没得说 你不喜欢吗 莉莉长得确实不错 有一种林家小妹 既视感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左哥有女朋友 我刚大的说道 莉莉说 我见过嫂子 比我漂亮多了 但有什么关系 你吃惯了大酒店 马汉全席 路边摊麻辣烫 也有别样风味 爽就完了 我寻思这事 没法再继续讨论下去 劝道 莉莉 你这么年轻 左哥觉得 你应该尽早离开黄东 找个老实人好好过日子 话刚出口 又觉得自己虚伪 劝小姐从梁 拉梁家下海 男人最爱干这种 没脑子蠢事 再说 老实人招谁惹谁了 莉莉文言 叹了一口气 悠悠地说 左哥 不瞒你说 我也想过自己的未来 你知道吧 我以前读书老好了 年年拿奖状 大家都夸我将来有出戏 但父母生病干不了活 家里供不起两个学生 父母就让妹妹辍学 全力攻我 可凭什么我能出戏 妹妹就不能出戏呢 我觉得这不公平 就跑出去打工 让妹妹读书 我妹妹现在学习可厉害了 莉莉眼眶有些泛红 不过讲起她妹妹 脸上泛着光彩 我给她倒了杯茶 莉莉喝了一口 接着讲述 后来写场老板 见我漂亮想包养我 可人家夫妻两个白手起家 创下家业 我横插一杠子 对她气子不公平 我拒绝了 认识黄东之后 走上这条路 我也想过 找老实人嫁了 但我身子脏 嫁给老实人 对人家不公平 我其实知道 黄东不是好人 可正因为这样 我才一直跟着他 在他面前 我觉得可以昂首做人 因为我脏 但他也脏 我杰克 他打我 我把被打当成 是对我做这行的惩罚 我可以心安理得吃的下饭 睡得着觉 接得了客 我被莉莉惊呆了 难以想象 莉莉脑子里 竟然是如此朴素的人生观 她选择了一种 最卑微 最隐忍的活法 与那些贪污腐化的 衣冠禽兽 谋财害命的犯罪分子相比 莉莉像萤火虫一样 绝强地绽放着一丝 人性光辉 正聊着呢 满头黄毛 打个耳钉 瘦骨灵循的黄东进来 她嘴角叼根烟 恶狠狠地骂道 哎呦 你倒挺行啊 我叫你把 VIP卡送给刘哥 让刘哥免费点你钟 你死都不肯 现在不上钟 反而跑这里钓铠子 你他妈倒是钓个大款也行 老子也能沾光弄点钱花 钓一个破卖鱼的 啥阶级层次 莉莉起身 黄东 姓刘的不是好人 她害了好多人 你别跟她玩 黄东闻言 目刺欲裂 啥时候轮到你个臭婊子教训我 她猛地冲过去 抓住莉莉的头发 狠磕在桌炎上 狠狠地踹了她两脚 莉莉头一下飙出血来 抱着身子惨忽不已 本来刘晴的事 弄得一肚子火没触撒 来得正好 我左右寻摸了一下 抄了一根钢棍 递给黄东 你想干嘛 黄东怒目而逝 我冷声道 你在我铺子 把人打出了血 现在拿铁棍 将自己脑袋敲出血 不然不公平 黄东闻言 满脸显得不可思议 笑了 你知道老子是谁不 来来来 往老子脑袋使命敲 不要怕 快弄死我 他将脑袋毫无畏惧地凑了过来 碰 一棍子下去 莉莉惊呼一声 黄东满脸猛逼 摸了摸额头流下的血 放到眼前一看 卧槽 老子流血了 这他妈是真的吗 说完 他又将头转向莉莉 莉莉 这个臭卖鱼的 是不是马上就要死了 哈哈哈哈 哎呦我去 竟然比我还能装逼 我干脆猛地一拽他头发 摁住他的脑袋 朝茶几砰砰砰很� 黄东起先挣扎了两下 后来被彻底打怕了 死命地护住血刺呼拉的头 哥 我错了 饶了我 饶了我 莉莉也过来求情 我将黄东狠狠地踹了几脚 黄东抱着头 屁滚尿流地 往于铺门外跑 莉莉大叫了一句东子 而后 他回过头对我急道 对不起左哥 东子可能会找刘哥来报复你 你赶紧先出去躲躲 我去劝他 说完 他撒鸭子去追黄东 我这人从不好事 黄东打莉莉 本与我没太大关系 但死黄毛 今天正好撞我枪口上 干脆朝他撒了一枪怒火 不得不说 打了他之后 心情愉快多了 等了几天 也没等到黄东来报复 可莉莉的事还没完 那天晚上 莉莉来了 他解释黄东 没敢来报复的原因 刘哥听了黄东叙述 本来很生气 想来鱼铺找我 后来不知咋打听到 我与何巴爷的关系 反而狠扇了黄东两个耳光 并警告黄东 卧槽 何巴爷平日 对我客气地向的老管家 没想到威望如此之高 不过 莉莉又神色黯然说 黄东回去后 一口恶气没出撒 反而变本加厉地狠揍我 我被打得躺了一个礼拜 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实在太惨了 老板打电话来 警告再不上班 就开除我 佐哥 你是好人 会有好报 我当时没理解莉莉的情绪 莉莉走后半个小时 猛然听到消防车的声音 附近百货商常有人跳楼 过去一看 竟然是莉莉 莉莉被救下来之后 我赶紧拉着她去了鱼铺 问她咋这么傻呢 她情绪极度低迷 哥 没意思 我问她 要怎样才有意思 莉莉说 如果能像以前一样 客人多 能给黄东钱 她少打我 我才有勇气活下去 说完 莉莉哭得稀里哗啦 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动摇了 决定给她做一条鸣鱼 打电话给老贾 问她手头有没有残魂 老贾没好气地回答没有 然后将电话挂了 我再打过去 问她 是不是吃枪药了 老贾反呛我 你不是不做鸣鱼了吗 找我干什么 我马上要做一条霸王醉鸣鱼 需要一个色鬼的残魂 你就回答有没有 没有 咱就彻底撒尤娜啦 有 今晚送来 可以 但你这条霸王醉卖多少钱呢 我寻思老谷吃肉不吐骨头 想了一想 说道 老谷 这单我给朋友做 一毛不赚 这么低 他手头上有张帝王玉至尊 VIP卡 你转手可以卖一万多 成不 啥朋友这么重要 色鬼的残魂很稀有 这你就别管了 等着你呢 鬼分好多种 当然也有色鬼 不过色鬼并不是好色之人 死后变成的鬼 什么样才叫色鬼呢 佛家叫色鬼为弹经济鬼 道家称之为小五通鬼 这玩意儿形成有点特殊 通常来讲 非时 非地 非人三因素合一 干了羞羞脸的事 过程中冲撞到了无辜阴魂 最终鬼上身 辽不仁的银邪心 非时是指时间不对 如佛诞日 神诞日 非地讲不正确的地点 以阴气重的野外居多 非人很好理解 背于伦理道德以外的人 色鬼的特点是急色 无时无刻欲望爆棚 金平梅 李娟对西门庆说 大观人活像个急色鬼 有专家分析 西门大观人爱晚上吃酒 野外寻欢作乐 冲撞了鬼 所以她一辈子 变本家里耍女人 最终也死在了床地之事 专家啥事都分析不准 判断这事 倒特么挺专业 我给莉莉做霸王最英语 并不是让莉莉本身招小五通 而是将小五通的欲念 转到英语上 让鱼与莉莉建立联系 鱼游花水 催望桃花 引来霸王向她折腰 半个小时之后 老贾哼着小曲来了 大妹子美来大妹子浪 大妹子上了我低抗 小五通上身了 我问道 老贾没理我 瞅了瞅躺在沙发上的莉莉 斜眼对我说 男人要管住自己三八 小左 你可别忘了自己 有个漂亮女朋友 我说你瞎想什么 这是我朋友 随后 我把莉莉的遭遇讲了 老贾文言愣了半声 向我伸出手 我问他干嘛 老贾说 帝王遇的至尊 VIP卡呀 老哥可不做赔本买卖 将卡给了老贾之后 老贾拿出来一个疯了道夫 黑油油的小弹罐 告诉我里面 是就是小五通的残魂 我第一次见到色鬼这东西 非常好奇 想揭开道夫来看 老贾猛地拍了一下我的手 让我别瞎弄 这玩意儿 一旦赴你身上 世间少了个卖鱼翁 牢房多了个强奸犯 我吓得不敢动了 问他哪弄来的 老贾嘻嘻直笑 前段时间 城里有个富商找了个小三 但富商七管言 被老婆钉死死地 天天查开房记录 他只好借着去火葬场 参加朋友葬礼的机会 约小三出来 寻思参加葬礼 老婆总不会怀疑他瞎搞 他和小三忍不住 将车停在火葬场边上 耍了起来 结果就撞鬼了 好家伙 回去后 看见母猪都想往上凑 差点被关进精神病院 后来家属没办法 找到我 我联系了个道士朋友 将他头朝下倒掉在乌梁上 道士拿踩了屎的鞋把子 狂抽了他一晚上 总算把色鬼 从他身上抽出来 收在了罐子里 这么凶猛吗 哪个倒是这样牛逼呢 我问 老贾白了我一眼 我瞬间反应过来 户部问道 倒是是老贾的线 咱不能去掰扯 拿了一条桃花鱼出来 梅花刺将莉莉的中指刺出血 莉莉一下腾醒了 迷蒙着眼睛 问我们在干嘛呢 我解释给他做一条 望桃花的鱼鱼 莉莉开心坏了 脸竟然露一丝羞难 这么说 左哥以后要点我的钟了吗 我尴尬地咳嗽了两句 说不是 卡我会让老贾转让给别人 莉莉闻言 显得有些失望 但还是礼貌地感谢 我和老贾 老贾见莉莉醒来 眼睛都看直了 直到我踹了他一脚 这祸才咽了口口水回过神来 老贾是因伤 不会抓鬼 正鬼 但又接引残魂手段 所谓残魂 就是被道士或和尚打散的 不成一体 压制在罐子里的魂魄 好比人被挑了手脚精 仍有凶怨 但伤不了人 而鹰鱼说白了 将这些无用残魂等鹰料 通过特殊手段附体在鱼身上 用怨气达到给人改运目的 桃花鱼倒入那个装有小五通的黑痰罐之后 老贾手速奇快 立马将弹口封了 嘴里念了一段神经病般的咒语 晃荡两下 两分钟之后 弹口竟然冒出丝丝黑烟 老贾说成了 小五通残魂赴于梯了 接下来是将桃花鱼 重新放入鱼缸 封鱼 老贾手规矩 不看 带着莉莉上香寄完鱼 一条霸王醉已经做好 交代她 每天必须早晚各换一次水 源头活水引霸王 才能客人不断 如果不换 成了臭水 反而会引来祸事 我回里屋 去准备养鱼的东西 老贾则拉着莉莉 在沙发上劈情操 令我没想到的是发生了 从里屋出来 我瞅见那条霸王醉鱼眼迷蒙 本来花粉状的鱼身 变得像血一样心红 不断在鱼缸里翻滚 显得燥热难耐 如同亟带洞房的花姑娘 再转眼一瞅莉莉 她模样倒没什么变化 但浑身上下洋溢着迷人的光泽 隔老远都能闻到一股 令人情欲蠢动的体香 而老贾 眼珠子已经从莉莉身上移不开了 我将霸王醉地点了莉莉 吩咐她务必按时供奉喂养 莉莉巧笑昔然 媚眼寒春回道 谢谢哥 她身上那股迷人的香味 再次向鼻尖袭来 我顿时心神荡漾 赶紧捂住了鼻子 尽力阻隔那股香气 可老贾却像个傻叉一样 晃着手中的VIP卡 问莉莉 卡不转让 哥留着自己用 小莉今晚有空步 莉莉说 有啊 贾哥 老贾立马拉着莉莉就出铺子 卧槽 怎么还把老贾给搭进去了 老贾 三八 三八 我大急到 三八二十四 傻缺 老贾回对了一句 拥着莉莉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脑瓜子嗡嗡的 这特么可杂者 没带我回过神来 耳朵突然听见铺子门口叮铃铃 叮铃铃的响动 像是自行车铃声 重复不断 我觉得奇怪 出门一看 门口有一个女人 正在骑着一辆共享单车 瞅她背影还挺熟悉 只是大晚上的 她骑个共享单车 在我铺子门口奔着车铃丸 莫非神经病 女人似乎知道我出来了 猛地将自行车掉头 突然回过头来 我一见她的模样 顿时全身汗毛直竖 被弯了双眼的刘晴 脑子猛地一闪 今天刚好是她头七 头七回魂夜 冤魂出煞时 刘晴找我来了 她上次铺子来请鱼 就是骑共享单车 没想到死了之后 爱好竟然一直未变 可她找我干嘛 出事也不能怪我啊 要找也应该去找老张 难不成老张蹲牢房 里面洋气重 她不敢去 我都吓猛了 封了一班钻进铺子 将门砰一下关了 立马哆哆嗦嗦地拿出手机 拨通了老贾电话 老贾 快来救我 我他妈见鬼了 见就见呗 小丽啊 你这套衣服真好看 老贾在那边猥琐地笑着 我大让道 你他妈快穿裤子 我真见鬼了 是刘晴 他来找我了 找你就卖条鱼给他呗 宝贝 我来了 我卖你大爷 喂 喂 怎么挂了 我连续拨打了四五次 老贾都挂了 最后这祸竟然关机了 那一刻 我杀了他的心思都有 脑子突然想到小红鱼 疯了一般跑到神坎 外面的自行车铃声 一直叮铃铃响 流情没进铺子 鱼缸里水的颜色也未变 难不成他眼睛被挖了 找不到铺子的门 很有可能 再等了几分钟 外面共享单车铃声 没再想动 我严重怀疑他 找不到路 已经跑了 小心翼翼放下鱼缸 捏手捏脚地走到窗子边 贴着窗玻璃 想看看 他到底走了没有 左右看了一下 流情果然不见了踪影 那辆共享单车 就丢在了铺子门口 极度紧张的情绪 稍微缓和 真挺没素质的 也不知道让车归位 忽然之间 窗子猛地探出来 流情的五眼投入 隔着玻璃 正与我脸对脸 他竟然还冲我诡异地笑了一下 我整个人都炸毛了 吓得嚎叫一声 下意识地挥起拳头 朝玻璃砸去 咔嚓一下 玻璃整片碎了 流情那张脸也不见了 正所谓不做死就不会死 玻璃被我砸碎了之后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 流情整个身躯 突然像蛇一样 从窗子外钻进来 我妈夜一声 风奔回去抱鱼缸 嘴里颤声念叨 鱼神姑娘 救命啊 脑子突然一阵血运 而听覆 一声喝叫 窗边好像陡然涌出淡淡的红雾 朦胧中 那个红衣鱼神姑娘 拿阴阳尺站在窗边 可那种感觉很不真切 似真一假 此刻 窗外 除了灌进来的夜风 好像此前一切都没发生过 再一看鱼缸 小红鱼还在欢快游荡 水变成了红色 正在慢慢消退 我尝出了一口气 刘晴应该被吓走了 我抱着小鱼缸 眼睛死死地盯着窗子 再也不敢松手 透过玻璃 却发现屋外路灯之下 刘晴并没有走 反而手提了个大麻布袋 在里面掏东西 他掏出一样东西 精准无比地朝窗子砸来 我吓得慌忙往后退 东西掉进铺子 立马袭来一股难闻的臭味 往下一看 竟然是被挖了眼睛的罗刹鱼 浑身腐烂不堪 砰 砰 砰 被弯了双眼的刘晴 一直在麻布袋里掏鱼 将一条条腐烂不堪 奇臭无比的无眼罗刹鱼 透过窗户往铺子里狂砸 麻布袋里的鱼 似乎取之不竭 用之不尽 他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小红鱼只有我在遇到脏东西袭击的时候 才会出手 刘晴刚才被吓得不敢靠近窗子 莫非他想用罗刹鱼臭死 或者吓死我 有这么无厘头吗 不一会儿 满铺子都堆满了腐烂的鱼身 本来我现在有间隙 可以做一条正轨的鱼鱼收拾它 但爷爷在世时 交代一个大禁忌 鱼内隐 亡鱼废顶 左家人不能给自己做阴阳鱼改运或正轨 否则就会像鱼在开水锅里游动 必死无全尸 此乃万副高压线 不可触碰 我正无鼻子呢 一条烂鱼趴鸡砸在我脸上 整张脸忽满了臭鱼肉 差点熏晕过去 这下可搞火了我 寻思哥们有小红鱼傍身 还怕你个锤子 我捡起地上的烂鱼 一条又一条往窗外的刘晴砸去 他见我丢鱼出去 显得非常生气 更加疯狂地将鱼砸进来 我也不客气 全部缘无封还 很难想象 我与一个无眼女鬼 互相砸了一晚上的臭鱼 直到天亮 刘晴似乎害怕太阳 骑着共享单车跑了 我累得双目心红 浑身酸软 头昏脑胀 抱着鱼缸 眯着了 感觉才刚眯了十几分钟 脸颊冷不丁 挨了大衣嘴巴子 火辣辣地疼 我以为刘晴来了 浑身乍毛 闭眼抬脚一个猛踹 而听哀忧卧槽 一声惨叫 睁眼一看 发现老甲在地上翻滚了几下 嘴里还叼着半根油条 疼得呲牙咧嘴 老甲 我松了口气 老甲满脸痛苦骂道 神经病 你鬼上身了 打我干什么 一听鬼上身几个字 我想起昨晚他关机的事 火疼得一下起来了 大骂道 老王八犊子 你还有脸见我 老子昨晚差点被吓疯了 老甲挣扎起身 手指着四周 我看你是真疯了 你瞅瞅 自己都干了些啥 我往四周一看 顿时目瞪口呆 窗玻璃砸碎了 屋外面全是被挖了眼睛的观赏鱼 而铺子里的鱼 已经所剩无几 我手中有两样东西 一把血淋漓的弯鱼刀 一个小红鱼的鱼缸 咋回事 我惊到 你问我 我问谁去 小左 你是不是有点心理变态 自己挖了一晚上的鱼眼 还砸碎玻璃丢出去 苦练投篮 老甲气呼呼地问 我大嚷道 投你妹 我昨晚真见鬼了 刘晴 他骑了一辆共享单车 来这里丢臭鱼 我就丢回去 得得得 骑共享单车丢臭鱼 你咋不说 他开宇宙飞船 朝你丢原子弹 老甲压根不幸 这他妈还解释不清楚了 幸好铺子里有监控 我把小红鱼放回去 赶紧调出监控来看 没曾想 监控里的画面 简直不忍直视 监控画面显示 昨晚我像那疯子 一跑回铺子 关上门 打电话 死抱着小红鱼 而后 趴在窗户边 猥琐地看来看去 脸色突然变得惊恐万分 一拳砸碎窗户 再次抱着小红鱼 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十几分钟之后 我拿了一把弯鱼刀 开始挖铺子里 观赏鱼的眼睛 每挖一条 就往窗户外丢出去 嘴里 还像傻子一样 骂骂咧咧 一直弄到天亮 睡过去 昨晚窗子边的流情 红鱼姑娘 以及丢进来挖了眼的 臭罗叉鱼 老贾 你一定要相信我 鱼铺是我命根子 我怎么可能发疯 挖鱼眼丢鱼呢 昨晚我确实见到流情了 你赶紧想办法 我怀疑被他缠上了 下一步可能要挖自己眼睛 老贾白了我一眼 皱眉道 我没看到你有 阴魂缠身的迹象 简单看向我也会 我迅速拿来镜子 仔细观察了一下 诚如老贾所言 完全没一丁点 阴魂缠身的黑脸迹象 老贾想了想 这么低 你自己又不能做阴瑜驱邪 我去找到是朋友 给你弄张护身符来 我叫他赶紧去 收拾铺子时 我心口挖凉挖凉的 损失实在太惨重了 整个鱼铺的鱼 几乎全军覆没 唯一庆幸的是 那条小红鱼安然无恙 不然都没地儿哭去 眼前这种情况 我不做阴瑜 可能生计都成问题 半小时之后 老贾拿了一张道符过来 嘱咐我戴上 解释说是他倒是朋友化的 可以批万鬼 要价三千块 我也看不懂上面符文 赶紧带上 问他见鬼时 需不需要念什么曲鞋咒语 老贾一拍脑袋 差点忘了 咒语是 麻痹麻痹轰 啥玩意儿 我瞪大了眼睛 老贾反应过来 错了 应该是翁麻尼贝贝轰 我顿时恼了 老贾你又欠抽是不是 且不说翁麻尼贝贝轰 有没有效果 可这他妈是佛家咒语 你倒是朋友 让我用佛家咒语驱鬼 我也是干阴行的 你给我伤的眼药挺毒啊 老贾被我对得满脸尴尬 那什么 我寻思 瞅老贾那副死相 我已猜出他的心思 这或是阴伤 会收阴料 以及接引被打散的残魂 但压根不会画符 他见我面向眉阴魂缠身迹象 故意画了一张假符来糊弄我 没曾想嘴巴一秃噜 漏嘴了 我算见识过 什么叫吃肉不吐骨头 那天两人吃饭 他吩咐我结账不说 临走还要顺走一瓶酒 现在为了三千块钱 竟然拿哥们生命来搞笑 眼瞅着这行走的活皮羞 我越想越来气 转身就去找棍子 老贾见状 吓得脸色煞白 撒鸭子往外跑 嘴里喊道 小左 年轻人咋老喜欢动手呢 我这就向朋友请福去 再次回来 老贾手上又拿了张道福 我仔细瞅了下 这回是真的 斧头印了兽转倒是印章 咒语也比较正规 拿到屋外太阳底下暴晒了几分钟 返回屋内昏暗之处 道福还泛着隐隐的悬光 当时别说我 就连老贾都并不知道 此道福是只罕见的珍贵性 后来还就过我 这是后话 放心吧 这幅绝对假不了 竟名护体神符 价钱一样 三千块 老贾说道 一千 我点了一千块给他 上次李贝时请金尊耍宝 给了我两千 我还要留一千块 重新禁语 老贾面容扭曲 可能想骂人 我捏了捏手中棍子 老贾咽了一口唾沫 同你做生意气死个人 老子找莉莉拜火去 我寻思莉莉霸王最附体 最好醉死你个老货 二十分钟后 他却善善地回来了 鱼铺去帝王寓 光走路来回 就要十八九分钟 老贾不行啊 我嘲笑道 卧槽 这么耻辱吗 刚出场就被莉莉秒杀 人到中年不得已 保温杯里抛狗起 大哥 你得注重养生 老贾说 滚犊子 小莉现在太火了 钟都排到半夜了 我连楼都没上去 霸王罪的效果 在预料之中 我很担心 莉莉忙起来 不记得换水 水如果脏了 不仅客源会断 而且臭水招臭人 引来麻烦 便给莉莉发了一条 信息提醒她 莉莉回复 知道了左哥 我在忙 见老贾闷闷不乐 我说催促他没事 赶紧去招点客源 再这样下去 要喝西北风了 老货没搭理 南南说道 不行 我得去帝王寓等着 哪怕莉莉抽个上厕所见戏 也行 说完 他背着手走了 有道符带着 我安定不少 去市场进了一批鱼 换了一块窗玻璃 到了晚上 我立马将仆子门给关了 没曾想 九点多的时候 仆子门口共响单车 又叮铃铃响 而且砰砰砰砸门 我全身寒毛直竖 死死捏着胸口道符 口中慌忙念着老贾交代的驱邪咒语 但一点作用没有 砸门声反而更响了 我吓急了眼 出门口大骂道 你再砸一次 我弄死你 砸门声停下来 传进来一个声音 小左 我知道你在里面 快开门 不是刘晴 你谁啊 胡三 我胆战心惊地凑到门边 透过猫眼看去 果然是胡三 他扶着一辆共享单车 站在门口 路灯下还有影子 不是脏东西 胡三是我大舅老爷侄孙 与我沾点亲 村里著名不务正业 坑蒙拐骗混子 他怎么来了 我把他让进屋子问道 胡哥 你咋进城了呢 胡三上下打量了一下铺子 回答道 我一直在城里 平时比较忙 没空来看你 我寻死你一个混子 忙个尖 但还是倒了一杯茶给他 胡三瞅着桌子上那杯茶 哥哥来了 你一不开门 二不请我吃饭 就泡一杯茶 左翼 你这人有点忘本啊 开着这么大一个铺子 日子过得美滋滋 你可别忘了 左老爷下葬的时候 还是我被关 这话倒是不假 爷爷尸体用车 从医院送回村 车停村口 要人背尸进祠堂棺材里 爷爷临死前交代 要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生的人背关 村里就胡三符合条件 他当时很爽快答应 给爷爷背了关 我一拍脑袋 胡哥你还没吃饭呢 现在都快十点了 好饭不怕晚吗 胡三回道 我身上不剩多少钱 而且害怕刘青不敢出去 但他被关的情谊 一直记在心中 话已说到这份上 不请吃饭 显得丢愤 正好在医院小婉陪护辛苦 阿姨此时应该睡着了 于是我给小婉打电话 叫他到一家店里会合 咱吃饭去 到店门口 胡三不乐意了 说吃大排档没意思 要去酒店 我和小婉平日下馆子本来少 吃大排档 觉得够舌本了 但他都这么说了 还是一咬牙 带他去了火宫店吃火锅 小婉来了后 非常有礼貌 甜甜地叫着胡哥 胡三一对贼眼盯着小婉身子 滴溜溜苗 脸带着不愤地说 左翼你可以啊 女朋友这么漂亮 长得跟樱花国牙美蝶似的 不像我 三十多年光练手术了 这话相当粗鄙 小婉脸一下红了 我顿时有点不高兴 饭菜还塞不住你嘴了 瞎扯犊子干嘛 胡三筷子卷着大块羊肉 埋头往嘴里塞 咋滴 讲两句还不高兴了 你可别忘了 左老爷是我被关 胡哥 这是心里我记着呢 我回道 胡三说 我看你早忘了 像这种档次的火锅店 你也好意思请我来吃 也不怕我拉屑 本来诚意以待 他却一再拿卑诗之事来拿捏 我顿时有些挂脸了 想结账走人 但小婉扯了扯我衣脚 只得忍了下来 也不知道咋回事 这货一直戴双手套 吃饭也不摘 光猛将羊肉 就足足吃了八盘 我心在低血 送完小婉回医院 我对胡三说 你要借多少钱直说呗 几百块有 多了我也困难 胡三打着宝哥 哥哥这次不借钱 我借你改了微信备注 今儿个来请鱼了 左老爷在世时 我就来请过 老头子拿着棍子 把我呼了出去 我心胸开阔 不与他计较 他死后 我还给他背了尸 老话说得好 天上掉钱 也要赶早捡 像胡三这种好吃懒做 没脸没皮的人 改一时运改不了一时 我压根不想搭理他 我搪塞到 阴阳鱼只是噱头 其实没啥效果 如果有效果 我还用租铺子吗 别忽悠我 我知道左家规矩 不能用阴阳鱼 给自己改运 卧槽 他竟然还懂 左家养鱼的规矩 你好好的改什么运呢 我最近迷上百家乐 不过没运透顶 村里的房子 地 山皮全输光了 胡哥你还耍钱呢 十读九书 你别耍了 安稳找个工作 踏踏实实 比什么都强 胡三文言 脸部肌肉抽出两下 摘下了手套 你觉得我这样 还能找工作吗 十根手指 六根七根断 我顿时惊呆了 问他咋回事呢 胡三冷哼一声 没钱了就压手指呗 一根一万 不过这都不是事 哥哥始终坚信 哪有小孩天天哭 哪有赌徒回回书 我请到鱼改运之后 一定能搬回来 我不吭声了 这货已经没救了 回家吧 胡三说 回哪儿 我问 鱼铺啊 我居无定所 睡桥洞两天了 你不收留穷亲戚 我住哪儿去 等我请鱼发财之后 自己出外面弄房子住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他知道 我不愿意为他做鱼 倒赖上我了 我瞬间觉得 当初叫他给爷爷背诗 犯下了弥天大错 我实话跟你说吧 鱼铺闹鬼 男鬼还是女鬼 男鬼让他与我赌大小 女鬼我伴得他 嗷嗷叫 真特么热了狗 寻思先过了今晚再说 或许明天他自己 就跑别地儿胡混了 今晚死鬼留情没来 到来了胡三这个活鬼 回到铺子 我叫他睡沙发 我睡礼屋 第二天起来 胡三不仅没走 还坐在沙发泡好了茶 等着我买早餐呢 接下来 胡三在铺子待了几天 也不出去 没事就给鱼喂点鱼时 撑死了几条鱼 吃饭时还挑三拣四 嫌弃我叫外卖 小碗给我打电话 他妈妈明天做手术 他有点害怕 问我能不能关一天铺子 陪陪他 正好我也收够了胡三 干脆摊牌 叫他该干嘛干嘛去 胡三冷笑问 不讲亲戚感情了呗 不讲 给你爷悲观的情分呢 不讲 胡三从怀里掏出一块鱼牌 左老爷临去世前 回了一趟村 给我一块鱼牌 吩咐我给他背诗 说以后遇难 可以找左家改遇 本来我想着 最后没办法了 才动用这玩意儿 你现在既然不讲情分 但认不认鱼牌呢 我梦了 爷爷有恩必报 不欠人情 我曾见过 爷爷给过和八爷一块鱼牌 没想到 爷爷为了报背诗之恩 也给了胡三一块 难怪当初我请胡三背诗的时候 这货二话不说 塞红包还硬不要 本来整得我还挺感动 原来 他在这儿等着我呢 鱼牌在手 不得不报 你想我咋报答呢 我收起鱼牌问 胡三踢着牙 恶狠狠地说 请鱼呀 搞那种能让我耍钱时 大杀四方的 我非常无语 告诫他 鱼鱼容易出事 打算给他做两条羊鱼 改善一下运势 但胡三断然拒绝 一定请鱼鱼 并表示 越凶越他妈好 无奈之下 我只得用八爪鱼 给他做了一个牵佛手 所谓佛手抓横财 百抓百来 我猜测 爷爷可能记着胡三背诗之恩 给鱼牌想拉一把不争气的远亲 可最终的结果 却是预料不到的惊世骇俗 人的财运 分正财和横财 所谓正财 只工资收入 兼职收入 营业收入等 通过自身努力能获得的钱财 而横财则花样繁多 赌钱 捡钱 中奖 收破烂 弄到个战国尿壶 或挖出宝物等 正财有限 且不可改 能改的只有横财 而改横财 需要绝运 绝运 就是通过搬取别人的福气 聚于己身 举个例子 某日一桌子人耍钱 运气好坏都不同 当日有人老赢 有人老输 如果老输的人 通过一定手段 将赢的人运气 距自己身上 则赌运完全颠倒 当然 你攫取了别人的运气 别人的灾祸 也同样转移到你身上 八爪与属于类中的偏门 偏门专抓横财 千佛守的局 最重要的是 弄到钱财之后 务必尽快花掉 买房 买车 或者捐款 为什么要花掉 老话常说 破财消灾 你只有把从别人身上 攫取来的财运福气 尽快消散于天地 他们的灾祸 才不会如影随形跟着你 尽管我非常厌恶 无可救药的胡三 但还是把禁忌告诉了他 毕竟沾点轻 我不想他出事 胡三翻着白眼 你放心 哥哥身上的钱 向来过不了夜 临走之前 他还向我 强劫了五百块钱 这把血亏 做千佛手 用到了老甲 放在铺子里的流英胎血 原料至少三千块钱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打发完胡三 我去了医院 先到病房里 看了看药师罗汉 见到两条药师罗汉 在窗台红霞披身 欢游畅快 心中大定 签字的时候 小丸手在颤抖 我安慰他别害怕 相信我 阿姨的手术一定能成功 可手术刚进行不久 出事了 护士着急忙慌跑出来说 病人麻醉效果消失 他耐受性很差 本来需要进行再次麻醉 可他突发假抗微向 再次麻醉 可能导致心脏骤停 经过评估 术中死亡系数在顶峰值 医生建议立即进行缝合 暂缓手术 小碗翘脸煞白 一下梦了 我忙问 假抗微向没提前预估吗 突发状况 无法预估 家属果断点 速度签字 小碗快急哭了 暂缓手术后 肝源怎么办 护士一脸无奈表示 以病人身体状况 无法再次进行手术 肝源不是考虑的重点 他说的委婉 意思就是 阿姨出了手术室 只有慢慢等死的份 左翼 怎么办 小碗全身颤抖 泪水滑地流了出来 等我十秒钟 我跑到病房 再次瞄了一眼 窗台上要视罗汉气象 无伤无救 昂扬月游 一切正常 出来之后 我对护士说 再次麻醉 继续手术 护士眼睛都瞪大了 你是家属吗 病人手术危险更大 你们没听懂吗 在他心中 肯定认为继续手术当场死 如果停止 病人 至少还能多活一些天 我是家属 我信他 小碗抹干眼泪 在危险告知单上签字 不愧是我的妞 霸气 签丸子 小碗浑身发软 身子埋在我怀里 都不敢睁眼 我搂着他 一直在外面等 手术从晚上八点 一直做到第二天九点 犹如一个世纪漫长 直到手术室门打开 几个累得快要瘫痪的医生出来 互相聊着 大意识 简直是医学奇迹 病人竟然能够扛过假抗微象 这台手术足以载入医院的史册 我抱着小碗 又蹦又跳 医生命令我们保持肃静 病人需要休息 这就是洋鱼 强势改运 而毫无危险的药师罗汉 小碗继续在医院忙后续的事 我心情大好 回了鱼铺 心中想定一个目标 努力赚钱 让他们娘俩过上好日子 到鱼铺一看 胡三在铺子门前晃荡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 弄来一个透明薄膜球 上面开个呼吸口子 里面装了水 养着八爪鱼 斜跨在肩上 这养育办法 真是活久见 不过 这货一晚上变化挺大 脖子上挂着粗项链 手腕上戴个手表 嘴里还吃着烤串 胡三见到我 满脸堆笑 大兄弟 你回来了 我还你钱 你别告诉我 昨晚就发财了 我好奇地问 胡三点了五百块钱给我 说道 那必须递 你是不知道 昨晚哥哥大杀四方 把把通吃 赚了二十几万 二十几万 我一辈子没见过 这么多钱 不过按你交代 钱不过夜 早上全祸祸出去 看哥这身形透 大金链子小手表 一天到晚吃烧烤 哥中的梦想 我也实现了 哈哈 那感情好 胡哥 你赚几天钱就适可而止 娶个媳妇过日子 我忍不住又劝一句 胡三拍拍我的肩 这可不行 女人这玩意儿 就像衣服 再好看穿久了 都一股嗦味 没个卵意思 等着吧 要不了多久 城中首富就是我 对了 我感觉请鱼之后 有点怪 咋怪了 我问 胡三没说话 用手拍了拍 斜跨着的薄膜鱼缸 鱼缸里的八爪鱼 本来在休息 一拍之下 开始张牙舞爪地游动起来 而此时的胡三 面容扭曲 开始神经病一样 跳起了舞 整得与杰克逊太空舞一样 仔细一瞅 他跳舞的古怪姿势 与八爪鱼姿势 几乎相同 卧槽 与鱼共舞 别说 跳得还挺好看 都可以上台表演了 胡三不由自主地跳了一会儿 八爪鱼不动了 他才停了下来 脸色古怪地问我咋回事 这事儿我也没遇见过 估摸着 是因他与八爪鱼 魂牵一体有关 未进一步确认 我伸手去晃了晃薄膜鱼缸 八爪鱼又开始动 胡三健壮 脸色都变了 骂道 卧槽 你别搞他 跳舞挺他妈累的 话音未落 他与八爪鱼同时舞动 不受控制地 又足足跳了几分钟 累得吐舌头气喘吁吁 才停了下来 我告诉他 不碍事 魂牵一体了 平时他基本在睡觉 他动时你就跳一下 就当锻炼身体 胡三点了点头 没事就行 那什么 我再向你借点钱 说完 他把刚才还我的五百块 又从我手上给抢了回去 我都猛逼了 你不是赚了二十几万吗 没错呀 但不是大金链子小手表 霍霍光了吗 我手上没本钱 今天咋耍 咋低 不愿意借呀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各个讲究人 明早准还你 胡三田不支持地说道 这玩法 实在太高端了 我感觉在跟他聊天 会被过去气去 请牵佛手的钱 没向他要 他倒好 想一直薅 我五百块钱来作耳 别别别 五百块算我送你的 明天也别来还 我挺忙的 我赶忙制止 胡三想了想 也行 反正你也不会搬铺子 他走后 我捂住胸口 告诉自己不生气 气出病来无人替 这人快死了 老贾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冷冷地说 快死了 我说老贾你别瞎说 胡三面向财博心高照 行大运势头 不可能死 老贾叼着根烟 面向只能看一时之运 看不到长远 我说他快死了 不是从面向判断 从什么判断 人心啊 耍钱输赢 永远不在牌桌上 胡三这种 又不是小打小闹 跟他耍的人 个个都是狠角色 要不然他手指怎么会断 你要一直输 输的是钱 可你要一直赢 杂人饭碗如杀人父母 人家急了眼 你输的可就是命 所以我判断他绝对活不了多久 我吓了一跳 老贾江湖老油子 说的确实有道理 我有点担心了 赶紧给胡三打电话 老贾却在一旁说 这种人你打也没用 果然 电话打过去 胡三反而吼我 说没事别打扰我赚钱 卧槽 大杀 全他妈给钱来 小佐 你应该没收他请余钱吧 老贾问 我以为这活皮修向我要饮料款 赶忙解释了一番 没曾想 老贾却打断我 你即便给饮料钱 我也不会要 这玩意儿遭成负 咱虽然干阴行 也讲究三不沾 改运命禁不沾 遭遇同行不沾 未成大事不沾 左老爷当年坚持不收 请白龙于大佬的钱 就知道这个大佬 改运会命禁 我问道 前两个可以理解 未成大事不沾啥意思 没成年的小孩啊 他们没形成一生运势 改了就是害人 老贾回道 我心有余悸 胡三的事儿 有办法吗 我不能眼睁睁看他死 毕竟詹庆 你想多了 第一 他逼迫你请阴余 还不给钱 证明是自己走向作死之路 第二 他如果按你交代 当天花光钱 不会有事 第三 与他一起耍钱 被绝运之人 灾祸治不治死 你决定不了 我虽然判断他会死 但其实概率多大 完全取决于他自己 话虽如此 但我还是给胡三发了信息 交代他 佛手抓财医生 只能做一次 务必适可而止 并争取当天把钱花光 尽量不过夜 并打上十几个感叹号 老贾喝了两口茶 笑着问我 刘晴最近有没有找你丢鱼丸 一说起 这是我心里就打鼓 回答没有 但总觉他 还会骑着共享单车来找我 老贾说 你放心吧 我那倒是朋友说了 你其实不是浴鬼 叫神魂是体 所谓神魂是体 意思是 心地尚算良善良之人 受到严重刺激 魂体遭疮 自己跑出来了 干伤害身体之事 这很正常 有些土夫子 盗墓受惊恐刺激 会自杀 死牧里 你胸前的静明 护体神符 可保神魂稳固 能辟万千邪毒 不过你挖鱼眼 没挖自己眼 我朋友说 铺子里肯定有东西 在庇佑你 我寻思 应该是 自己看到刘晴和罗刹鱼 蜿蜒场面 伤了神魂 而庇佑我的 肯定是小红鱼 老贾的倒是朋友 挺有本事 我心里起了结交之意 但互不问道德规矩 又不能大听 等以后有机缘再说 老贾给了我一个地址 说有一笔生意 苦竹挺大方 给十万块 你赶紧去处理一下 阴阳鱼你自己定 卧槽 总算来个大活了 如果单单都能有这价钱 用不了一两个月 我就能彻底还清湛 老贾背负着手 又去等帝王玉红的发子 头号济师莉莉翻牌子了 他给的地址 是在一个别墅区 我到了之后 发现别墅大门紧关着 敲了会儿门 没动静 拿起手机 给这个叫李小小的女裤猪 打了个电话 从声音判断 感觉比我年纪还要小点 挺甜 我介绍了一下自己 李小小说 你就是左哥呀 快进来吧 大门密码是666 我觉得这小姑娘有点搞 把大门密码搞成了三个六 他心得多大 输入门经密码 大门自动开了 我一进去 觉得非常奇怪 屋子里一股霉嗆味 那种很久没住人 又没开窗户的味道 而且灯也没开 一摸茶几 竟然有一层薄薄的灰 我问了几句 李小小女士在家吗 没人回应 无奈之下 我只得再次拨打电话 李小小接通之后 叫我先把灯打开 上二楼去 尽管有点犹疑 但看在前的份上 我把灯打开 一咬牙 上了二楼 可到二楼之后 门全部都是锁的 几个房间敲了个遍 也没反应 地板同样一层灰 煤嗆味更重 我心里打鼓了 打电话告诉他 已经到二楼了 李小小说 你去二楼公共卫生间看一下 是不是漏水了 啥意思 哥们又不是修水管的 再说 他一直不露面 到底啥毛病 脑子一闪 寻思不会又他妈杀神浑是体吧 浑身一下炸毛了 立马转身往楼下跑 电话铃再次响了 接通之后 李小小在那头隔个直笑 你跑啥 妹子 你到底在哪 别玩行吗 我有些恼火 人长挺帅的 看起来也不像是怀人 咋脾气这么大 李小小问 废话吗 我是来给你平视的 你指挥来指挥去 遛小狗玩呢 我寻思 要不是看在十万块钱份上 我都要开骂了 行行行 你到一楼来 我在客厅呢 他在客厅 可我刚才进来 压根没人啊 我摸着胸前的道服 满肚子狐疑 小心翼翼地往客厅走 转眼瞅了一下大门 开着的 暗想等下万一有啥事 哥们立马撂折子跑路 客厅很大 但人毛都没有 同样是浓浓的眉府味 我颤着声 对着电话问他 到底在哪呢 忽然之间 墙上巨大的投屏电视 啪啦一声响 毫无征兆的亮了 吸吸吸 震耳欲聋的女笑声传来 突如其来的笑声 吓得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压根不想 赚着钱了 起身撒压子就跑 喂 你去哪呀 李小小的声音 从后面传来 去哪 我去你大娘 刚跑到门口 斜眼瞥见地板 地板倒映着 投屏电视里 一个漂亮女孩 而声音 好像正是从 投屏电视传出来的 忍不住回头一看 李小小正在 投屏电视里 撅着嘴 满脸不解地望着我 我都被搞猛了 这货说 他在客厅 就是电视投屏 仔细一看 电视上的他 身子斜靠在太师椅上 面前是一个 比头还大的波 玻璃是大盆面条 正在吸溜着 那分量 几个大老爷干完都费劲 李小小吃得完吗 喂 你这么胆小 怎么给我平时 李小小在电视里边 吃面条 脸怀不满地问道 不是 大姐 你不在家里啊 我非常无语 李小小有些生气了 电视投屏的声音极大 震得我脑袋嗡嗡响 我捂住耳朵 赶忙叫他小点声 但李小小放小了声音 我问道 你不在家 有事电话直接说不成吗 你还叫我开门 上二楼 吓得我还以为进了鬼屋 我在外面做直播一个多月 但手机显示 家里一直产生水费 正好你去了 我叫你上二楼 关一下水龙头怎么了 人家送外卖的 附加服务 还可以带垃圾下楼呢 李小小满脸 写满了无辜 带垃圾 那也得有人在家 你不在家 还把门禁密码告诉我 万一丢了东西算谁的 李小小文言 嘲笑道 你个土老貌 我家门禁开一次 自动换一次密码 只有我手机才能收新密码 你下次根本进不去 再说了 我家全市智能系统 与最近保安港厅联网 你刚进入屋子 就处于监控当中 随便拿走一样东西 保安20秒内赶到 卧槽 他这是打算 灭绝小偷这个行业 我也不客气了 扫了一下沙发上的灰 坐了下去 打算问一下他 遇到啥事了 搞个远程问诊 刚坐下去 沙发突然传来一个 机器人声音 陌生屁股 难 温度36.9 湿度60% 清洁度难以估算 那只三年 目前疼痛程度微小一级 我瞬间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沙发这么高端吗 李小小在那头 听了沙发的播报 哈哈大笑 你那只三年 咋不去割掉 这不没空 不是 你跟我扯着毒子干嘛 你到底遇到啥事要请约 赶紧说吧 我忙着呢 我感觉在这个屋子 就好像浑身被曝光了 供李小小看 非常不自在 视频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我直播过几天结束 到时回来联系你 李小小回答 我说 那你今天叫老贾催我来干嘛 李小小回道 我不得先看看 你长啥样吗 如果长得像大街上猥琐神棍 我就找别人了 不过你还挺帅的 刚才屋脚里的人体探测仪 扫描了你一遍 身高 体重 健康状况都不错 就你了 我马上要直播了 先挂了 你走之前 记得关一下水龙头 第一次遇到请阴阳鱼 还要先看鱼先生长相的 我估计 李小小是富二代小姑娘 不然也不会开口就出十万块 有点恶趣味也正常 上二楼关了水龙头 出门前 特意看了一下 乌角半人高的小机器人 大大的眼睛 还挺可爱的 想伸手去摸摸它 结果他说话了 神棍 别碰我 我特么 这机器人 这么没教养 一加一等于几 二 二加二等于几 四 四加四 加你大爷的头发等于几 嘟嘟嘟 再牛逼 不就是个破机器吗 还敢骂我神棍 虽然不知道搞怪的李小小 遇到了什么难事 但搞定了这么个小富婆客户 出门之后 觉得空气很清新 不由自主地吹起了口哨 回到铺子 竟然发现 老贾蹲在地上 一副死了爹的神情 边上还有一堆的酒瓶子 哎呀 我去 这行走的活皮修 一大早还去帝王狱等莉莉翻牌子呢 咋回事 咋了 莫非你爹昨天 给你托梦 说他在红烟薄命啊 红烟薄命啊 老贾抽着烟 难难地说道 抬头瞅了我两眼 接着说了一个 令我无比震惊的消息 莉莉死了 啥玩意儿 我跳了起来 老贾叹了口气 示意我进铺子说 老贾告诉我 这些天 莉莉在霸王罪的加持之下 红得发紫 身边金主不断 连她去点钟都要排队 前天还遇到一个南方来的金主 想娶莉莉 莉莉不愿意 并告诉南方金主 自己脏 对她不公平 南方金主理解不了莉莉的想法 以为是因为黄东的存在 导致莉莉不肯 这个南方金主也痴情 给了一笔钱给黄东 叫她离开莉莉 黄东收了钱 却不想丢掉莉莉这个长期饭票 做了个局 那天 莉莉正出台 与南方金主在酒店呢 黄东带着一群喝大了酒的混子 冲到房间里大喊快抓强奸犯 并拍视频 敲诈南方金主给钱 不给钱就报警 莉莉很生气 叫南方金主不要怕 她会作证 自己就是小姐 不存在强奸 黄东精心设计的局失败 恼羞成怒 招呼混混 将南方金主打得老惨 莉莉急了 跑过去护住南方金主 黄东这个畜生已经疯了 她借着醉意 与一群小混混 把莉莉给抢了 完事之后 黄东回到家 仍然醉得稀里糊涂 竟然没去厕所 对着霸王醉鱼缸 一泡尿放了下去 霸王醉有洁癖 每天虚换两次水 如何能经得起 她一泡骚尿 果然 法力反射了 当时 莉莉正一个人 失魂落魄地 走在护城河边 不小心坠河而亡 我气得双目出血 牙关颤抖 黄东人呢 王八独子该死 她拉完尿继续睡 睡了个把小时 又觉得口干 竟然稀里糊涂 把鱼缸里的尿水喝了 霸王醉也吞了下肚 鱼在肚子里面 将她的心肝肠肺腎 全肯了个稀巴烂 死无全是 那群混混 现在也全被逮起来了 老甲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惊得完全不知所以 内心欺然 莉莉从事的行业虽不光彩 但她只是一个 祈求卑微活着 怀有内心底线的姑娘 怎么会遭到如此不堪的结局 在那一刻 我甚至不知道害死莉莉的 到底是南方金主 黄东 还是我 死一般的沉默 老甲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 莉莉尸体衣服里找到的 她写给你的信 信还没有彻底干透 字迹非常娟秀 不仅字 里面语句运用 也非常流畅 莉莉说她读书 时常拿奖状 并不是假话 左哥 你见到这封信时 我要么死了 要么在监狱 前段时间 黄东把我正在读高中的妹妹骗来了 她强奸了我妹妹 你知道的 我活得蝼蚁一般卑微 最大愿望 只为给妹妹一个公平 也为自己吃每一粒饭心安理得 可没想到 却给妹妹带来了伤害 在妹妹受伤害的那一刻 我心中她赶成断了 幸亏你的霸王罪 让我这段时间 赚了三十来万 我全给了妹妹 把她送回老家 希望她今后不要活在阴影当中 我告诉家人 我马上要出国 可能要好多年才回来 但我其实已经准备好了 我要杀了黄东 我在接几天课 赚点钱 如果我在监狱 请你把钱给捐出去 如果我死了 请你给我买一块木地 我身体很脏的 木地尽量选偏僻一些 佐哥 你是唯一把我当人看的男人 还为我打过架 你真善良 我找不到别人 只能恳求 你能帮我这个忙 人死后如果有灵 我会一直保佑你 谢谢你佐哥 再见 莉莉 落款的时间是四天前 信里还有一张卡 我瞬间红了眼眶 莉莉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女孩 中午我与老贾喝得鸣顶大醉 桌上摆了三个杯子 其中一个是莉莉的 莉莉火化后 我亲自去给莉莉选了一块木地 很偏僻 在边上种了几株白百合 最干净的花 在我处理完莉莉之事第二天 胡三又上门了 这货造型变化更大 断掉的六根手指 套上了黄金夹纸 抹着发辣 夹着皮包 不过那条八爪鱼 还是一样斜挎在身上 薄墨鱼缸里面 还装了不少荧光闪闪的东西 也不知道啥玩意儿 我问他不会又来向我借本钱吧 哪能呢 哥哥讲究人 我来向你告别 你去哪儿呢 哦是 这里庙太小 我赚了六七百万 已经容不下哥哥这条冲天龙 我打算走向国际 展现一代赌神风采 卧槽 短短时间 他竟然搞到这么多钱 我说 胡哥 你几百万都花出去了吗 那必须地 老弟的忠告 我一直铭记于心 不过这事也挺他妈苦恼的 买房买车又太麻烦 所以 我全能买砖石 你看这鱼缸里面的砖石 炫不炫酷 我差点晕过去 原来那薄膜鱼缸里 荧光闪闪的玩意儿 全是砖石 不过这货能听从前不过夜的劝解 倒真让我挺意外 胡三拍鱼缸 炫耀里面砖石的时候 那八爪鱼又开始动了 他大骂了几句操 无奈之下 又随着八爪鱼 跳了一支太空舞 跳完舞 他笑嘻嘻地说 等他好消息 走了 我也懒得再劝他 打扫了一下鱼铺 接到李小小的电话 说他搞直播回来了 约我在广场见面 小碗那里 钱用得差不多了 后期户里还要不少钱 阿姨病情稍微稳定 小碗不想让我太辛苦 已经火急火燎回去上班 我急需要钱 李小小这个富婆 不能丢了 匆匆赶到广场 却不见人 打电话问他 在哪呢 他回答 就在雕塑边的长椅上 快点过来吧 我在投屏里 见过李小小 可公园里 三三两两的人 硬是没找到他 正准备打电话 肩膀被人猛拍了一下 一个长得 如同相扑运动员 腹部肉 都要垂到屁股的女人 站在我身后 眼睛不满地瞪着我 我顿时吓了一跳 问他啥事 你是左翼波 他问 我非常奇怪 你咋知道我名字 我是李小小 他满脸无语 我梦了一下 李小小在视频里 谈不上很瘦 但也是个苗条漂亮姑娘 怎么可能是个 近三百斤大胖子 美女 别闹 是不是李小小 叫你来接我 我试探着问道 他白了我一眼 打开手机 撸起胖手 摆了个V字造型 拍了一张照片 而后 我见他加美颜 加滤镜 加瘦脸 赫然一个小美女 就呈现在手机上 正是李小小 我都要惊掉下巴 完全不敢吭声 我很丑吗 李小小见状 表情显得很恼火 那我走 我顿时反应过来 忙说道 不不不 你不丑 我丑 那什么 刚才就是稍微有点反差 一时半会儿没适应 李美女千万别生气 其实单论五官 李小小长得挺漂亮 但奈何她这体重 实在不敢恭维 李小小文言 表情有所缓和 递给我一杯奶茶 顶点奶茶 给你带的 这是网红奶茶 挺贵的 接近四十块钱一杯 我之前曾给小婉买过一杯 她一边埋怨我乱花钱 一边不舍得喝 还放坏了 她心疼了好久 李小小确实好 我说了声谢谢 李小小似乎觉得站得很累 挪动身躯 艰难地坐在长椅上 拍了拍边上 叫我坐过去 我只好坐了过去 没想到 刚坐上去 椅子承受不了两人重量 咔嚓一声响 竟然断了 摔得我呲牙咧嘴 手上的奶茶也翻了 李小小更惨 哎呦叫唤着 直接在地上起步来 像急了翻了背的乌龟 我只好起身 废酒牛二虎之力 把她拉起来 真你马壮 那什么 小小 咱还是站着说话吧 我喘着气说道 李小小干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不行 我站着太累 我朋友介绍了老贾 听老贾说 你有一些养鱼的神奇手段 可以改运驱邪是吗 你朋友真有眼光 阴阳与改运降服 非常灵验 小小你是改运 还是驱邪 我寻思十万块的用金 估计她遇到啥大难事了 李小小说道 都不是 我想减肥 我闻言 联想起李小小主播身份 以及那天视频 端着一盆比脸还大的面盆 问道 你 不会是做吃播的吧 网上有不少吃播主 都是肥头大耳 成天弄一些食材 夸张地用大锅煮 大盆吃 而且 他们这群人普遍一个规律是 从不直播吃青菜 全是大肉 等于拿着自己健康去换钱 李小小坐在地上 喘着粗气回答 是的 我寻思她也挺可怜的 为了赚钱 好好一个颜值姑娘 搞成这副样子 李小小可能觉得有点坐不住 叫我扶着她的后背 不然她喘不晕气 说不了话 这也太夸张了 我两只手像支撑坦克一样 支顶着她 两人的姿势 说不出的搞笑 还引来周围一些好奇的目光 李小小稍微好受一点 喘云了气 接着问道 左哥 你相信我以前是笑话吗 一胖回所有 李小小如果瘦下来 妥妥白富美 身边肯定一堆甜狗 我说 相信 贾琳以前不也是笑话吗 可你咋走上吃播这条路了呢 李小小叹了口气 开始解释 一年前 李小小其实跟正常人一样 还挺瘦的 她爸爸搞古董生意 去年开始一直跑国外拍卖行 剩她一个人在家后 这姑娘自立 把保姆辞了 准备独立生活 但又不大会做饭 频繁点外卖吃 可就从这时起 出现了两件怪事 一个是疯狂迷恋上了食物 李小小没有其他姑娘做 起初她还挺高兴 觉得稍微胖点也行 现在不都流行微胖美吗 可怪就怪在 她无论吃再多 还是觉得饿 肚子像甜不满的无底洞 一个是人变得奇懒无比 压根不想动 动一动就喘气 她之前挺喜欢运动的 还拿过去羽毛球赛冠军 但自那时以来 她叫外卖 还要让人直接送到床边 为此 不差钱的李小小 未省力气 还专门网购了一整套全智能家具 有一天早餐 李小小点了十八龙小笼包 那个外卖小个 成天送外卖 也跟她也熟悉了 对她说 你这么爱吃 还不如去做吃播 可以吃各种美食 还能赚钱 一听到能吃各种美食 她心里好像有个魔鬼 再也压制不住 于是 联系了一个吃播平台 当时平台面试题 是20斤乳肉 谁吃得快 谁成为主播 结果其他面试人员 当场就吃吐了 可李小小 足足吃了50斤 毫无疑问 她签约了 平台为了吸引流量 结合李小小的颜值 给她打造了个人设 吃不胖的美配棋 靠着强力美艳机器 展现出永吃不胖的 神奇大卫王美女效果 李小小在平台 拥有五六百万铁粉 成为平台的吸睛机器 我惊得目瞪口呆 问道 那你干嘛又想到减肥呢 李小小说 再过一个月 平台要进行粉丝嘉年华见面会 我必须减肥 不然会被视为欺骗粉丝 身败名裂 这半年来 减肥药 抽脂 针酒 气功 除了运动 能试的我都试了 体重不减反增 我皱眉道 那就你别做吃播了呗 这玩意儿伤身体 那不行啊 不能吃美食 我不如去死 李小小回道 随后她又说 我现在肚子又饿了 说完 她打个电话 一个助理模样的人走来过来 打开一个布袋 里面全是各大荤肉食 还是腌制的 有股独特的烟臭味 助理一边扶着她身子 一边喂给她吃 我的天 她嘴巴小 但吃起东西来 犹如猛虎 短短几分钟时间 二三十斤肉食全下了肚 咱别说吃了 看都看吐了 李小小满足地打了饱格 吩咐助理 再去买一点腌制卤肉 她躺在草地上休息 她眯着眼睛说 左哥 我听说阴阳于功效神奇 你能不能想办法让我 减到150斤以内 我不差钱 钱不够 可以再商量 一个月体重减一半 阴阳于当中 倒有庇佑健康的手段 通过改善气场调理身心 让胖变瘦 瘦变胖 忧郁变开朗 疯癫变内敛 最终达到阴阳平衡目的 但这玩意儿 时间要挺久 而且必须苦主全力配合 可像她这种吃法 神仙也没用 我严重怀疑 这十万块是赚不了了 可心中又有些不甘 试探着问道 一个月可能性不大 至少半年时间 更关键在于 你能控制住自己食欲吗 李小小躺在草地上 白了我一眼 我如果能控制食欲 自己不就减下来了吗 一个月 不运动 不结实 让我瘦 有没有办法 时间太短 你还控制不住自己 没用的 我真不忍心骗她 李小小文言 竟然哭了 男男道 我真想杀了身体里的贪吃魔鬼 经过上次视频 和这次短暂接触 我发现 李小小其实是一个性格直率 开朗乐观的女孩 现在竟然哭起来 可见她有多绝望 我叹了口气 正准备安慰两句 就起身回去 脑子突然一闪 贪吃魔鬼 她该不会是中邪了吧 我想了想 叫她先别哭了 问她自从贪吃之后 有没有什么怪事发生 李小小反问我 什么叫怪事 我说怪事 就是一些匪夷所思的事 李小小文言 脸部抽出了两下 愈言愈止 我见她那副样子 感觉有情况 就安慰到 你现在相当于一个病人 如果你想解决这个问题 咱必须说实话 不然你最终结果 就是一个被称死的美佩奇 李小小说 最初就单纯喜欢吃肉食 后来喜欢吃腌制肉食 前段时间也不知道怎么了 反而喜欢上发霉发臭的肉食 臭桂鱼 咸熏肉 俘乳提榜之类 最近 最近怎么了 我问道 李小小瞅了我两眼 脸带惊恐地说道 左哥 我说了你可千万别往外转啊 我向他保证 绝不外传 不然我也胖死 李小小白我一眼 咽了咽口水 说道 想吃尸体 我本来蹲着 一听这话 差点没摔过去 我惊问道 啥玩意儿 李小小说 你别害怕呀 我是想吃 又没真吃 有一次 我见到病医馆拉尸体 竟然觉得那玩意儿很香 想凑钱去咬两口 还好我忍住了 可现在吧 这种欲望 好像越来越强烈 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 我花高架聘请了一个助理 一来让他随时给我准备腌制肉食 二来防止我出事 说到这里 李小小又开始眼眶泛红 这都啥惊悚癖好 寻思办上 我推测90%中邪了 但这种变态的邪碎 还真超出我认知范围 我让李小小等一会儿 跑边上给老贾打了个电话 把情况跟他说了 问他有没听说过这种邪碎 老贾不愧老江湖 立马说 但俯鬼 专门喜欢吃腐落的鬼 鬼不是闻香的吗 咋还有喜欢吃这破玩意儿的呢 老贾教育我一通 小左你不爱学习 天下鬼语 水浒传 好汉一样 分一百单八种 什么奇形怪状的都有 有一种人 生前不羁口德 骂过佛祖 神仙 或者嘴里搬弄是非 害死过人 这种人死后 不能马上投胎 魂魄会先被打入毛坑 惩罚他嘴巴吃尽天下腐臭 而后才会有阴差 接引他们走轮回道 佛家叫这种受惩罚的鬼 为弹俯鬼 道家称为四变鬼 那个李小小 估计不小心招惹到在毛坑里 正在受惩罚的弹俯鬼了 把他给放了出来 俯身了 大千鬼见 无奇不有 以后咱得少骂人 老贾又交代道 左家阴阳余阵鬼霸道 这可是一笔大生意 你千万别遭见了 挂完电话之后 我心中有了谱 必须先弄清楚 李小小啥时候 招惹了这么恶心的鬼 为避免他害怕 我走李小小到边上 没说弹俯鬼的事 问他 你在贪吃之前 有没有掉入过毛坑 李小小回道 没有 我这辈子没去过毛坑 家里是智能马桶 外出直播在房车上厕所 马桶和房车 都不大可能会附弹俯鬼 我提出去他家看看 哥们身上有道符 也不怕那爱吃屎的鬼 李小小点点头 打来的电话 那个助理来了 我们一起 把他抬上了残疾人用的轮椅车 推着他走 公园离别墅不远 没一会儿 我们就到了 进屋之后 李小小被助理抬到了沙发 智能沙发说 欢迎主人回家 您漏尿了 请及时更换内裤 那个助理再捂住嘴笑 李小小脸疼一下红了 赶忙把沙发的智能语音系统关了 屋子里面没抚慰依然很重 如果屋子里有弹俯鬼 肯定某个地方有臭园 可现在满屋子没抚慰 压根不知道那破玩意儿在哪里 助理走后 我告诉李小小 必须先清理一下房间 他立马通过物业 叫了两个终点工过来 足足花了四五个小时 才彻底清理干净 终点工要喷芳香剂 我制止了 期间到饭点 李小小提出 交外卖给我吃 我果断拒绝 在知道身边有个爱吃屎的玩意儿之后 我没把昨天吃的给吐出来 已经毅力很强大了 他自己倒是每隔个把小时 拿着助理留下来的鲁臭肉在啃 吃东西时 他眼神心红 哈喇子乱淌 非常贪婪 惊悚 屋子打扫干净 我楼上楼下跑了一遍 发现没哪里有特殊味道 莫非不是弹夫鬼 我出门 又给老贾打电话 老贾说 你先别管他在哪里 你做个霸道点的余局放他家里 一旦这鬼东西附他身 直接干死不就完了 可敌案我明 这样搞我担心李小小出事啊 我回到 老贾说道 我跟你说 他现在已经想要吃酸肉 吃肉 证明非常严重 再不及时处理 他可能要杀动物吃生肉 然后不过瘾 杀人吃肉 我们可是收了钱的 屁股擦不干净 招牌砸了不说 报应严重 他这么一说 我顿时紧张起来 李小小是个心思 单纯的姑娘 我真不想他出事 赶紧回了屋 对李小小说 你减肥的事我能处理 但从现在开始 到我将于请回来之前 不允许吃任何东西 能做到不 多久啊 李小小抹着嘴里的油温 半天时间吧 我回到 李小小咬咬牙 行 左哥你快点 我一般一个小时 不吃臭乳肉 人就像疯了一样 我用小玻璃瓶 取了他中止血 为确保万一 我把两袋乳臭肉提走 还把他手机收了 免得他叫外卖 但富贵吃得越多 越粘越重 杀意越浓 李小小眼睛 死死地盯着 被我带走的乳肉 满腹痛心疾首的表情 出了门 我快速回到鱼破 上次给刘情驱小鬼 我当时只想着驱赶 不想伤害他 用了怒目罗刹 这次可是直接肝蛋浮鬼 我打算用一种霸道的羊鱼 叫秦高八剑里 秦高八剑里 号称羊鱼中的鹰鱼 这玩意儿有个典故 战国时 桌水边上有一条聂龙 不妖法 伤人无数 还嚣张自诩 除召唤天地真龙 无人能降服他 此时赶来了一位道家天师 叫秦高 秦高对聂龙说 平道无须召唤真龙 一条赤里即可 说完 秦高念咒 水面跳出来一条红色鲤鱼 鲤鱼长有八根长须 长须画剑 将狂笑着的聂龙 斩成八段 而后 秦高乘着赤鲤鱼 月下捉水 与画灯仙 李乃龙子 月门则为龙 八剑李乃道家驱鬼神兽 烧请渔符 撒三清祖室殿前的炉灰 滴血 前期工作准备好 我带着八剑李 匆匆赶回李小小的别墅 最后一道工序 是带他寄鱼 让鱼认主 一进小区 我惊呆了 小区里围了好多人 李小小像的疯子一样 扭动着肥胖的身躯 再追一条小宠物狗 他嘴里都是血 还有几左毛 那条宠物狗显然受伤了 再狂吠着转来转去 有保安来拉他 李小小反而嘶吼着 去咬那些人 他竟然再生咬活狗 我特么都梦了 狗咬人见过 人咬狗 还是第一次见 赶紧跑过去 去拉李小小 结果李小小心红卓眼 张嘴就向我脖子咬来 我急了 一个手刀砍在他的脖子上 他闷哼一声 如宝塔一样倒了下去 不好意思啊 他脑子有点问题 我忙对着周边人说道 保安说 作为家属 你知道他脑子有问题 还不管好 那条宠物狗受伤了 他主人回来 一定会找你们算账 我忙不迭说 一定一定 该赔就赔 而后 拜托保安帮我一起 把他扛回去 保安脑道 这么重 不扛 我无语到了极点 只好硬着头皮 把他背起来 这一背 差点把我泪吐血 几十米的距离 足足花了半个小时 到了别墅 我已经双眼翻白 歇了好一阵 才回过进来 李小小醒来后 恢复了理智 对着我大喊 左哥 我饿啊 求你给我吃的吧 我说 咱赶紧系完鱼 就不会饿了 李小小带着哭腔 我不减肥了 再不吃臭肉会死掉 左哥 要不你的肉 让我咬两口吧 就两口 我给钱 一口十万怎么样 卧槽 这是有多疯 我指着他怒吼道 有胆量来咬 我不敲碎你的牙 老子不信左 凶神恶杀的一句话 彻底把李小小给震住了 或许 把他体内的弹腐鬼震住了 乘此机会 我快速点燃鲫鱼香 力声道 跟我做动作 李小小被吓怕了 眼眶擒着泪 乖乖地跟着我做动作 动作一做完 李小小竟然扑通一声 再倒在沙发上 像死了一般 我吓了一跳 赶紧去探他的呼吸 发现一切正常 转眼瞅八剑里 他浑身憋得更加赤红 一种便秘拉不出来的感觉 鱼眼瞪得老大 在鱼缸里一动不动 八剑里是杨鱼中的鱼 如果有斜碎 应该反应剧烈才对 咋这副死样子 不过 我对自己养鸚鱼的手段 还是比较自信 静静靠在一旁的 这一等 足足等了一晚上 鱼鱼效果 确实比鸚鱼来得慢 第二天早上八点左右 来试了 李小小突然从沙发上崩了起来 哇哇对着地上狂吐 而鱼缸里的八剑里 嘴里也疯狂地吐着水泡 起笑了 整个屋子那个臭啊 简直别提了 我把房间所有的窗户都打开 还是散不了那股臭味 吐了一会儿 李小小又像疯了一般 刺着牙 快速向我冲来 什么情况 转眼一看鱼缸 八剑里在里面翻滚 显得非常难受 而后 突然一个鲼鱼打挺 又开始往外吐水 此刻李小小已经冲到我面前 但八剑里做出鲼鱼打挺姿势之后 他停下动作 又趴地上 哇哇开始吐 如此反复了好几次 不对劲 八剑里是驱鬼力气 但扶鬼要么跑 要么死 不可能有与他硬钢的本身 而且 鲼鱼打挺 证明八剑里 处于非常艰难的拉锯战当中 我脑子一炸 有人在斗法 去他大爷的 我遭遇干阴行的了 老贾曾说过三不沾 其中有一条 便是遭遇铜墙不沾 我怎么这么倒霉 竟然遭到了同行 赶紧给老贾打了个电话 说了一下情况 老贾一听 在那头急了 玩犊子 李小小肯定是有人故意弄他 你赶紧带着鱼撤 前我打回去 这事儿 我们必须赶紧撂摊子 我撤了 李小小怎么办 你管他怎么办 为什么遭遇同行不沾 就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手实力怎么样 万一比我们厉害 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马六点走 你用八剑里驱邪 我估计幕后那家伙 马上就要来了 李确实是这么个李 但如果我现在带着鱼撤 李小小体内斜碎不受压制 等于双方拔河 一方突然丢了绳子 李小小肯定受淡浮鬼反噬暴体 最终难逃一死 这与我亲手杀了他 又有什么区别 喂 小左你千万别发神经啊 说话 我挂了电话 我不遵从爷爷的交代 踏入阴行 实属无奈 相信九泉之下他会理解 可如果我贪生怕死 这可人安慰于雷卵 丢了左家阴阳于传人忠义秉信 爷爷一定不会放过我 我相信八剑里 哥们等着害李小小的法师到来 半个小时之后 门外听到一个声音 李小小 你的外卖 进来一个外卖小哥 我出门 签了字 叫他外卖放在边上 外卖小哥想走 我叫住了他 还有事吗 外卖小哥问道 问你个问题 直播平台给你这法师 开多少报酬 我冷声问道 此前半小时 我也没闲着 用手机搜了一下 李小小的直播平台 发现一年前有一篇报道 该平台一个当红直播女主播 直播吃咸肉时突然暴毙 死亡时的照片 与李小小心红双眼 口角流闲的样子 并无二致 外卖小哥脸色陡变 你瞎说什么呢 我一拳打过去 他在地上哀嚎 头盔掉落 竟然是一个光头 他迅速爬起来 往后急退两步 恶狠狠说 赶坏我是 说完 他疯狂奔到电动车边上 想开后备箱 我追出去 忽然发现 胸前的静明护体神符 开始发烫 后备箱有斜碎 哥们怎么会给他机会 飞起一脚踹过去 他翻滚出机米远 我砸开后备箱 里面竟然有一个玻璃罐子 罐子里是一缕长头发和指甲 我拿起罐子 狠狠往地下一摔 罐子碎了 淡淡的黑气飘出 奇臭无比 粪便的味道 那股黑气 似乎想尽办法钻入我体内 可刚靠近 道夫滚烫之感愈浓 黑气瞬间被冲散 那光头下的脸色煞白 迅急掏出风水灵 嘴里乌蛙念古怪咒语 叮铃铃晃动 我一脚踢过去 风水灵被踢飞 刚好落在八件鲤鱼缸边上 八件鲤在鱼缸里 一个鲤鱼打挺 风水灵砰一声爆了 光头瞬间口鼻飙血 呲牙咧嘴地站起来 满脸惊恐 左家阴阳鱼 算你识相 我大吼道 抄起边上一块板砖 狠狠地朝他打去 死光头还挺抗揍 被我打得血字呼啦 还在不断地挣扎 我热血冲定 狠不得揍死他 边狂打边骂 你他妈的 借送外卖给吃货们下蛋服鬼咒 哄骗他们 去平台做主播吸金 你们到底害死了多少人 正在此时 手突然被人拉住了 回头一看 老贾 老贾急到 再打他就死了 乘此机会 那光头挣扎起身 步履蹒跚 疯狂地跑了 我丢了板砖 气得不行 对老贾说 老谷 那王八直播平台 雇佣这个死光头法师 给女孩下蛋服鬼咒 既谋财又害命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老贾皱眉道 你刚才破了他的法 他遭反噬 一样会死 我知道 但我不解气 我脑道 你呀 你 什么都好 就是心太软 我就是不放心你 刻意跑过来 现在遇到一个本事不如你的 万一遇到个本事大的 今天死的就是你 十万块 我拿了必须心安 说完 我不理老贾 进屋子去看李小小 他虽然吐得满地都是 但脸色已经彻底转好 鱼缸中的八剑里 鱼身竟然流出红红的液体 那是血汗 可把这鱼割泪坏了 不过 八剑里斩鞋 确实很棒 光头的玻璃瓶被我摔掉之时 里面淡浮鬼的黑气已经非常之淡 全是八剑里的功劳 剑里小小彻底没事 我用他手机打了个电话给他助理 一起陪着送他去了医院 八剑里 我也放在了病房床头 交代他助理 务必要看好 医生检查之后直皱眉 说这是吃了多少垃圾东西 晚来一步 可能要器官衰竭 我拿着李小小的手机 通知了他在国外搞古董拍卖的父亲 几天之后 电视上播放了一个新闻 某吃播平台涉嫌诈骗 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控制 正是李小小工作的那个平台 邪气斩禁 正风徐来 善恶中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幸抬头看 苍天饶过谁 一个月后 李小小果然受惠原来样子 活脱脱一个高颜值小姐姐 我们之间还发生了一段故事 这个后面再说 那天送完李小小去医院之后 由于这单做得干净漂亮 老贾非常高兴 表示他请客 叫我带上小碗 去大吃一顿 活皮修能出血 也是头一遭 我提前跟小碗到饭店 点了一桌子菜 打算狠狠逗一下地主 老贾来了之后 见到菜单 脸都绿了 小碗看见他的样子 咯咯直笑 说道 贾哥你放心吧 你借钱给我妈妈治病 还没感谢你呢 今天我买单 老贾张嘴就说 那感情 转眼又瞅见我盯着他 老贾立马改口 那怎么行 说了 我请就我请 服务员 那什么 我身体寒凉 螃蟹 龙虾 海泥秋 就不用上了 饭桌上 小碗诚心诚意感谢老贾借钱 倒了满满一杯酒喝下去 脸颊泛红 说不出的动人 而后 他满脸幸福地告诉我 妈妈已经能开口说话了 第一句竟然不是问自己 反而问 小左哪去了 老贾也醉意袭扰 咪着酒说 小碗姑娘 钱都小事 小左吧 他要愿意赚 大把大把进账 但我觉着 你得劝劝他 他心太软 咱干阴行 这样不行 我不劝 小碗说道 老贾说 咋不劝呢 他改了 就不是他了 小碗回道 转头看我 翘脸坚毅地说 而且 我相信他本事 老贾文言 正了一正 唉 你们真是天生一对 倔啊 饭后我送小碗到医院 本来寻思 今天酒后 应该能与妞滚床单 但见小碗在病房里忙前忙后 又不好开口 小碗知道我心思 掐了一下我胳膊 红着脸悄悄说 干嘛那副委屈样 今天喝酒了 不怕生出蠢猴子吗 得 我要为下一代考虑 与阿姨打了招呼 回到鱼铺 刚开门 何八爷突然来了 我赶紧给他泡茶 何八爷却转身把门给关了 问道 小左爷 你认不认识胡三 认识啊 一个混子 前段时间还来我这请鱼呢 我回道 何八爷脸色凝重 出事了 我心中咯噔一下 忙问出啥事了 何八爷从身后掏出一个袋子 拿出一样东西 一见到那东西 我脑袋顿时嗡的一下 八爪鱼 一条半截胳膊 八爪鱼的爪子 死死地抓着那半截胳膊 还在拼命地吸已经快干涸的血 那断手的手掌 带着黄金打造的假手指 正是胡三的 八爷 咋回事 我急问 何八爷的话 让我惊得半天都做不得生 胡三到了傲事 与人上了牌桌 这祸在千佛手的助推之下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大有发歌风范 他兴奋起来 三天三夜不离场 把钱不过夜的规矩 完全抛到了脑后 足足弄了上千万 庄家不干了 指责他出老千 也就是作弊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 庄家无非是找个理由 要废了他 胡三却不干了 说出你妈个奶千 老子从不作弊 庄家便找了几个出千老手 清空场 与他玩 这个时候 如果胡三能借机 把弄到的钱全部输回去 也就没事了 毕竟奥地耍钱 人家也讲究何为贵 可胡三就是个脑残 在几个万年老千的 合力围攻之下 他竟然还把把顺大排 如此不识抬举 庄家挂脸了 动了绝招 叫了风水师过来 奥地开场子的 都有风水师压阵 风水师确实有本事 看了一会儿 发现了猫腻 对胡三说 朋友 你摸得一把好刀 乃座山门砍柴 留点青山传后生 此话是阴阳行当切口 意思是我知道了 你赢钱路数 你师程在哪里 大家都是混音犯的 你见好就收 胡三哪里懂这些 立马回道 滚犊子 别打扰老子发财 人家怒了 薄墨鱼缸和钱留下 人走 要不然 全留下 胡三当然不干 结果 几个壮汉出来 一刀下去 胡三的胳膊断了 本来准备立马做了他 可正在此时 薄墨鱼缸里的八爪鱼 突然跳了出来 竟然砸碎了大灯 全场一片漆黑 胡三也是狠人 竟然沉黑逃走了 当然 傲视场子赢钱靠对马 他一分钱也不可能对到 让人无比震撼的是 开灯之后 他们看到八爪鱼 竟然抓着 胡三那条断了的胳膊 身躯如动着 去排桌上摸牌 而且 那段手掌 每摸一张 仍然全是大牌 庄家判断 有人特意来砸场子 此乃断人活路的深仇大恨 他们根据胡三的口音 判断出 他是我们这块的人 而且 还让本地道上人 打听出来八爪鱼的来路 昨天 他们带着风水师 已经来到了城里 本来已经准备找我来着 何八爺无意间知道了此事 卖了大面子 让他们稍安勿躁 他先来问问情况 小左爷 真是你给胡三请的鱼 何八爺进一步确认 我点了点头 从来没想过 会惹出如此天大的祸事来 何八爺说 不是猛龙不过僵 麻烦大了 我想了想 八爺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就别掺和了 小左爷 这话见外 道上的事 你不用担心 强龙还压不过地头蛇 我先撑着 但庄家全听风水师的 此事 要彻底消于迷行 关键要搞定 那个风水师 这事 恐怕只能靠你自己 何八爺说道 八爺爽快 我也不客气 谢过他 表示风水师我来处理 八爺走后 我盯着那条八爪鱼发呆 改运命禁不沾 爷爷当年给大牢 请白龙脱衣 招惹来获释 今天 我同样遇到了 哪怕 我们都是被迫 都没有收钱 第二天一早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 准备出门去见那个风水师 老贾来了 他见我脸色不对 问我干嘛去 我交代他 帮我照看一下铺子 我有些私事处理 老贾一把拉住了我 不对劲啊 你到底啥私事 我准备撒个谎骗他呢 电话突然响了 小安打来的一接之下 竟然听到了胡三的声音 老爹 哥哥在傲视遇难了 好不容易逃回来 给我准备五百万 我马上要走 你怎么会有小碗电话 哈哈 弟妹在我手上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 送钱给我 我不会动他 哥哥抢救人 第二 不送钱给我 我将弟妹先奸后杀 你快点做决定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品尝一下 极品美妞的滋味 哈哈 边上传来小碗的声音 左翼 你别过来 他身上有炸药 我听到胡三 反复抽打小碗耳光的声音 不断地骂他臭婊子 多你马什么嘴 小碗被打得身影惨叫声 像一把尖刀 反复地捅住我的心 不断地气血 好 钱马上送到 你在哪里 我回到 胡三报了一个地址 挂完电话 我转身进了渔铺 老贾都梦了 跟进来忙问到底 怎么回事 我拉出屋里一个尘封已久的旧木箱 吹掉上面的灰尘 掏出一个盒子 盒子里面有几枚黑漆漆 软玉雕琢而成无头渔腹 回头看了一眼老贾 冷声说道 小碗被胡三劫持了 老贾瞅见我手中的软玉无头渔腹 脸色斗变 一把摁住了我的手 你想血葬渔腹 杀了胡三 要不然呢 我手捏高香 开始祭拜无头渔腹 每一个阴行 都有些歹毒的骇人手段 鲁班匠人 将死胎盘粉 放置在门楣之上 可以让屋主断子绝孙 风水试点八大凶穴 一个月可让埋葬者三代内有血缘关系之人 家破人亡 逢尸人逢尸之时 用经过毒泡铜水的献逢尸 可让家属直接进ICU 至于苗疆乌骨 南洋降投尸 反而骇人术法比帮人术法多 但用骇人术法 无一例外会遭到反噬 尸术之人往往不得好死 血葬渔腹 是阴阳于行荡的肃杀招 鱼匠低血在无头渔渔腹之上 将自己的魂魄 与渔腹融为一体 无头渔腹会成为鸚鱼眼中的饕铁美食 吞下去 鸚鱼立马暴体而亡 鸚鱼认主之人 也当场必死 当然 天地阴阳 成腹共丹 谁也不能逆天行事 你杀人 天诛你 渔将也会遭遇恨祸致死 爷爷曾交代 血葬渔腹之计 一辈子都不能用 胡三与八爪鱼魂千一体 我如果弄死八爪鱼 只能慢慢伤其魂 不能立马伤其筋骨 时间上 根本来不及 当初 将一刀剁成两段 也只让他遭受重击 并不会马上死 他的死 是被老张腕眼之后 被掐死 现在这种情况 我必须用肃杀招 你不要命了 血葬渔腹杀人 你会不得好死 车祸 溺水 中毒 坠楼 你想选哪种死法 老贾冲过来 阻止我记无头渔腹 我说 老贾你别说了 我不立马弄死他 小老活不了 哪怕以后遭反事 我认了 老贾脸上肌肉直抽抽 过来抢香 不行 咱可以报警 像胡三这种亡命之徒 报警反而只会激怒他 我推开老贾 用梅花刺刺中止血 老贾在一旁急得没办法 嘴里喃喃地说 玩犊子了 你要玩犊子 血落渔腹 黑漆漆的软玉 变得通体焦白 如同一坨软香肠 而那个八爪鱼 本来正趴在断手上 此刻闻到了 无头渔腹的血腥味道 突然变得异常躁狂 坐视弹跳 向我扑来 老贾眼急手快 拿起一个锅盖 猛地将八爪鱼给扣住了 等一下 我要救人 我脑道 正在这时 电话响了 胡三打过来的 你他妈来了没有 老子耐心有限 小婉在一旁没有声音了 我不知道小婉现在情况 非常担心 胡哥 我在向高利贷贷款啊 五百万哪有那么快 你让小婉同我说句话呗 他说不了话 小浪蹄子反抗精太大 我把他打晕了 你放心 哥哥讲究人 钱拿到之前 不会动他 妈拉个八子 要不是千佛手丢了 老子也犯不着 等你这点破钱 去你妈的 胡三恶狠狠地说道 我闻言 心中顿时 一个机灵 千佛手来财 远比五百万更有价值 胡三根本不知道 千佛手已经到了我手上 关心则乱 此前我一听到小婉被他劫持 第一个反应就是 立马弄死这个王八犊子 他既然如此爱财如命 不如试试其他办法 我冷笑着说道 胡哥 你可真蠢啊 哈哈 老子蠢 老子一路奔逃回来 躲过傲视那群 别独自追杀 常山赵子龙枪条万军 也没我勇猛 你确实勇猛 但你为了五百万得罪我 就有点蠢了 滚你妈的 佛手抓财一人 只能做一次 这可是你说的 老子难不成还等着你 给我再做一句不成 菊呢 确实不能再做 带你的千佛手回来了 你为了区区五百万 跟我干上 值吗 我能给你做聚财局 也能毁了这个局 你觉得滑得来不 胡三文言 在那头顿了足足一分钟 你他妈不会骗我吧 赌货智商确实堪忧 我赶紧拍了个八爪鱼的视频 给他传了过去 卧槽 还真是他 他咋回来了呢 不可能啊 傲视离这里一千多公里 他飞回来的 胡哥 八爪鱼与你浑千一体 你不死他也不会死 你去哪儿他也跟着去哪儿 至于他咋回来的 还用说吗 他自己偷溜到海鲜市场 被当成海鲜给运输回来的呗 他又不识字 怎么知道 哪趟海鲜车发咱这里 他都能认识各种大牌 你竟然说他不识字 巧了 今天早上我去进货 苗见他正趴在海鲜堆里 晃着爪子冲我打招呼呢 打你电话又不通 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真的假的 这么神奇吗 但凡胡三要是个正常人 就不会相信我满嘴鬼话 可这伙前妻 受到了千佛手赌局 无比强烈的冲击 为了钱 他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 竟然对此半信半疑 历令至婚 古人发明这个词语 多么精准 胡哥 左家人最讲情义 拿过鱼牌之人不能坑 不然 你这样对我女朋友 我早把千佛手剧裁剧给破了 可咱毕竟詹青 何必做这种两败俱伤之事 胡三在电话那头不吭声了 末了 他又问道 那我咋知道 你没破掉剧裁局呢 我愣了一下 立马解释道 这么低 我带一副没拆封的扑克牌来 鱼带过来之后 你先让它自摸一把 如果能抓到大小王 证明局没破 万一 你个小瘪犊子 等我走之后 把局给破了呢 胡三也不算太笨 我回到 说这话可没意思了 你哪天要觉得不能剧裁 再把我或者小婉 抓去不就行了 我们总不能为了破你财路 躲猫猫一辈子 卧槽 卧槽 好像是这么个礼啊 老爹 抱歉抱歉 哥哥可能冲动了 你赶紧送鱼来吧 胡三嘻嘻直笑 挂完电话 我转身给八爪鱼 喂了一把腐蚀粉 腐蚀粉会让八爪鱼染上尸毒 导致于神经错乱 几个小时之后 它会主动攻击 以刃血的主人 人一旦被它要咬伤 一个月内 必然中尸毒 飞风济亡 像胡三这种亡命之徒 只要活着 一旦他有任何一点不满意 哪怕输几局牌 发起风来 死的一定是我们 对他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我启用了备用的缓杀方案 老贾在一旁听到我们的对话 惊得目瞪口呆 而后 他问道 胡三怕是脑子有问题吧 八爪鱼自己坐车回海鲜市场 这种鬼话也信 我说 你要是一晚上 能靠它赢上千万 你也信 为确保万无一失 我还是把低了血的 无头玉玉腹给带上 暂时用小盒装着 遮蔽他的血腥器 防止八爪鱼突然蹦起来吃 开着老贾的金杯车 我们呼啦啦地往城外赶 胡三约定的交易地点 在郊外河边 我们赶到之时 胡三面目猙獰 一只胳膊卡着小碗的脖子 上面还架着一把刀 小碗美眸紧闭 嘴角流血 已经晕了过去 我瞅见小碗的样子 顿时气得牙关咯咯响 恨不得上去立马将这王八犊子 千刀万剐 老贾低声说 别冲动 不逞一时之勇 下车之后 胡三瞅见我们 呜呜哇哇地冲我们招手 还学起了月枪 雷喉啊老弟 我强忍着心中的愤怒 胡哥 鱼给你带来了 胡三说 很好 你一个人过来 那死老头 滚两百米之外 我冲老贾点了点头 拎着鱼独自走了过去 胡三瞅了瞅我手中一动不动的鱼 冷哼一声 他不会死了吧 我说 奶能呢 要不我让他跳一下舞试试 实际上 腐蚀粉刚吃下去 就像喝了高度酒一般 八爪鱼现在醉得跟傻逼一样 你即便叫他动 他都懒得动 除非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赌博工具 可千万别 老子跳起舞来 容易伤到弟妹啊 胡三害怕我屎诈 脸色突然变得猙獰 手中的刀也紧了紧 这样 你先把鱼和扑克牌一起丢过来 我抬手将八爪鱼和扑克牌丢了过去 不由自主地顺势往前挪了两步 胡三健壮 大吼道 你再往前一步 老子捅死他 我立马不敢再动 胡三用脚勾着扑克牌 眼睛死死地瞅着我 慢慢地弯下腰 捡起扑克牌 而后 他迅速起身 刀再次架在小碗的脖子上 用嘴巴撕开扑克牌包装 往地下配一身狂吐 扑克牌顿时散落了一地 八爪鱼果然开始动了 他蠕动着身躯 爬向了两张牌 用触腿慢慢地撩起来 尽管 我对千佛手局无比自信 但此刻仍然紧张地不行 感觉心都 跳到了嗓子眼 原则上 他此时应该不会失误 但毕竟 刚才吃了腐蚀粉 但谁也保不弃万一 排面翻了 一对三 我脑袋顿时嗡的一下 胡三立马将刀往下一压 小碗白皙的脖子 瞬间渗出了血 他面目猙獰地大嚷道 你竟然敢耍老子 老子他妈捅死他 胡哥别冲动 这不可能 我快急疯了 脚步已经踏出 胡三非常警惕 扯着小碗 往后击退了两步 别动 老子叫你别动 我手已经拧开了 无头鱼副盒子的开关 准备甩过去 胡三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小左 你很不错 千佛手拒财局确实没破 其实哥哥刚才心里想的 就是让他抓一对三 没叫他抓大小王 是不是很惊险刺激啊 哈哈 我气得牙根直痒 心里却一再告诫自己 一不能耸 二不能慌 实在不行 将无头鱼副丢出去 届时 胡三一定会将关注度 放在突然蹦起 赤鱼副的八爪鱼身上 来不及反应他 就会暴体而亡 我说 胡哥 不带这样玩的 我还能骗你不成 你放了小婉 只要我还活着 保证千佛手的局 永远不会破 是吗 胡三冷笑着问道 我斩钉截铁地回道 必须递 胡三将八爪鱼 放进自己口袋 可能忽然觉得不大对劲 又掏出来瞅了几下 翻着白眼问道 他怎么软啪啪的 像个醉鬼一样 他旅途一千多公里 集装箱又臭又闷 肯定累啊 你回去 可得好好僵养僵养 有道理 宝贝确实受苦了 你把车钥匙丢过来 往后退 我心中顿时一喜 将车钥匙丢了过去 胡三捡起车钥匙 嘴巴叼着 一手卡着小婉脖子 慢慢地往金杯车上靠 一边挪动一边说 老弟你放心 哥哥 以后还要靠你护局 不会伤害弟妹 等我上了车 就把他还给你 今天这一夜 咱接过去 成不 行 我相信胡哥 我手死死地捏着无头欲腹 一旦发生变故 立马抛出去 此时 老贾对我暗暗打了一个OK的手势 胡三打开车门 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细血地瞅了我们两眼 猛地将小婉推倒在地上 迅速上车 呜一声发动走了 我们赶紧冲了过去 车已经开出十几米远 胡三探出窗户 哈哈大笑 老弟 其实炸药是假的 胡哥 其实 刹车也是假的 我对他大喊道 胡三文言 脸色陡辩 疯狂踩刹车 大骂卧槽泥马 他想推车门 但车 已经完全不受控制 扑通 一声破金杯车钻下了河 河面立马冒着大泡泡 我见小婉并没有致命伤 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赶紧冲到河边看去 果然 胡三不愧是能从 傲视千里走 单骑回来的好汉 命真他妈硬 他竟然砸碎车玻璃 逃了出来 手死死地抓着八爪鱼 在水里不断沉浮 向对岸疯狂地游动着 嘴里边 涂水边大骂道 亡八犊子 欺人敢因我 老子一定会回来弄死你 我冷冷回到 欢迎回来 期待吃腐湿粉了八爪鱼的神奇效果 预计几个小时之后 他就会攻击胡三 回去路上 老贾说 他的金杯车刚好值六万块 上次李小小的钱 就不给我抹账了 我就出了小碗 挺高兴 完全不与活皮修计较 三天之后 我正打包一份胡辣汤回铺子 街角处 遇到了一个棚头垢面 手里捏着八爪鱼尸体的独臂男人 他浑身奇臭无比 满脸不满诗斑 口角流闲 颤抖着双手 向我讨一口汤喝 一个疯子 他是胡三 我向他走了过去 我将手中的胡辣汤递给他 胡三饿坏了 也不怕烫 留着哈喇子疯狂递喝 他喝完汤 将塑料汤喝舔得干干净净 又将八爪鱼尸体放在盒子里面 拿手反复拨弄着八爪鱼尸体 笑嘻嘻地说 抓大 快抓大 你们这帮憋孙快给钱 我问他 你知道我是谁不 胡三口歪鼻鞋地围着我打圈圈 瞅了好一会儿 忽然脸色一变 你是 正当我觉得 胡三既然疯了 还能认出我 还挺牛叉的 结果 这货似乎见到了超级好笑的玩意儿 突然手指着我狂笑起来 你是大脊巴 哈哈哈哈 胡三与八爪鱼魂千一体 这个时候 我只要告诉他 千佛手局已经破了 八爪鱼死了 他体内被适毒侵蚀的残魂 唯一念想 必将彻底消散 很快就会暴毙 可我见他疯疯癫癫的样子 又于心不忍 给他点了一根烟 打了个电话 通知了收容所 胡三之士 给我一个沉重的教训 人可吃饭 亦能适当加肉 但万不可吞天 否则恨祸必来 回到那天就出小碗 我们送他到医院处理好伤口 小碗醒来 吓坏了 一直哭 我安慰他一阵子 他才缓过进来 我急着暗和八爷给的地址 去见傲时来的风水师 老贾问我需不需帮忙 我不想让小碗知道这事 白了他一眼 尽点货帮什么忙 你帮着照看好小碗就行 匆匆赶到一家茶楼 进了一间包厢 一见到里面的场景 我吓得转身就走 茶室包厢里 坐着一个穿中山庄的中年男人 手中玩着一串菩提念珠 正在闭目养神 他身后站着 一排西装墨镜男 黑T恤上面 全映着骷髅头 一个个肌肉紧视 太阳穴凸起 全是练家子的 更关键的是 他们腰间全憋着西瓜刀 对不起 走错门了 我刚想出门 两个墨镜男身去移动 挡住了退路 中山男睁开眼睛 打凉了我两眼 开口了 左先生 一直等你吃下午茶 茶已经凉了 标准越是普通话 其实挺客气的 但结合他身后一排 明晃晃的砍刀 听起来却无比惊悚 我心里把胡三祖宗十八代 全给骂了个遍 不对 哥们与他沾点亲 往上十八代 算同宗了 这货给我捅这么大篓子 真他妈该死 不过 我又疑惑不已 何巴也不是 说他先把庄家给撑住 叫我单独来处理风水师之事吗 咋现在混子直接带刀来了 难不成他的面子不管用 笔人姓韦 叫韦哥王 傲视维多利亚娱乐城顾问了 中山男自我介绍 韦哥王 要不是气氛实在太凝重 我他妈差点笑出声了 后来我才知道 这货其实叫韦哥王 韦多利亚娱乐城的首席风水师 韦哥 幸会幸会 我强忍着心中不安说道 魏格王文言 脸色有点不悦 雷戏不戏 嘲笑我的名字 不敢不敢 我是来与韦哥交朋友 解释情况的 我赶忙说道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魏格王点了点头 将头转向那群T恤男 雷们不要站这里了 内地是法治社会 左先生真汉子 单刀附会 没什么好担心我的了 卧槽 感情他们待在这儿是为了保护风水师呢 一群T恤男听了 走出了门 但我感觉 他们并没走远 而是在隔壁几个包厢坐了下来 把这个包厢给团团围住了 那什么 韦哥 胡三的事 我刚想开口解释 魏格王却摆了白手打断我 示意我坐下 阴行规矩 冤家已解不宜解 我来出局 左先生来解局 恩怨局中了 撤局哈哈笑 随后 魏格王摆出来一副黑白棋盘 一瞅见那副黑白棋盘 我心中顿时一个机灵 棋盘由一张人皮晒干制作成 而黑白棋子 全是用人的头盖骨雕琢成形 表面光滑 晶莹剔透 往外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阴气 爷爷曾告诉我 南越阴阳师解决争端 往往采取出局解决方式来处理 瞅着文雅 其实凶险至极 比如 想投尸比拼 一般互相给对方下个将 解得了 自己则活 对方受反射而死 解不了 自己则立马死翘翘 我也曾见过 英书电影里 展示南越驴山宗斗法的场景 法师赤脚爬钢刀 爬到最高处 被睡在刀尖 对方站在梯子上 轮大棒死命垂胸十八下 看最后 谁顶得住 拼的就是双方实力 魏格旺叫我解决 竟然是下棋 魏格旺摁了一下 台桌上的服务灵 一个女服务员 端着茶壶进来 魏格旺说 阿妹 快给我客人倒杯热茶哟 女服务员连忙答应 端起茶壶给我倒茶 可茶水不小心 见到了人皮漆盘上 服务员觉得很抱歉 拿手去擦拭茶水 结果 他手无意碰到一枚头骨棋子 突然尖叫一声 茶壶摔在了地上 而他触碰头骨棋子的手指 立马变得一片漆黑 并速度奇快地 往整条胳膊蔓延 表情显得极度猙獰痛苦 魏格旺见状 大吃一惊 立马拿出一根红绳子 迅速扎紧他的腕口 防止黑气蔓延 而后 他口中念了一段古怪的咒语 咒语一出 服务员突然眼神迷蒙 成梦状状 魏格旺拿出一个桃罐 在女服务员的伤口处 倒了点粉末 伤口呲呲地往外冒着白烟 一会儿之后 他手掌中黑气消失了 魏格旺在念几句咒语 女服务员回过神来 似乎压根不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 魏格旺假装不满道 内地茶文化不像话了 出去吧 梅恩灵别进来了 女服务员一再抱歉 捡起茶壶走了 魏格旺冲我微笑示意 南月皮股齐 雕虫小记了 想必左先生破局 易如反掌 请黑子先行 南月皮股齐 从刚才女服务员 触碰妻子的邪门表现来看 这玩意儿 必然浸泡了邪毒 我可能下不到两步 就死翘翘了 哥们倒是会下围棋 但压根不会斗法 可人家是来找茬的 目的就是要斗死我 我脑瓜子嗡嗡响 伟哥 我不大会下围棋啊 要不咱换个局 魏格旺说 左先生 雷可能不懂南月规矩 换局算认输哦 你的人 在维多利亚娱乐城 犯下了天大的事 我们老板麦何先生面子 不予追究 他们正在楼上喝茶 决定让我们按阴阳行当规矩 各出一局 拜拜手腕 大家和气生财了 不过 我们是客 由我们先出局了 但如果左先生不敢硬局 或者换局认输 那就是不给我们老板面子 外面的小弟弟 会砍死你们哦 当然 不一定在今天 反正 他们一定会砍死你们哦 他嘴里说 砍死我们 如同在菜市场杀鸡一样 脸上古井无波 何八爷确实卖面子 撑住了庄家 可他根本不了解 阴行斗法的凶险 认为我能够应付 得了风水师 同意采取这种鄙视办法 殊不知 阴行谢局不比武行打架 从来没伤 只有死 我特么能说 哥们其实只是个卖鱼的布 魏格旺说 由客人先出局 仅仅是一句客套话而已 真实原因是 胡三去挑衅 砸人家饭碗 他们站里 必须先出题 此乃阴行规矩 这帮憋独子 可真狠啊 魏格旺的警告 不无道理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别说他们 像胡三这种无脑暴徒 我都差点翻车 即便他们 今天不动手 总有一天 会让我挂掉 更关键是 我挂了不打紧 要连累和八爷也挂了 到阴间去 咱都不好意思跟八爷打招呼 我顿绝全身发冷 下是死 不下也是死 就在此时 我突然发现 胸前的静明护体神符 开始发烫 身体稍微靠近棋盘 烫感愈发明显 往后一撤 又变得凉一些 脑海中突然想起老贾的话 静明护体神符 可保神魂稳固 能辟万千邪毒 上次干外卖法师之时 但俯诡仪靠近我 瞬间被他给消散 他能抵抗住 南越皮股旗吗 谁都怕死 我也不例外 一时间 气氛非常凝固 魏格旺冷笑一声 再催了我一遍 这声冷笑警醒了我 骂了个叉子 赌一把 人生就像打电话 不是我先挂 就是你先挂 哥们 要下气吓得死翘翘了 做鬼也要弄死魏格旺 再说 我坚决 不能连累何八言 这是做人的底线 我说道 行 按你们规矩来 魏格旺竖起大拇指 真汉子了 我一咬牙 双指 去捏一枚黑子 刚触碰到黑子 浑身犹如电击 一股异常冰冷之感袭来 恰似手臂速动 麻木难以动弹 随后 胳膊若万千毒虫是有 耳朵 甚至听到凄厉的 鬼哭狼嚎之声 转眼一瞅胳膊 从肩往下 邪毒侵蚀严重 漆黑如墨 我差点整个人翻倒过去 玩犊子了 忽然 静明护体神符 若烙铁一般滚烫 浓烈地暖流贯穿手臂 耳畔恍若想起万千惊咒 鬼哭狼嚎之音 被瞬间压制 胳膊迅速恢复长色 也能动了 刚才一切 发生只在电光火尸之间 我甚至来不及清晰感知 一针一环 真假难定 魏格旺本来无比轻松 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情 此刻脸色斗变 瞳孔真的像铜锣一样大 像看外星人一样瞅着我 我内心激动万分 心中狂骂 老贾 你他妈总算做了一回人 我果断将黑子落在了人皮气盘上 冲魏格旺扬了扬下巴 伟哥 到你了 魏格旺呆立半赏 一动不动 直到我再次催促 他才捏了一枚白子落下去 魏格旺出的局 他自己肯定不会有事 再次轮到我落子 魏格旺一双牛眼 死死地盯着 我去捏黑子的手掌 眼神间流露出 让我瞬间死悄悄的浓烈期盼 我也慌得一批 刚才那下 到底是不是碰巧 完全没底 强压住心中不安 再次去捏一枚黑子 同样的感官再度迅疾袭来 静明护体神符 又强势急速压制 而此次 甚至连胳膊的肤色都没变化 反复下了四五枚棋子 到后面 我每捏一枚棋子 就如同蚊虫叮咬似的 竟然还有一种变态的快感 魏格旺已经彻底慌了 他额头汗如雨下 胸前衣衫透着汗 拿一块手帕不断地擦 但汗却越擦越多 下完这盘棋 就该轮到我出局 他解决 此前魏格旺信心十足 以为南越屁股棋 足以弄死我 完全没预料到 我竟然轻松已对 当然 别说他了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他现在根本不了解我的手段 心里肯定觉得 下巴轮到我出局 必然会置他于死地 我见魏格旺一身臭汗 摁了一下铃铛 学着魏格旺的腔调说道 阿妹 快点我朋友倒杯凉茶哟 服务员上来后 我让他把茶壶留下 自己起身 给魏格旺倒了一杯凉茶 伟哥 瞧你一身汗 怕上火喝凉茶了 茶还没倒完 魏格旺竟然扑通一声 整个人再倒下去 棋盘翻了一地 他无比狼狈起身 脸色煞白 嘴唇发抖 长叹了一口气 一酸更比一酸高 左先生 我输了 请你出局吧 一山被他说成一酸 我差点笑出声 哥们一脉阴阳鱼的 没那么变态的斗法手段 只想此事快点了结 再说 好端端地弄死他 又没人给我加油加油打打气 我的局非常简单 石头 剪刀 不 我笑着说 魏格旺文言 愣了半赏 露出满脸吃了屎的表情 左先生 莫要搞我了 没搞你 三局两胜 你要赢了 麻烦到你老板面前解释一下 胡三的事 与我鸡毛关系 都没有 我只是 给他弄了一条锯材风水鱼 他自己跑去找死 活该 伟哥 咱都是干阴行的 多条朋友多条路 以后有啥事你也都担待 我解释道 魏格旺 被我彻底整猛了 我没再理他 催着他出拳 让他连赢了两把 出包厢门的时候 这货竟然还没反应过来 脚被门砍绊了一下 哀忧一声 摔倒在地 一群T恤男速度冲出来 凶神恶煞地围住我 魏格旺冲他们大吼道 吃馅 收皮了 这话我听懂了 魏格旺骂他们 傻逼快滚 T恤男文言 不知情况 全傻在原地 正在此刻 何八爷和一个穿西装戴金丝眼镜的男人 匆匆走了过来 何八爷冲我赞许地点点头 金丝眼镜男 见了这副场景 表情显得无比震惊 魏格旺起身 叫了一句 吴老板 随后 他凑在吴老板耳边 低语了几句 吴老板文言 脸色大变 大吼一声 不能让他走了 T恤男听令 呼拉一下 将我和何八爷团团围在中间 西瓜刀腔朗朗拔了出来 我都猛逼了 年轻人这么不讲武德 何八爷也大吃了一惊 伸开手 护住我 转头即道 吴老板你 我刚想开口 叫何八爷先冲出去 结果 吴老板伸出手来 激动万分地说道 左先生大本事 荣幸荣幸 我们谈一下好不好 卧槽你马 这特么都啥臭毛病 谈一下就谈呗 吼那么大声 弄得我小心肝扑通扑通的 魂都差点下飞了 吴老板又说 这里不是谈试的地儿 他转头吩咐人 赶紧去订酒店包厢 而后 毕恭毕敬地请我出门 何八爷也大松了口气 微笑着拍拍我肩膀 附在我耳边 意味深长地说 小左爷 你发财的机会可能到了 坐上吴老板的家常林肯 来到最大酒店一个包厢 里面服务员 全是清一色的美女 细节服务到极致 我本来想脱了外套 挂在椅子上 美女服务员却直接拿了 帮我仔细地挂在 单独柜子里 外面还上了锁 哥们一个大排档小王子 来到这种地方 还真有点不自在 吴老板交代服务员 傲视空运来的三文鱼先上 我果断拒绝 对不起吴总 我从不吃鱼 吴老板立马纠错 该死 该死 我激动地都忘记 左先生身份了 换几品大龙虾 其实我就想吃盘酸菜炒大肠 但估计这鬼地方也没有 只得作罢 包厢里就四个人 我 吴老板 何八爷 魏格旺 吴老板和魏格旺 硬是让我做主位 琳琅满目的菜肴上罢 吴老板先连敬我三杯 左先生 此次多有得罪 千万不要见怪 接着 他又敬何八爷一杯 感谢八爷介绍这么一个好朋友 让我认识 客套来去 总算知道了吴老板的目的 这孙子言外之意 一来他决轻松搞定魏格旺 本事太大 担心我报复他 二来他想请我做维多利亚的顾问 年薪让我随便提 我来吃饭 本来想着再解释一下胡三的事 让他们今后别再找我麻烦 没想到他竟然对我怕成这样 心中不由得有点发笑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在吴老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要是刚才没斗过魏格旺 在他眼中 估计就是一只该死的蝼蚁 但现在 反而成了他感到恐惧和极力巴结的对象 我叼着烟 不吭声 吴老板和魏格旺对视了一眼 魏格旺立马端起酒杯 左先生 比人惊人冒犯 鬼酒懂了 魏某先表诚意 而后 他拿起一个叉子 突然刺向自己的眉心 表情扭曲地挤出来 几滴眉心血 血滴落在酒杯里 一饮而尽 抹了抹嘴 接着说 魏某今后每多吃一餐下午茶 是左先生恩赐 这叫点刺眉心血 南越规矩 眉心可观天 天若破 人则亡 点刺眉心 滴血进对方酒 代表对方就是自己的天 这条命 可以随时让对方收了去 魏格旺这个举动 让我挺意外 一来 此人讲规矩 有老派风水式的风骨 二来 找我麻烦的幕后主使是吴老板 他有点代主受过之意 显得忠义 何爸爷尽管不知道 刚才斗法发生了什么 但估计 也猜出个大概 以为我要揪住他们不放 微微皱眉说 小左爷 我端起酒杯 打断道 八爷 吴老板是你的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傲事我不会去 但以后 咱有事可以合作 转头 又对魏格旺说道 魏格你放心 咱这里 也没南越那种刺眉心血的规矩 几句话给足了八爷面子 婉拒了吴老板邀请 又让魏格旺彻底宽心 一箭三雕 果然 三个人闻言 脸色均大喜 吴老板和魏格旺开始频繁地向我们敬酒 一席饭倒吃得挺愉快 吴老板说 左先生 维多利亚娱乐城 在澳市还有些排面 但排面大了 难免有些小人觊觎 许多赌徒找阴阳诗诗法 身带运才五小鬼 同前想 鬼找文等来砸场子 烦不胜烦 不过 像胡三这种逆天的招财局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别人想从你这里 请一尊鱼回去 不为其他 只要能够 把那些来砸场子的鞋东西 抵挡在门外就行 价钱请随便出 我问 吴老板 长子李 应该请了关公吧 再说 有伟哥协助 不至于还要加保险啊 魏格旺很实称 左先生 有所不知了 关公睁眼闭邪没错 但术法太过普遍 很多人都会破 就在我们来的前几天 长子李 官二爷眼睛不知道被谁胡上了带血卫生巾 我一口茶差点喷出来 又觉得有点失态 忙摆手 你继续说 魏格旺说 我对南越一带风水术 有解决办法 但维多利亚娱乐城 很多内地人去玩 各种门派五花八门 应付起来很累 比如胡三 我至今不知道 八爪鱼是怎么抓牌的 风水行对阴阳鱼之术了解的人不多 如果能请到一尊庇佑鱼 它们破不了 能避免很多麻烦 我们也可以集中精力 处理大问题 话道也诚恳 他们的意思 想利用大家对阴阳鱼术的未知 请一尊鱼回去镇场 这事儿相当于驱邪 不是利用来鱼来招财赌博 倒没啥问题 羊鱼有神佛刚气 而且没什么副作用 更关键 我现在确实急缺钱 我回答 可以 但镇宅鱼一般比较大 我得去市场进货 一天后能做成 至于效果如何 我不敢保证 吴老板闻言大喜 左先生请出个价 我寻思 一般羊鱼都卖二千块钱 镇宅鱼 要稍微贵一些 就伸了四个手指 打算要四千 才四十万 没问题 吴老板转手掏了一张卡出来 魏格望满脸崇敬 向我竖起大拇指 左先生大本事 又不爱财 另位某钦佩 说完 他倒满一杯酒 冲我一杯干了 我特么心在低血 恨不得抽自己两大耳瓜子 贫穷限制我想象 我要是伸一个手指头 不就来了一百万 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 但话已出口 不能更改 只得寒泪把酒喝了 回去的路上 和八爷说 江湖被有人裁出 左少爷人中之龙 为人处事 远胜左老爷 你今天一番话 以及答应请鱼 让他们彻底放心 如果你硬要拿捏着拖大 他们必然是你 为一颗不得不拔除的定时炸弹 时时想拆掉你 你这样一来 反而多了朋友 我感谢八爷帮助 阴行山外有山 各种竖法五花八门 实在不敢拖大 八爷点点头 你一定会成为阴行大家 告别八爷 去医院没见着小碗 打电话给他 小碗回答在鱼铺 回到鱼铺 见小碗正在收拾东西 他笑着问我 回来了 我见他手臂的淤伤 想起胡三对他威胁 就问他之前怕不怕 小碗答非所问 我不去上班了 干嘛不去呢 我家妞也会被开除 小碗突然不吭声了 我问他到底咋了 哥 你别做阴语了 我倒不怕 但你要出了事 我怎么办呢 反正我今后不上班 守着你 老贾的钱 咱慢慢还 行吗 说着话呢 小碗美眸情泪 快落下来了 我笑着对小碗说 我今天一单 赚了四十万 还是洋鱼 小碗压根不幸 我简单解释给他听 小碗听了 秀眉紧促 仍然显得担心 还想说什么 我一把将他抱起 小碗猝不及防 叫呼一声 我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别说话 咱干点该做的事 关铺子 关手机 关电灯 抱上床 终于 成功攻下了堡垒 整整一天 我们没出门 一日早上 我后背 满满都是小碗的指甲挠痕 有些刺痛 但依在骨子里 却是幸福与满足 下床之时 脚有些发软 差点摔一跤 小碗裹着被子 无嘴嗤嗤嘲嘲笑 笑啥玩意儿 有种你下床试试 我白了他一眼 小碗不服 尝试下床 却撕着牙 难以挪身 我狂笑不止 小碗脸疼一下红了 拿枕头丢过来砸我 左翼 你太坏了 两人闹腾了一会儿 我打开手机 老贾的未接来电 有十来个 回拨老贾电话 他在那头显得非常愤怒 你他妈没投胎啊 再不接电话 老子要报警了 我问他啥事 老贾说 没事 就是怕你死了 欠债不还 说实话 那什么 最近我有一笔生意 要出趟远门 你去哪呢 这你就别管了 对了 我不在家 生意继续 因料我也给你备足 在铺子里 我本来想告诉他 吴老板的是 但话到嘴边没出口 毕竟这是自己 懒来的生意 寻思等他回来 再转他卡上 不过 我始终对老贾 那个道士朋友 非常好奇 道夫硬钢 男屁股旗 救了我一命 算天大的恩了 我也不管什么 互不问到规矩了 问老贾 你那个道士朋友 哪个派系的 春 静明派啊 那幅不是叫 静明护体神幅吗 哎 你少打听啊 我这朋友 处于半隐居状态 要不然 驱邪正轨的活计 也不会叫你 老贾说道 我说 你这叫什么话 倒是驱邪正轨确实强 但改运降服 我更在行啊 咱不是想认识一下 有机会合作吗 没他妈一点机会 老贾撂完这句话 电话挂了 小婉在外面大气 其实在我面前 非常乖巧小女人 在我的劝说下 她还是去上班了 我去市场上 采购了两条五王针 五王针因体型较大 成年五王针 可像条熬犬大 外形酷似鲨鱼 也叫淡水鲨 他额头上 有像老虎一样的王子花纹 据说 汉光五帝留袖起兵时 被敌人追河边 逃无可逃 淡水鲨驮着他过河 光五帝 用剑在他额头上 刻了一个王子 封他成为河王 凡帝王赤风过的玩意儿 都有神性 可辟万邪 镇宅鱼不须赐主人邪 主要烧阳宅地址 看他吃不吃灰 如果吃 表示他愿意去宅子 镇宅避邪 如果不吃 表示他不愿意走 让我没想到的是 寄完鱼 一烧维多利亚娱乐城的地址 两条五王针 竟然疯狂抢着吃 没一会儿 吃得干干净净 千里之外 他们也愿意去 勇敢 打电话 把吴老板和卫格旺叫来 他们来了后 先参观了一遍鱼铺 嘖嘖称奇 都说想不到脚的全傲是 轰轰烈烈牵佛手 竟然出自这个小铺子 魏格旺认为我大隐隐于世 当代风青羊 更加佩服我 他们指挥手下 将鱼缸小心翼翼地搬上了车 半个月后 吴老板打了电话过来 说两条五王针请回去之后 简直太神了 每当两条鱼翻滚土泡泡 额头上的王子变成新红色 厂子门口 就有人口吐白沫直抽搐 跟杨角峰发作了一般 一查之下 他们都是一些带鞋 或进厂子狂钱的家伙 现在 他把大厅睁眼关公给挪了 按防弹玻璃标准 给鱼缸打了大罩子 每天派十几个保镖巡逻守鱼 我寻思 这也太夸张了 说 恭喜恭喜 镇宅鱼没那么多讲究 正常供奉就好 吴老板对我不能去澳市发展 一再表示遗憾 并邀请我有空一定去澳市耍 我回答 今后有机会 后来因生意关系 一年后 我还真去了一趟 吴老板客气带我耍了个遍 魏格旺也挺厚道 这是后话 这次不仅把胡三留下来 一屁股是给擦干净了 还净赚四十万 吴老板走那天 我相当高兴 骑着小毛驴去理发 到了理发店后 发现几个发型师都在忙 我相熟的理发师小钟 正给一个美女弄头发 我只得坐在沙发上等着 美女额淡脸 月带眉 长得很漂亮 一身名牌 但总有股说不出来的感觉 他一边做头发 一边打电话 小哥 全寄酒店是吧 嗯 好嘞 你真坏透了 我半个小时就到哈 打完电话 他又发微信语音 宝贝 今天导师改论文 晚上电影不去了 等做好头发 出门之前 他又接一个电话 亲爱的 我正做头发呢 要两个小时 你先点好菜哈 他走时 经过我身边 我闻到一股无比古怪的气息 确切地说 应该是阴气 而且 我胸前的静明护体神符 有点微烫 剪发时 我实在忍不住 小钟 刚才那姑娘 你认识吗 小钟说 认识啊 苏大的女大学生 常来这里剪头发 随后 她又附在我耳边 低声解释道 女海王 这半年 我看她至少 换了七八个富二代男友了 多的时候 同时交往四五个 全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真是时间管理大师 哎 咱也就没钱 不然长这么漂亮 来上一炮也值了 卧槽 我以为在网络上 才能见到女海王 没想到现实中也能遇上 结合她身上的那股阴煞气 我估计 这女人应该找殷刑之人 特意给她弄了啥勾引人的手段 理完发 突然接到孙大胖电话 左哥 哪儿呢 孙大胖是我铁杆 她父亲是国企董事长 母亲是医院院长 这种家庭 不光有钱 社会地位 还贼高 不过 孙大胖的父母 对她管得严 每月只给她一两千零花钱 车也是十来万的代步车 她父母的教育理念是 人不能坐享其成 一切得靠自己奋斗 与大部分这种家庭一样 孙大胖毕业后 进了机关上班 到手工资五六千 日子过得苦哈哈 要不是这样 当时小碗妈妈换肝缺钱 我直接就向孙大胖借了 孙子 咋了 你别一天到晚孙子孙子 叫我大胖 得 大胖 想找我喝酒 要不说 咱哥俩穿一条裤子呢 今晚请你喝酒 你一定要戴上小碗 我还叫了几个要好的同学 咋还一定要戴上小碗呢 哥没有好事 你们来就是了 等一下发定位给你 到了晚上 我接到小碗 一起去了饭店 一进包厢 发现四五个要好的同学 都成双入队的 大家互相热情地打着招呼 有人问我阴阳鱼之事 有人则问小碗妈妈的身体 左翼 李贝时真的从你那里请鱼之后 中彩票了 那是 我给他做了一对金针耍宝 光刮刮乐 就刮出十六万 这么灵吗 最近欧杯要开赛了 我请鱼回去预测下比分 按预测压住 没那么大本事 相隔万里 再说鱼也不看球 互相闲扯了一会儿 我没见着孙大胖 就问 东道主哪去了 今天他啥好事 请大家吃饭呢 李明说 你们铁杆还不知道呢 他在饭店门口接女朋友 今天特意带来给大家见面 我去 难怪 他说有大喜事 还一定要我带上小婉 按道理 死胖子条件出类拔萃 找女朋友亲而易举 但他家庭环境特殊 父母要求其高 每当有点苗头 他父母不是认为阶级程度不匹配 就是认为 女孩外在条件不行 硬生生地扼杀在摇篮 到现在 孙大胖连恋爱都没正经谈过 大家都替他着急 我和小婉正替他高兴呢 包厢门打开了 孙大胖一身肥肉地走了进来 笑眯眯地说 欢迎我的女神登场 同学们起哄鼓起掌来 门口进来一位姑娘 我一看 呆了 竟然是那个身上有浓郁阴煞气的女海王 孙大胖将女海王向同学一个个地介绍着 同学们都纷纷夸赞他有眼光 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女海王叫邱玉如 苏大舞蹈表演系的大三学生 他礼貌而又略带一丝矜持地向大家问好 脸上始终挂着甜甜的微笑 在外人看来活脱脱纯洁无瑕的女大学生 我脑子却反复想着他离开理发店时那句话 亲爱的 我做头发呢 要两个小时 你先点好菜哈 麻辣个锤子 原来当时他竟然是给孙大胖打的电话 一个小时前 这绿茶表还去全季酒店跟某个小哥开了房 喂 左翼 你看美女看傻了 当心小婉回去叫你跪搓衣板啊 一个同学也遇到 我反应过来 发现孙大胖正在向邱玉如介绍我呢 这是左哥 我铁杆兄弟 今后咱们结婚 他一定是伴郎 边上是他的女朋友 我们曾经的笑花马小婉 今后一定是你伴娘 孙大胖憨笑着说道 小婉笑着埋怨道 大胖 什么叫曾经 我现在也是花好吧 玉如 你坐我边上来 李明说道 现在 你已经被左翼折腾得成残花败柳了 全场哄笑 小婉脸立马红了 李明你 小婉是脸真红 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邱玉如的脸也假惺惺的红了 孙大胖不乐意了 大家注意点哈 玉如还是学生呢 你们社会上沾染的脏嘴 今天都憋住 吃饭期间 我一直在暗中观察着邱玉如 她偶尔会偷偷地拿手机发信息 大部分时候 与大家显得非常融洽 同学们对她赞不绝口 我故意向她敬酒 碰杯的时候 手特意去碰她的手 一碰到 我胸前的静明护体神符立马变得滚烫 而邱玉如突然身躯一阵 迅疾抽回手 脸色顿时变了 手中的杯子啪一声 掉落在地 浓烈的阴煞气 我更加确定她身上有脏东西 邱玉如正正地望着我 左哥 你干嘛碰我的手 我赶忙说 不好意思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见到美女抖三抖 同学们纷纷嘲笑我 可别乱打主意啊 小碗在边上呢 孙大胖笑和 我兄弟不可能干这种没屁眼的事 就是 左翼在为大胖高兴 小碗笑着补充道 吃了一会儿 小碗要去美甲店上班 打招呼走了 其他人继续 我则把孙大胖叫出了包厢 我给她发了一根烟 你这女朋友 哪里找的 孙大胖说 说出来 你别笑话我呀 默默找的 兄弟 我可跟你说 欲如于我真是缘分 一聊就互相看对眼了 而且 她与一般女孩不一样 不仅漂亮性格好 还上进 她每天忙学业 不黏糊 我爸妈最喜欢正能量的女孩子了 这次她们 一定会同意 我寻思去你大爷的 真有这么好 能看上你死胖子 可现在又没啥 邱玉如是女海王的证据 又不好挑明 我只能委婉地说 我觉得 你得擦亮眼睛 万一她看上是你家钱财呢 那指定不能够 你要说她看上我钱财 倒不如说 孙大胖说着 瞅我耳边低声讲 倒不如说看上我身体 这一晚上下来 起不来床 你懂的 她不靠近还好 一靠近 我鼻尖闻到一股淡淡的心骚味 与邱玉如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 再仔细一看孙大胖 她明显瘦了一大圈 眉宇之间 还透着一股黑气 眼白泛黄 人中带乌青 这是典型羊髓开闸之招 羊髓是男人的原羊 一旦开闸 若低霸绝口 西门青就是这么死的 我大吃一惊 孙大胖 怕是要倒霉 干脆向这伙摊牌 我说 我感觉他不对劲 你立马离他远点 你这是什么话 哥们好不容易找到一生所爱 难道你想让我一辈子玩五指山 孙大胖很吸了一口烟 作者牙花子 瞅着我 我正准备开口呢 邱玉如出来了 大胖 左哥 大家叫你们进去呢 孙大胖拍了拍我的肩 先进去了 邱玉如对我说 左哥 你是大胖最好的兄弟 咱能加个微信呗 我也不作声 默默加完微信 回到包厢 酒之憨处 大家鼓噪说 包厢这么大 邱玉如既然是学舞蹈的 不如跳一支舞给大家助助兴 邱玉如先是推脱了一阵 后来也不再扭捏 交代孙大胖 放了一首时下流行的古风歌曲 开始在包厢跳了起来 这一跳 几个男同学的哈喇子留了一地 全呆傻了一般 桌子底下 我看到他们的女朋友 纷纷在掐他们的大腿 别说他们了 在那一瞬间 我眼睛里也似乎出现了幻觉 有一种打击舞秀线大王的感觉 被邱玉如勾的心仰难耐 而且 总感觉邱玉如有意无意地 用媚眼在挑逗我 她绝对有大问题 跳完 邱玉如说 让大家见笑了 表情害羞地回到了座位 不一会儿 我手机微信响了 拿出来一看 竟然邱玉如发来的信息 左哥 我漂亮吗 你喜欢吗 这女海王把我兄弟当乌龟玩耍 现在还想来拆我这栋老爷庙 我立马发了个 树中指的笔式表情过去 不得不佩服她 她看到我回的信息 脸上竟然古井无波 当着大家的面 我特么也没啥办法 只好学着抖音里的段子 不断给孙大胖加绿色的青菜 希望她有所反应 但这货嘟嘟囔囔 我特么最近都瘦了 你别老给我加青菜 孙大胖只知道一个劲的傻贺 傻了 完全没理会我的深刻用意 十几分钟之后 邱玉如拎起包 去上厕所 我见状 寻思这是一个大好机会 也找了个借口 跟着溜了出去 卫生间有公共洗手台 我在洗手台洗了一把脸 在门口等着 听到邱玉如在女厕所打电话 亲爱的 我今天写论文要到凌晨三点 四点来找你好 嗯啊 不辛苦 一会儿之后 她从女洗手间出来了 一见到我 邱玉如表情顿时一愣 但迅疾又恢复正常 装着好奇地问道 左哥 你喝不下去了 出来透口气吗 我叼着烟 冷冷地看着她 全计酒店大床房 多少钱一间 邱玉如文言 也不再装了 立马挂脸 恶狠狠地回道 我劝你最好少管闲事 妹子 我吃饮饭的 给你一个机会 立马离开我兄弟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我说道 邱玉如竟然眉毛一挑 嘴角含笑 挑衅地问 我要是不呢 这是真嚣张 我现在又不能打她 只得狠狠地吸了两口烟 将烟头甩在水池里 行 你等着 说完 准备转身就走 没料到 邱玉如迅急地扯下 自己上衣的几粒扣子 竟然完全不怕 我身上的神符 一把拽住我的手 放在了她臀部 而后 她竟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回头一看 孙大胖正搭着李明的肩头 两人准备进来小便 此刻正目瞪口呆地盯着我 我当时也猛了一下 手竟然还没离开她的臀部 孙大胖和李明两人嘴里的烟 突然巴唧一下 同时掉了下来 最怕空气突然地安静 孙大胖反应过来 脸色都变了 迅急走过来 一把拍开我的手 脑道 左翼 你干什么 邱玉如一下扑倒在孙大胖怀里 满脸委屈地呜呜哭起来 李明则把我拉到一边 左翼 你咋能这样呢 对得起大胖和小碗吗 没吃到狐猎 反而惹一身骚 我哑巴吃黄连 孙大胖说 你不是喝酒爱撒酒疯的人 但今天我当你喝多了 这事接过去 走吧 回去继续喝 我喝你大眼 死胖子 你觉得我是这种人 我脑道 孙大胖死死地瞅了我一眼 没理我 继续安慰着邱玉如 邱玉如说 大胖 我好害怕 你带我回去吧 孙大胖把钱包给了李明 叫他去结账 随后 他拥着邱玉如往外走 我胸口一阵憋闷 简直快气炸了 女海王太他妈能装了 而且 今晚估计他又要 谢孙大胖的原样 死胖子被人卖了 还给人数钱呢 我掏出手机 打开与邱玉如的聊天界面 递给孙大胖 怒道 死胖子 你看看 你找了一个什么玩意儿 孙大胖拿着手机一看 脸色斗变 我以为他会冲过去 质问女海王 谁知道 孙大胖突然像疯了一般 一把揪起我的领口 抡起拳头 就想向我砸来 但拳到半空中 突然停了下来 他双目泛红 带着一丝绝望 我把你当最好的兄弟 你今天都干了些什么 敬酒时摸手 跳舞时撩骚 劝我分手 上厕所还跟踪摸屁股 左翼 这他妈是你干的事 说完 他猛地推了我一个猎解 拉着邱玉如 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我一看手机 顿时傻了眼 信息全颠倒了 我发的是 玉如 你真漂亮 我好喜欢 邱玉如回我的 则是一个 竖中指的笔式表情 这什么情况 难怪孙大胖会绝望 他把我兄弟 从信息来看 我却心心念念 想上他的女人 我在原地呆立半赏 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假 难道勾引的信息 真是我先发的 仔细回忆了一下 邱玉如在包厢里跳舞时 那一刻我脑海好像出现了 打击武秀仙大王的奇怪幻觉 难道就在那一刻 我鬼使神差 主动发了信息给他 而且 能够抵抗南月皮股骑的 静明护体神符 刚才怎么突然 就失笑了 女海王身上的脏东西 到底是什么 我发了一条信息给孙大胖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孙大胖没回 这个时候 他不拉黑我 已经算很念旧情了 我浑浑噩噩地回到了鱼铺 打了个电话给老贾 把晚上遭遇到的情况 讲了一下 老贾听了 在那头哈哈大笑 你小子也有中招的时候 哈哈 对了 那女海王屁股的手感咋样 是不是很哇塞啊 你他妈能不能有点正行 老子兄弟被脏东西缠上了 我还莫名其妙 想变成了一个想完兄弟女人的畜生 你也笑得出来 我火冒三丈 这事儿很麻烦 像邱玉如的情况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他自己 为了调金龟絮 找阴行的人 故意弄了桃花菊 类似你给莉莉做霸王罪那种 哎 说起历历 我又难过了 红颜薄命 我真想他 一到晚上 脑海中就是小姑娘 在我面前换衣服的情景 你再扯一句独自试试 那什么 第二种情况 就是邱玉如本身不坏 纯粹就是被银鞋的脏东西给附体了 这脏东西 还专门吸食南洋 如果是这种 证明到玩意儿的中阴身 已经可以随时离体富人生存 道行相当之高了 圆阳吸完 孙大胖就会扬尾 人若枯薅 邪毒轻体 最后浑身的皮肉一片一片脱落而死 但不管怎么说吧 第一种 遭遇同层不沾 你不能插手 第二种 道行实在太高 你也不能插手 放屁 我眼睁睁看着孙大胖去死 你干脆弄下我眼珠子算了 小左 你别发神经啊 你做死可以 我的钱 你可还没还完呢 你快点回来帮我 不然我现在就开始就当老赖 有本事向法院告我 发证我不坐高铁 飞机 也从不高消费 一听到我要当老赖 老贾明显慌神了 别别别 我暂时回不来 这么地 你先尽力阻止孙大胖跟女海王接触 设法先去调查 一下他到底是哪种情况 等我回来 我去问问倒是朋友 你速度快点 对了 怎么静明护体神符突然失效了呢 难道过了保质期 保你个头啊 静明护体神符 前提是静明 你如果喝酒上了头 啪啪啪 摸了那衣裤 大小便 总之你沾染了不静明的事物 再去摸符 符会暂时失效 你当时肯定喝酒上了头 手又摸了符 老贾一说 还真是 刚开始介绍 向女海王敬酒时 酒没上头 神符护体 还弹了一下邱玉如的手指 后来等他跳舞时 确实喝上头了 难怪被他给魅惑 老货不提前告诉我 真是把我坑惨了 挂完电话 天空突然挂起风来 吹得门窗哗哗直响 我突然见到神龛底下的小红鱼缸 咔咔直响动 过去一看 发现里面的水竟然变得腥红 我顿时心中骇然 周围脏东西 可四周一瞅 又没发现什么异状 风太大 窗子挂进来一堆衣服 我去关窗子 却发现那些衣服 全是女士内衣裤 真尼玛晦气 我伸手就把那些玩意儿 一股脑全扔了出去 把窗子关好 可此刻脑子突然想起老贾的话 内衣裤是不静明的东西 我赶紧一摸胸前的符 完全没有滚烫的感觉 刚摸完 又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 我刚扔完衣服 又去摸符 这下彻底完犊子 神福失效了 那一刻我浑身汗毛直竖 生怕神魂尸体的事会重演 赶紧跑过去抱小鱼缸 一会儿之后 外面既然下气大雨 小鱼缸水的颜色回归长色 外面也没任何动静 我长舒了一口气 估计脏东西已经走了 小碗发信息给我 雨太大了 我没带伞 你来美甲店接我 我挺担心小碗 回到 好 出门没找见出租车 只好叫了辆滴滴 等了一会儿 来了一辆灰腾 还是高配一百多万那款 大雨天用豪车跑滴滴 也是少见 不过有钱人的世界 咱也不大懂 开车的是一位年轻人 全身名牌 还古怪地戴着一副墨镜 遮住了半边脸 我告诉他 到广场美甲店 司机挺健谈 问我 兄弟 大雨天应该是去接女朋友吧 我问 你怎么知道呢 司机笑了笑 你带两把伞 其中一把是女士花伞 肯定接女朋友 我寻思 这家伙带乘客多了 官人食物 都快成人精了 不由地称赞他厉害 司机说 我之前也有个女朋友 长得可漂亮了 可惜就是床上功夫太厉害 吃不消 后面我都尾了 我差点笑出声来 他也太无聊了 啥迫事都往外聊 此时 司机开始转弯 我一看 路不对 就说 哥们 你开豪车 应该不差这点钱 咋还带我绕路呢 司机说 哪能呢 城市内涝严重 前面积水过不去 我总不能为了一单客人 把车给废了 我也不了解前方路况情况 就催他快一些 司机却不紧不慢地开着 嘴里继续说着他女朋友的事 后来我跟他分手 但你猜怎么着 离开一天 我就受不了 想他了 你不是已经不行了吗 要啥自行车 赶紧治病呗 我忍着笑说道 司机解释 因为我发现离开他之后 我突然生病了 啥病 我忍不住好奇 司机闻言 把墨镜摘开 转头对我笑了一笑 我一见他那副尊容 差点没下哭 整张脸像枯树皮一样 又黑又皱 活脱脱像 一具棺材里风干的干湿 随后 司机又咬牙切齿地说 我病成这样 你说 你会不会像我一样 话音刚落 他开始用手撕 整张脸上的皮肉 将一大片腐朽的皮肉 向我脸上蒙来 边蒙边立声地问道 你说 你会不会像我一样 你说 你会不会像我一样 我浑身血都凉了 赶紧去开车门 可车门却如同被电汗了似的 怎么也打不开 情急之下 我拿起伞 向他狂抡 并语无伦次地大骂 卧槽 我们不一样 那司机却丝毫不畏惧 他也不弄我 只是将全身的皮肉 一大片一大片地撕下 面目猙獰地继续 朝我身上贴 别贴海边说 我女朋友是苏大美女邱玉如 你想不想玩 你想不想玩 我呜啊大叫 拼命地往外撕那些恶心的皮肉 全身大汗淋漓 可司机不管不顾 继续疯狂地撕着皮肉 贴我身上 舌尖血能避邪 情急之下 我狠咬尖 往他脸上狂喷 他被喷得满脸血字呼啦 却一点作用没有 那张半骷髅半腐肉的脸 被喷上星星点点的舌尖血 愈发显得恐怖 他光顾着撕皮肉 没控制方向盘 忽然之间 碰 一声响 汽车好像撞到了一杆电线杠 一撞之下 汽车竟然散架了 而且 整个话锋急转 没有灰腾车 没有司机 没有撕皮肉的恐怖场景 我一个人 孤零零地在大马路的十字路口 浑身光溜溜地 只穿了一条内裤 四周的大雨倾盆 而下 衣服 好像全被我自己给撕扯掉了 刚才什么情况 滴滴 身后的汽车 鸣笛声响起 你神经病啊 不要命 左哥 怎么是你 一个熟悉的女性声音响起 回头一看 竟然是已经瘦下来的李小小 李小小解决 但浮鬼之事后 瘦回了原来的样子 活脱脱一个超级大美女 她美眸忽闪 不顾雨水 头探出车窗 满脸羞红 又惊奇地瞅着我 我不敢确定 眼前这个李小小 是人是鬼 妈爷一声喊叫 撒鸭子狂奔 李小小在后面急道 左哥 你咋了 上车啊 我跑了大概几里路 李小小的车 在后面追了几里路 直到我看到 建华街道熟悉的路口 边上还有三三两两的行人 撑伞急匆匆走过 才确定 刚才遇邪之事 已经彻底过去了 周围撑伞的人 纷纷转过头来 神奇地看我 只穿一条内裤 在雨中裸奔 左哥 快上车啊 李小小在后面急道 我一咬牙 上了车 李小小靠边停下 脸红红地问 你到底怎么了吗 我本来路过去买点夜宵 却看见你一个人 站在十字路口 在雨中疯狂地 脱自己衣服 嘴里 还大喊大叫 身上就剩一条那什么了 我惊魂方定 尴尬地解释 没什么 我他妈刚才在练气功呢 李小小文言 捂住嘴笑道 啥气功这么变态 我没吭声 看了一下自己的狼狈样 胸前倒浮湿透了 脚上也磨出了水泡 感情刚才根本没啥灯车 也没墨镜司机 自己中邪之后 一路淋雨走过去的 衣服全撕扯光了 手机倒还牢牢 抓自己手中 我寻思 现在穿条内裤 实在不雅观 便问李小小 那什么 小小 你车上有多余衣服吗 给我遮遮体 李小小从副驾驶 拿出来两件衣服 刚好车上 有我以前胖的时候 穿的睡衣 你肯定能穿得下 不过 就是蕾丝花纹的 我寻思 别说蕾丝花纹了 就算他妈黑丝袜 我也得套上去 在后座穿好衣服 还别说挺合身 我对李小小说 你赶紧送我回铺子 我练功有点走火入魔 必须回去打坐调养 李小小说一声好嘞 油门一踩 送我回了铺子 到了铺子 李小小说 左哥 我好久没见你了 能进去坐坐吗 我果断拒绝 今天我要打坐调膝 改天吧 李小小嘟嘟着嘴 遗憾地走了 我准备开锁禁鱼铺 手机收到一条信息 秋玉如发来的 左哥 好玩吗 算你很 咱走着瞧 我咬牙切齿地回了一条 秋玉如发了一个 单手勾手指的挑衅表情 此外 还发了一段孙大胖 在那头爽的 鬼哭狼嚎的语音给我 刚开铺子门 发现门底下 有一个纸壳箱子 打开来一看 发现里面全是衣服 拎起来瞅了眼 全是女士内衣裤 绝对是秋玉如搞的鬼 我顿时气得够呛 正准备回去 点把火把这些破玩意儿烧了 哥 你干嘛呢 回头一看 小婉不知啥时候 借同事的伞回来了 那画面 我穿着一套蕾丝花纹睡衣 手里 拿着女士内裤 自己的女朋友 正满脸不解地瞅着我 简直辣瞎眼睛 小婉 那什么 我语无伦次 完全不知道该咋解释 脸上火辣辣的 小婉白了我一眼 打开门 进了铺子 我一脚 将那破纸壳箱给踢飞了 赶忙进门 换了自己的衣服 小婉坐沙发上正正的 见到我出来 问道 我听说你吃饭的时候 对玉如 我赶忙打断 你可别叫他玉如 而后 我一边考着被灵失的 静明护体神符 一边把整个事情的 来龙去脉 全盘解释给他听 小婉听完 瞪大了眼睛 一副不可思议的情形 你要相信我呀 我是干阴行的 自己兄弟的事 不可能瞎说 不信你问问老贾 说完 我就打算拨通老贾的电话 小婉阻止了我 我信你呀 但这是咋办呀 我担心你有危险 我想了想 说 不碍事 我一定要整死他 解释完 我长舒了一口气 晚上小婉抱着我睡 我浑身躁热难耐 但一想到 静明护体神符 在办那事的时候会失效 忍住不敢碰他 憋得前列腺都快发炎了 一日一早 我打电话给老贾 把昨晚雨中裸奔的情况 说了一下 老贾听完 笑个半死 但可能怕我发火 笑一半憋住了 他解释道 前几天 我看到一条新闻 你裸奔的那个 十字路口 一个年轻男子 在灰腾车上莫名死亡 家属找到时 尸体都快成干尸了 估计那男的 就是女海王曾经的男朋友 被女海王弄得羊髓 开闸之后猝死的 你昨晚摸了邱玉如臀部 身上沾染了 他的阴煞气息 邱玉如故意搞了名堂 让你莫名其妙地发邪风 想通过 他前男友的凄惨死状 来警告 你别多管闲事 这娘们可不是个好人啊 我非常无语 问道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老贾说 小左 这仇呢 咱一定要报 但现在不是时候 你先按原计划 去调查一下他的情况 我过几天就回 行 我给你两天时间 不然 我就直接动手给孙大胖 请鱼猪邪了 死胖子每天晚上 被女海王整得嗷嗷叫 估计撑不了几天 对了 道福被雨淋尸过 爱不爱事 我问道 老贾回答 不爱事 你记得静鸣就行 先调查一下邱玉如 出门之前 我特意戴了一双老宝手套 防止自己手沾上脏东西 再去摸服 到租车厢租了一辆车 直接开车去了苏大 打算先弄清楚 邱玉如的来龙去脉 到了苏大门口 学校好像正在搞什么 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活动 领导在讲话 安保很严格 外来车辆 人员都不让进 我指的将车停在学校门口 等校庆结束 由于昨晚没休息好 我靠车上不由自主地 眯了一个多小时 醒来之后 发现领导讲话已经结束 学生三三两两地进出校门 但我从车里出来之后 却发现 从车边路过的学生 脸色非常古怪 男同学冲我发出猥琐的笑容 女同学纷纷无嘴 害羞匆匆走过 有些学生 还对着我拍照 啥情况 哥们也没帅得 如此惊天动地啊 我以为自己脸上有泥巴 对着后视镜照了一下 却发现 没有 抬头一看 才彻底明白缘由 也不知道哪个缺德鬼 故意在我的车顶上 放了一瓶红牛 我一阵无语 转手把那瓶红牛丢了 网上传言 车顶上放饮料 是一些猥琐难道大学 约学生妹的暗号 不同的饮料 代表愿意出不同的价格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 一个无聊的男生跑了过来 笑嘻嘻地问 哥 你这放红牛 约到妹子了吗 我烦躁得很 滚一边去 我向人文艺术学院走去 按标识牌 找到了学院的大楼 来到一个舞蹈室 瞅了一会儿 发现两个跳舞的女大学生 走出了大楼 我赶紧拦住他们 问道 小姐姐 请问你们是 大三舞蹈表演专业的吗 对啊 怎么了 我想向你们打听一个人 邱玉如 两个女大学生 一听我说出邱玉如三个字 顿时显得非常惊讶 表情又略带着一丝鄙 他们上下打量了我几眼 问道 你是他新男朋友吗 也不像富家公子呀 戴个劳保手套 你是代价吧 我撒了个谎 是这样的 我是城治房产老总的管家 我家少爷 最近跟邱玉如女士正谈恋爱 但你们知道 城治房产是大家族 老总对未来的儿媳 要求非常高 所以派我来学校 悄悄打听一下她的情况 说完 我掏出昨晚向小婉 要来的全年免费美甲券 一人给他们送了一张 两姑娘接到美甲券 显得非常开心 可能他们 本来就对邱玉如有所不满 打开了话匣子 邱玉如在大二之前 一切正常 可到了大三 她整个人就像变了一个人 阴慎慎的 挺吓人 男朋友 换得像衣服一样情 几乎从不来上课 对老师同学也爱答不理 原本他们两人 跟邱玉如都是挺要好的闺蜜 但现在邱玉如见到他们 却行同路人 嘴里 还时不时冲他们 崩出两具土鳖 几人 还为此吵过架 除了这个 还有其他特殊情况吗 什么特殊情况 不就一个女海王呗 我们老总充满正能量 除了生活作风 还要考察他 有没啥不良爱好 比如纹身 封建迷信 赌博之类 那倒没有 可一个好端端的人 怎么突然变了 莫非他得了神经病 其中一个女孩 想了一想 那倒不是 不过 有一次 邱玉如和我们一起 去给杨老师去骨灰 回来之后 她好像就彻底变了 我一听 有门 我催他们 赶紧讲一讲杨老师 一个女孩说 杨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 教现代舞的 专业顶呱呱 可惜五十来岁就跳楼死了 杨老师没嫁人 没子女 死后没人去领骨灰 所以我们就一起去领 另一个女孩立马纠正道 杨老师嫁过人 她老公婚礼那天出车祸死了 杨老师就再未改嫁 也没交过男朋友 守了三十来年活寡 起初 大家都称赞杨老师真烈 在古代可以力真结牌坊 杨老师也一直以此为荣 但是 她性格无比孤僻 变态 听说 她几年前还阻止学生谈恋爱 害得一个女生服安眠要死了 因为这事儿 学校停了她几年职 几年后 她又一次付出当班主任 性格却一点没变 反而越来越过分 成天搞棒打鸳鸯的小动作 硬生生地拆散了不少情侣 有些同学还因此得了抑郁症 学校怕出事 再次停了她的职 学校的老师 同学 暗地里都非常讨厌她 说 杨老师是千年变态老厨女 可有一天 也不知道咋回事 她突然就跳楼自杀了 我觉得不可思议 现代社会 竟然还有守三十年活寡的女人 再说 她自己选择哪种活法 与别人无关 可宁差一座庙 不毁一门亲 她故意棒打鸳鸯 还害死过人 应得肯定受损严重 她咋突然就跳楼了呢 我问 两个女孩表情有些古怪 其中一个女孩低声说道 管家哥哥 你可千万别转出去啊 我们听说 邱玉如有一次 用杨老师的电脑改论文 发现她微信没关 杨老师正在网上 跟一个陌生男人 露骨撩骚呢 杨老师发现 邱玉如看到了她的微信 当时狠狠地扇了 邱玉如一个耳光 几天之后 杨老师就跳楼了 我们都猜测 有可能是杨老师 怕自己的秘密泄漏 羽毛不保 选择了自杀 卧槽 简直是意外大收获 邱玉如从一个普通女大学生 变成女海王 绝对与这个变态的杨老师有关 我谢过他们 找了个角落 赶紧给老贾打电话 老贾听完情况 没跑了 邱玉如被杨老师上身了 杨老师是半命女 说人话 这么说吧 寡妇本来是苦命人 若能独善其身 死后可封个姻缘娘娘 专干杨坚给人牵线搭姻缘的活 相当于月老 但如果她生前见不得别人好 老差婚亲 还害死过人 死后就不能投胎 会变成半命女 半命女其实就是女鬼 需要不断地吸食男人的羊髓 不然 她很快就会魂飞魄散 我目瞪口呆 那咋整 半命女并不是普通的英灵 普通英灵化解其怨气 接引投胎就没事 这个半命女生 前积压了三十年 拆妙损姻缘的怨毒 属大凶之灵 建议她投胎不可能 因为自杀之人 阴间又不收 只能把她干掉 处理她 可是你死我活得够当 非常难办 这样吧 你先弄一条那种 能让孙大胖立马扬尾的阴鱼 让她不能与半命女够合 阻止孙大胖羊髓外泻 等我回来再处理 我听了老贾的建议 直作牙花子 雨水之欢 形容男女私事 若论治疗男女床帝那点事 阴阳鱼还真有本事 一般用孔雀花浆 让其吸血认住 再用紫盒车粉拌 养鱼服喂养 一天内可让男人大震雄风 第一代孔雀花浆 一个月可产再一次 高的可产出120维子鱼 历来有鱼中杂交之王称号 但如果要把人给弄羊尾 则需用第三代孔雀花浆 因为这种鱼 到第三代 已经彻底没有了繁殖能力 钢货尾 完全在于孔雀花将带戏的选择 当然 破鱼局之后 也可让人重新恢复如常 问题在于 孙大胖现在对我一肚子火气 如果让他知道 哥们给他做了养尾鱼局 不要打斗我连妈妈都不认识 寻思了半天 也没更好的办法 可不管怎么说 比起让孙大胖养水开闸而死 宁愿让他先谢会儿 如何取得孙大胖身上的血 迫在眉睫 我给小婉打了一个电话 将把大体情况说了一下 让他抽空约孙大胖出来 假装问一下 昨晚我调戏邱玉如的事 并想方设法 弄到他的指尖鞋 小婉回到 左老板 保证完成任务 我去市场挑了一条第三代孔雀花江 将前期工作准备好 一直在于铺等 下午的时候 小婉回来了 果然拿了一小试管的鞋 我问他 咋弄到的 小婉笑着回答 简单啊 我约大胖到美甲店 假装问他昨晚的事 后来 我对他说 新到了一款美甲 给他指甲是试色 让他带回去 给邱玉如看看 如果他喜欢 可以叫他免费来做美甲 中途呢 我假装不小心 割破大胖的手指 血不就收起来了 小妞真太聪明了 我问 万一邱玉如真来找你做美甲 咋办 小婉显然没想到这茶 顿时吓得脸色煞白 我告诉他 到时 你就推脱没空 千万别见面 鸣鱼做好了 但如何让孙大胖 顺利寄予 又成了麻烦事 我骑着小店驴 买了几斤水果 和一箱牛奶 去了孙家 孙大胖在上班 他妈妈在家 阿姨热情地招呼着我 小佐 你咋突然有空来了呢 我说 好久没见到阿姨 路过来看看 乘他去厨房 给我切水果的间隙 我偷偷将孔雀花 将鱼缸放在了 孙大胖爷爷一向的神龛 孙家有早晚 给爷爷上香的习惯 只要孙大胖上香 记得就是鱼 我见到孙爷爷 一向慈祥的笑容 心里直发怵 暗念孙爷爷 可千万别怪我 阿姨端出水果 小佐呀 你跟大胖是好朋友 阿姨问你个事 大胖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每天晚饭后就出去 到凌晨才回家 人也瘦了好几圈 也不大愿意跟我们聊天了 我寻思 死胖子心思 全在半命女身上 怎么可能有空搭理你们 我撒了个慌 他工作忙 有时又来我鱼铺玩 阿姨您别多心 小佐你是个好孩子 他如果跟你在一块玩 我们就放心了 阿姨说道 他要留我吃饭 我推脱鱼铺还有点事 赶紧溜了 忐忑不安地等到晚饭边 孙大胖突然发信息过来 小碗送美甲 你又送水果 是不是认识到 自己严重的错误了 我回道 没错 我千不该万不该喝醉 招人你女朋友 请代我向她道歉 这才是好兄弟吗 这一夜咱接过去 改天找你喝酒 孙大胖回道 蠢货 一天到晚就知道喝 咋不喝死你呢 晚上十点多 孙大胖突然满脸 脑痕地出现在鱼铺门口 哭丧着脸说道 兄弟 我不行了 我一瞅他那副死样子 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寻思你特么不行 就对了 你要是还行 那就证明我不行了 我强忍着笑问道 死胖子 你不是号称野蛮小摩托吗 咋突然不行了 孙大胖闻言 竟然呜哇一声 哭了起来 不知道啊 突如其来的打击 简直奇齿大辱 玉如还生气了 用指甲挠我 你瞧瞧 把我这张京城武士的帅脸 都给挠成了啥样子了 我假意安慰道 简直不像话 谈一场安安静静 不耍流氓的恋爱 不好吗 干嘛俩人非得在床上 打打杀杀 孙大胖肥脸扭曲 那指定要在床上干账啊 我一天不语 他在床上干账 浑身就像死了一般难受 对了 兄弟 你不是 会用阴阳鱼质那方面问题吗 赶紧给我整几条 霸道点的风水鱼 我必须横刀立马杀回去 我顿时一阵无语 孙大胖中半命女的毒石 实在太深了 我要是告诉她 其实附在邱玉如身上的 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变态大妈 不知道她会不会吐出来 可眼下这个时候 我不能向孙大胖 泄露太多的信息 否则 一旦让半命女知道 我已经了解了她底细 容易前功尽弃 我说 别好了 小事一桩 正好你先些几天 我明天帮你做鱼 保证两三天之内 帮你恢复雄风 干嘛要两三天 今晚不行吗 孙大胖问 我回道 当然不行 阴阳于术法可复杂了 两三天已经是极限速度了 孙大胖咽了咽口水 回道 可以 这两天 我先躲着她 哥们 大恩不言谢 咱出去喝酒去 我本来不想去 但顶不住她声拉硬拽 便披了一件衣服 与她出门 两人找到一家夜宵摊 点了几个下酒菜 开始喝起酒来 喝酒时 我留个心眼 告诫自己 千万不能酒上头 更不能伸手去摸到符 喝了大概十几分钟 死胖子说憋不住尿 找个偏僻的角落放泡水 我坐在夜宵摊等她 顺便把自己面前的那瓶酒 换成了水 可等了十几分钟 死胖子却还没回来 我寻思不大对劲 这货该不会喝多了 栽营沟里去了吧 再坐了一会儿 我等不住了 离开摊子 去找她拉尿的地儿找她 转到一个小巷子 却一眼就瞄见风姿绰约 嘻嘻直笑的邱玉如 脑子顿时一炸 中计了 转身就想跑 没曾想回头一看 死胖子拎了一根铁棍 站在我后面 死胖子 你别乱来 我大急道 话音刚落 碰 地下 身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铁棍 我惨呼一声 再倒在地 疼得动弹不得 左翼 你狗日的为了勾搭上玉如 心可真狠啊 说 你到底给我弄什么羊尾的东西 孙大胖一边大骂 一边来拽我脖子上的道符 好啊 玉如果然说得没错 你个混蛋 果然还弄了迷魂道符 想迷惑他 我简直要疯了 你个傻缺 别动我道符 他是色鬼 老子在救你 砰的一下 孙大胖被邱玉如一块板砖给撂倒 倒地上一动不动 邱玉如媚眼如春 巧笑盈盈地瞅着我 一对桃花眼直瞄着我裤裆 左哥 大胖不行了 不如我们来耍耍 我会让你很爽哦 道符已经被孙大胖拿了 我现在就如同砧板上的肉 完全对付不了他 想爬起来跑 但死胖子刚才下手太狠了 刚挪了两步 扑通 一声又在倒在地 邱玉如见状 格格直笑 你真挺帅的 又有大本事 可惜啊 干嘛要来招惹老娘呢 我寻思 反正逃也逃不了 怕他个锤子 干脆破口大骂 臭女人 你要敢动我一根豪毛 老子一定会弄死你 邱玉如闻言 脸色陡然一变 不知从那里掏出来一个凶罩 就往我嘴里塞 嘴巴还挺臭 我大惊失色 别别别 大姐 不对 大娘 咱商量一下 呜呜 半命女不管不顾 用胸罩将我的嘴巴 严严实实地绑住 而后 她竟然一把扛起我 就往隔壁一家宾馆里走 我在她肩膀上呜呜叫唤 拼命地挣扎 但邱玉如在半命女的附体之下 力气贼大 堪比金刚壮汉 稳如泰山地扛着我 进了大堂 上了电梯 苍天啊 幸好大堂里服务员见此情景 都已经彻底猛逼 忘记用手机拍摄 传到网上 那画面 一个大美女 肩上扛着个嘴巴 绑着胸罩 癫狂挣扎的大男人 笑嘻嘻地绑进了房间 哥们火爆全网 指定没跑了 进房间之后 邱玉如把我丢到了大床上 开始疯狂地扒我的衣服 当扒得全身只剩下最后一片遮羞布时 她双手插腰 露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哈哈大笑起来 你喊啊 破喉咙 也没人来救你 乖 你从了老娘吧 我实在无法形容 当时那种割裂的感觉 邱玉如外形是一个漂亮 身材极棒的舞蹈戏女大学生 正无比霸气地叫我从了她 有一种极端的魅惑之感 但她的身体里面 却是一个吸人羊髓 恐怖无比半命女 此刻 因为我挣扎激烈 嘴里的胸罩突然脱落 我眼睛盯着房间门口 大喊道 杨老师 你死鬼老公茶岗来了 邱玉如文言 神情猛然一震 回头朝房间门口看去 成此机会 我不顾身体的痛楚 咬着牙往门外狂冲 但没冲出几步 邱玉如身是极快 一把抱住了我 柔柔的躯体贴近 一双牵牵玉手 在我胸口不断地扒拉 我全身寒毛直竖 完全挣扎不开 大叫道 姐 求你不要啊 邱玉如叫我抱起 一把抛上了床 笑道 姐就喜欢你这股小浪劲 我来了 她坐视朝床上扑来 警察察房 快开门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 无比急促的敲门之声 邱玉如文言 顿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表情显得非常紧张 我大喊道 来人啊 快来人啊 有人强暴 门砰的一声打开了 邱玉如身姿 如同一只狸猫 一下窜了出去 门口进来一个人 竟然是李小小 她冲我大喊道 哥 快走啊 我疯狂套起衣服 往门外疯跑 李小小则在后面 气喘吁吁地跟着 一股脑跑到 刚才那个巷子口 看到孙大胖 仍然躺在地上昏迷着 道夫还在他手里 死死拽着 我赶紧将道夫抢过来 带起来 狠狠地踹了他两脚 幸好半命女 不敢碰道夫 道夫一直玩好无损的 孙大胖手中 如果丢了 我都没地儿哭去 有道夫戴在身上 我心开始安定了 回到宾馆 也没找到啥武器 干脆拎了关灭火器 开始在宾馆前后 四处寻找那个变态半命女 要让我逮到他 非得敲死他不可 老子从小到大 从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 一想到刚才 他将我抛到床上 我他妈就害羞地想哭 可里里外外 足足找了半个小时 硬是没见半命女的踪迹 我胸腔憋了的 快要爆炸了 丢了灭火器 气呼呼地接连点了五六根烟 才把内心的屈辱感给压下去 李小小担心我出事 一直跟着我 我刚才找人 抽烟 他都远远地跟着 却不敢讲话 我觉得很尴尬 他连续两次及时出现 都就吓了我 可我特忙 竟然连续两次 都只穿一条内裤 那什么 小小 你咋又出现了呢 我问道 李小小一双大眼睛 死死瞅了我一会儿 佐哥 这次你不是 练气功走火入魔吧 我来酒店 替我爸送古董给一位客人 却看到你被一个女人 给扛着 你拼命地喊救命 我呆呆地想了好久 觉得你应该不是喜欢 在泡妞时 玩这种变态游戏的人 怕你出啥事 所以假装警察来查房 那女的到底是谁啊 小丫头挺聪明的 半命女是鬼 鬼天生不敢接近宫门中的人 刚才被李小小一声喊 他被吓得跑了 我不知道 该怎么向他解释 如果说遇鬼了 怕他害怕 如果说自己帅的 让一个女劫匪想强暴 估计他也不能信 唉 一言难尽 你帮我个忙 先把那死胖子扛诊所去 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孙大胖给扛上了李小小的车 到诊所门口的时候 我仍然不解气 狠抽了孙大胖几个大耳瓜子 医生问 这人哪里不舒服 突发性脑残 他想表演头颅碎大石 结果把自己给撞晕了 不顾医生猛逼的神情 我丢下一千块钱在诊所 走了 李小小送我回鱼铺 小碗今晚在医院陪房 李小小离开铺子后 我越想越生气 喉咙就像吃了苍蝇屎一样难受 哥们干阴行以来 从来没遭受过如此屈辱 我一咬牙 下定决心 不管半命女到底有多凶残 咱能不能干过她 务必请阴阳于朱沙 做好决定 我掏出电话 拨给老贾 打算告诉她 没曾想 我打一个电话 她挂掉 再打一个 她还挂掉 我气得不行 将手机摔沙发上 大骂道 活皮修 祝你早日登天 门外传来一个声音 小左 你背地里就这么诅咒我呢 转头一瞅 老贾背个手进了铺子 见到老贾 我都快激动地哭了 哥呀 你他妈可算回来了 我都快被那半命女 给欺负死了 老贾咒眉道 不能够啊 你身上有道符 她不敢碰你 难不成你又没静明 我脑道 可别提了 我倒提防她了 但我没能提防住自己的兄弟 今天被死胖子 给挖了个大坑 接着 我将做孔雀花 将一集之后 遇到的事 简要说了 老贾听完 一开始想忍笑 可又实在忍不住 捂住肚子 笑得眼泪水都出来了 最后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跟你说 小左 羊髓开闸很爽的 你干嘛不是一下 行 你继续笑 我再听到你一句笑声 钱不还了 我大怒道 老贾强憋住笑 后来憋得受不了 他冲出铺子 估计找个角落笑了好一会儿 才重新进来 进来之后 他解释道 你同他斗了几次 他对你已经有提防了 之所以 到现在 他还没敢杀你 一来铺子 有镇宅的东西 他不敢上门 二来你身上 有精明护体神符 他不敢直接碰你 本来嘛 他准备今晚吸了你羊髓之后 再弄死你的 结果李小小又误打误撞 救了你一命 所以 你请阴阳鱼诛杀他 可能不大方便了 只能请我那位 倒是朋友出马 不过这价钱吗 我一听 激动得不行 只要能彻底 赶死半命女 花点钱无所谓 我说 不差钱 开价 最少五万 这还是卖我的面子 老贾回道 我文言 立马掏出吴老板给的那张卡 里面有四十万 扣除五万 剩下的 还你钱抹账 但你必须得保证 一定能弄死他 老贾见到卡 瞪大了眼睛 你小子哪来这么多钱 我简单解释了一下 吴老板的事 老贾听完 脸上肌肉直抽搐 嘴里喃喃地说 这尼玛都快构成诈骗了 两条鱼竟然敢卖四十万 一日一早 老贾开了辆破捷达 在鱼铺门口 嗶嗶嗶 我上车一看 发现车里就老贾自己 我问他 你倒是朋友呢 老贾回道 关键人物最后关头才能出现 他又掏出一小玻璃罐黑黑的油 告诉我 里面是我朋友密制的浮游 咱们瞅机会 先给孙大胖灌进嘴里 半命女身上 现在留存着孙大胖的羊髓 孙大胖撤之后 浑水护迁会废掉半命女一半的怨气 届时 我那倒是朋友就会出现 把他给彻底废了 得 我牙根直痒 催促老贾快走 车开到孙大胖的单位 我们准备先骗他下来 敲晕他 强行贯服游下去 老贾先给孙大胖办公室打了个电话 喂 请问孙健生在吗 请下来取一下快递 可刚说几句 老贾就把电话挂了 咒眉道 他同时说 孙大胖休假去旅游了 我顿时梦了 昨晚还在诊所打点滴呢 今天就去旅游了 我寻思不大对劲 赶紧打孙大胖的手机 孙大胖接了电话 怒气冲冲吼道 姓左大 你不要太过分 玉如猜测果然没错 你为了破坏我们的爱情 今天一定会继续弄法术整我 我和玉如找人去捡你下跌我的杨尾术了 等我回来再收拾你 卧槽 半命女竟然未卜先知 带着孙大胖跑了 突然起来的变化 让我和老贾都觉得很猛 半命女怎么能够提前知道 我们要办她 老贾解释 普通的鬼一般没思维 只有怨气 但这老娘们不是普通鬼 相当于鬼中的高级知识分子 太狡猾了 半命女吸了孙大胖羊髓 她不会放过 要么吸死她 要么弄死她 她是打算带她出去弄死呢 这下太难办了 我记得额头上的汗都出来了 难办也要罢 赶紧想想折 老贾回道 没其他办法 除非现在知道他们在那里 咱们能强行截住他们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立马给孙大胖打电话 问他在哪里 你还敢跟我打电话 孙大胖咬牙切齿道 死胖子 你喜欢邱玉如 我也喜欢他 按道理 我们是一伙的呀 你告诉我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呢 我一边胡扯 一边仔细听电话那头的声音 试图判断出他所处的具体位置 卧槽 你个神经病 孙大胖气得不行 不知道把电话挂了还是摔了 再打过去 他关机了 不过刚才短暂的通话 却有大收获 我听到电话那头 有卢州爵士叫花鸡 25元一只的广告声 卢州叫花鸡是个 我们这地方的网红鸡 位于明珠商业中心二楼的小吃广场 他们在明珠商业中心 我叫老贾 先去接道士朋友 我去接住他们 匆忙打了一辆车 叫司机带着我 杀向明珠商业中心 上了二楼 我直奔卢州叫花鸡铺子 二楼小吃广场 是开放型的营业场所 店铺林立 走到边上 果然发现 孙大胖和邱玉如正在吃叫花鸡 鸡已经吃到了一半 边上还点了一碗汤 我赶紧给老贾发信息 速度过来 他们在二楼小吃广场 现在单凭我一个人 不仅没法制服他们 一旦被他们发现 估计都没命走出小吃街 老贾回信息 你先想办法 让孙大胖吃上浮游 我们正在来的路上 这怎么让他吃 要直接冲上去 他们不得揍死我 正在此时 邱玉如拎着包去上厕所 摊子 只剩下孙大胖一个人 在埋头啃鸡骨头 我想了想 硬着头皮 走到服务台 点了一碗汤 站边上喝了两口 我给了服务员二百块钱 笑着说道 美女 那胖子和女的 都是我的同事 两人不公开 在玩地下恋情吗 你给他送两只鸡 马上叫他来柜台领取 我等下去 他们吃饭的地儿整骨 一下他们 剩下的钱 给你当小费了 服务员瞅了一眼孙大胖 收下钱 笑嘻嘻地说好 我拿出黑乎乎的浮游 倒进了自己 刚才喝的那碗汤里 悄悄地躲在了柱子后面 令人惊讶的是 黑黑的浮游一遇见汤 竟然变得彻底没有颜色 没曾想 服务员见到了我动作 惊讶不已 似乎怀疑我在下毒 我赶紧对他做了一个 噤声的手势 嘴巴低声说道 整骨 服务员文言 表情虽然犹疑 但还是叫孙大胖过来取机 孙大胖非常不见 我没在叫机啊 但他还是去了柜台 见此清景 我迅计从柱子后走出 将孙大胖桌面上 那半碗汤给替换了 做完这些 我浑身大汗淋漓 而此刻 邱玉如也从厕所回来了 孙大胖跟他说着什么 邱玉如盯着那两只 新取来的叫花鸡 眼睛四处看 没看到什么 但他已经警惕了 开始什么都不吃 用纸巾擦着嘴巴 好像还叫孙大胖 在吃新送来的鸡 幸好我刚才没把浮游 拌在叫花鸡上 孙大胖点点头 张口准备喝汤 我连大气不敢出 心里寻思 死胖子 你他妈快喝 孙大胖嘴巴刚凑到汤碗边上 眉头顿时皱起来 用鼻子闻了一闻 好像感觉出不对劲 竟然转手把那碗下了 浮游的汤给倒了 我脑瓜子嗡的一下 怎么还他妈倒了 老贾就给了我一罐浮游 到了 就彻底没了 他们可能已经感觉出了异常 收拾东西 准备走了 我急得不行 一旦两人出了二楼小吃广场 外面没啥可掩护 我一定会被他们发现 眼瞅他们就要开始下扶梯 我都快急成了傻子 正好有一个卖玫瑰花的小朋友路过 我一咬牙 给了他五百块钱 买了一大把玫瑰 迅速掏下脖子上的道符 塞在玫瑰花里面 小朋友 你看到那个漂亮姐姐了吗 这束玫瑰花块送给他 哥哥 那姐姐有男朋友 小姑娘忽闪着大眼睛 天真无邪地说 还准备把玫瑰花 从我手上给拿回去 我差点晕过去 赶忙对他道 那胖子不是他男朋友 是他亲弟弟 你可不能当我幸福呀 小姑娘文言 脸上露出了笑容 抱着玫瑰花追去了 邱玉如正跟孙大胖下电梯呢 小姑娘跑过去 嘴里对她说着什么 并将玫瑰花举起 递给邱玉如 邱玉如满脸惊讶 眼睛往我这边看 没看到什么 也许女人天生 对玫瑰花都无法抗拒 不管是本体邱玉如 还是半命女 皆是如此 她下意识伸手去接玫瑰花 一接之下 里面道符发挥作用 她整个人突然倒地 浑身抽搐 口吐白沫 小姑娘吓得哇一声哭了 孙大胖见状 大惊失色 赶忙去拉邱玉如 她将玫瑰花 迅急从邱玉如身上扒拉开 花一扒拉开 邱玉如不再口吐白沫 但浑身仍如过电一般 在打着白子 我心里快急疯了 疯狂打老假的电话 但没打通 转眼一瞅 孙大胖拨弄开那束玫瑰花 发现了里面的道符 而且 她转眼正好瞅见了在打电话的我 孙大胖额头青筋暴突 拎起一个垃圾桶 呲牙咧嘴就向我冲来 此刻 邱玉如也颤颤巍巍起来了 目光无比愿毒地盯着我 开始挪不向我追来 我浑身血都凉了 撒鸭子就跑 可糟糕的是 没跑两步 迎面却撞到了一个人 我正准备骂娘 抬眼一看 老假来了 老假的背后 还有个女人 她穿着一身轻衣 头戴一顶贝雷帽 大大的口罩 遮住了几乎整张脸 只露出一对秋水般的毛子 身材极好 女人瞅了一我眼 没理我们 像个路人一样 往前走去 她走过我身边时 我闻到一股香味 淡淡的檀香味道 这是老假的倒是朋友 邱玉如发现了异常 见到那女人之后 竟然吓得回头就跑 孙大胖这个傻憨憨 拎着垃圾桶 呼拉一下砸我的头 我在地上一滚躲过 老假手里不知道啥时候 掏出一块板砖 一板砖将她给敲晕 我们三个人 一起去追邱玉如 轻衣女人速度非常之快 就在邱玉如要下电梯的档口 一把将她扯住 娇喝一声 脚一撩 将邱玉如给摁倒在地上 邱玉如的力气 我见识过 非常之大 但在轻衣女人面前 却丝毫没还手之力 轻衣女人说 绳子 老假迅速地递过去 一根乌漆骂黑的绳子 我们两个人帮忙 七手八脚地 将邱玉如给绑了起来 周围人顿时一片哗然 纷纷围观 我大让道 让开让开 这对情侣有洋巅峰 他们会咬人 围观群众一听 全开始往后躲 我见到轻衣女人 一手摁住邱玉如的头 口中低声地念着古怪的咒语 而后 她又掏出一个预警盒子 迅速拿出一颗黑乎乎的药丸 塞进了邱玉如的嘴巴 随着轻衣女人嘴巴 念咒速度越来越快 邱玉如口吐白沫 双眼翻白 在地上不断地抽搐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是现场驱邪 与电视上飞天遁地的 不过 轻衣女到额头上都是香焊 驱邪过程显得有些艰难 邱玉如吐了几分钟白沫 突然面目猙獰地大喊道 秀恩爱 死得快 轻衣女到口中咒语越来越快 邱玉如的状态愈发癫狂 臭婊子 我不想死 我要弄死 你们这些渣男 搞乱搞臭你们这些烂女人 凭什么 凭什么 我寻死你不死 简直没天理 你当老师活着的时候 害死谈恋爱的学生 死了之后变成半命女 又害死了不少男人 留着你 就是天大祸害 渐渐地 他的声音变得很弱 开始告扰 大师 别杀我 说着说着 他口鼻开始流出了浓浓的黑色枝叶 恶臭不堪 看热闹的人 纷纷捂住了鼻子 轻衣女到 也秀眉紧错 罐子 老贾立即掏出一个土桃罐 轻衣女到接过土桃罐 将那些恶心的枝叶 全滴进了罐子 而后 他牵手一番 盖紧罐口 迅疾贴了一张道符在上面 做完这些 轻衣女到长输了一口气 放开邱玉如 站了起来 轻声说道 贾伯伯 半命女已经被破成了残魂 但怨气依然大 我要回去打叫化解 老贾忙不迭回答 银姑娘 你快去吧 剩下的 我们来处理 轻衣女到点了点头 抱着罐子离开 我见她要走 觉得道符的事 还没感谢她呢 忙说 轻衣女到回过头来 美眸好奇地瞅着我 还有事吗 没事 那什么 谢谢 我半天嘴里 蹦出这么几个字 她没理我 转身走了 背影 那叫一个萨 老贾很踹了我一脚 老道 看锤子啊看 还不赶紧把这对野鸳鸯给弄走 等人报警吗 我反应过来 咋弄 一人背一个 老贾说 我对戳玉如身上的半命女冤魂 到底有没彻底整干净 心里压根没底 提出悲孙大胖 老贾文言 露出猥琐的表情 那感情好 我们叫围观的人都散了 告诉他们 这对杨巅峰情侣 已经吃了紧急药 暂时昏迷 得赶紧送往医院 大家都相信 让出来一条路 我捡起玫瑰花丛里的道符 背起了孙大胖 往外走时 错眼瞥见 卖叫花鸡的女服务员 正满脸煞白地站在原地 显然 他心里肯定对我们有所怀疑 但估计此刻也吓得不敢报警 回到劫达车上 老贾开车 往鱼铺走 我担心孙大胖醒来 会砸了鱼铺 连忙拒绝 老贾说道 你放心吧 我刚才那一版砖 死胖子绝对脑震荡 后半生指定要在床上度过 我闻言 脸都下白了 狗日的 你说真的 你这是要死啊 去一趟邪 你拍出来个植物人 我怎么向胖子父母交代 老贾黑黑一笑 看把你急的 我开玩笑呢 小左 你就是心太软 胖子上次差点弄死你 你现在却还护着他 我长出了一口气 说道 那也得分谁 你要是成了植物人 我第一时间去把管 老贾脸部抽出两下 没意气 我问 孙大胖会不会还迷恋邱玉如 老贾解释 你放心 半命女被收了 胖子绝不会再对邱玉如魂牵梦绕 等她醒了 可能完全不记不得之前的事 听到她这么说 我彻底放下心来 问她 那邱玉如咋整呢 银姑娘交代 她邪气轻体严重 要拉窗帘在屋子里不吃不喝七天 每天点福香薰 才能恢复过来 这么低 我做生意 讲究擦干净屁股 带她到我家去 我本来举双手表示赞成 但转眼瞅到她 一副无比猥琐的表情 寻思不对劲 邱玉如现在身上没邪碎了 是个正常的漂亮女大学生 老贾想干嘛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如果孙大胖醒来 脑海里残存着对邱玉如的思念 结果邱玉如又被老贾给霍霍了 死胖子 不得杀了我 我说 这次我是花钱的雇主 我说了算 带她回铺子去 不是 你不怕她身上斜碎没去干净 老贾计划被识破 皱眉问道 不怕 再说 你这几天也别走了 待在渔破 把屁股擦干净 我回道 老贾脑道 我哪有空 没空算了 把五万块还给我 我说道 对付老贾 只能用钱这一招 果然 老贾文言 脸都绿了 气呼呼的狂轰油门 回到铺子门口 将孙大胖和邱玉如搬了进去 我拍了拍老贾的肩膀 老贾 你刚才闯了三个红灯 我看你好生气的样子 硬是没敢讲 老贾勃然大怒 随手抄了个鱼缸 就要来砸我 我赶紧往边上躲 这个时候 孙大胖在沙发上 嗡哼了两句 眼睛迷瞪几下 醒来了 满脸迷蒙 左翼 我咋在这儿呢 我心中直发笑 寻思你要是不在这儿 就在阎王殿 跟阎王打上麻将了 我问他 死胖子 你还记得之前 干了些啥没屁眼的事不 孙大胖揉了揉脖子 摆我一眼 我天天干没屁眼的事 你知哪见 看来 他确实啥也不记得了 我把整件事情 来得龙去脉 添油加醋地跟他讲了 孙胖子听完 目瞪口呆 挣了好一会儿 他笑道 不能够 我怎么会为了女人 伤害自己的兄弟 见他不幸 我从手机调出来几张 他与邱玉如在一起的照片 递给他看 孙大胖看了一会儿照片 说道 我明白了 为了这么漂亮的女人 弄死你 确实是我的一贯风格 我一听 顿时全身都炸了 跳过去摁住他 抬手想抽他大嘴巴子 孙大胖连忙告扰 开玩笑开玩笑 兄弟 救命之恩永世不忘 那女人现在在哪呢 老贾挪了挪嘴 告诉他 在屋子里熏香辟邪呢 孙大胖正脱开我 左右瞅了瞅 突然抄起一把水果刀 就往屋子里冲 我和老贾都被他的举动吓猛了 想去拉 没拉住 孙大胖已经拎刀进了屋子 我们赶忙冲进去 没想到 孙大胖看到邱玉如之后 傻傻地站在原地 正正地不讲话 末了 这货嘴里来了一句 算了 等他醒来再找他算账 说完 他转身出了门 你算鸡毛账啊 邱玉如也是受害者 他比你还惨 今后都不一定能嫁得出去 我说道 孙大胖闻言突然哇的一声 哭了起来 神色相当的悲伤 这啥毛病 老贾皱眉问道 我咋知道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鬼哭狼嚎干嘛呢 孙大胖一把抱住我大腿 抽气道 个 悲剧啊 我一个黄花大小伙 竟然被老变态鬼给办了几天 想起这事 我就 说着 这会儿开始哇哇狂吐 似乎极为恶心 我一阵无语 安慰道 你可别得了便宜 还卖怪 许仙与白娘子 宁采晨与小倩 都是人鬼之间 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再说了 邱玉如虽然被半命女倾体 但身子是她的 以你这副耸货样 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才能占这么漂亮姑娘的便宜 孙大胖泪眼婆娑地问道 那你前天 在宾馆咋不占她便宜呢 我一时语色 只好胡说八道 我跟你说 但凡不是怕小婉知道 我也就从了她 邱玉如那长相 身材 手感 多挖腮 在说话时 老贾一个劲在边上捅过我 我回头一看 小婉撅着嘴 满脸委屈地进来了 老贾立马说 小左 我还有点事 老货立马溜了 孙大胖抽了几下鼻涕 那什么 左哥 改天向你感谢 他也溜了 我特么 小婉 其实我刚才胡说八道呢 死胖子一直鬼哭狼嚎 小婉没理我 进屋子看了看邱玉如 出来之后 她对我说 我上班去了 小丫头真生气了 我赶紧拉住她 向她解释在酒店 那天晚上的情况 小婉问 谁能证明你没做坏事呢 李小小啊 她当时在场 要不我给她打个电话 证实一下 就是那个 送你蕾丝睡衣的女孩吗 不是 这完全两码事 我恐怕跳进黄河 都洗不清了 小婉突然扑呲一声笑了 说 我故意逗你玩呢 我哪那么小气 瞧把你给急的 而后 她拉着我的手说道 我妈想你了 咱现在去看看 我长出一口气 忙说好 关了铺子门 让邱玉如在里面睡 反正她七天之内 不吃也不喝 打了一辆车 往医院赶去 司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模样看起来很和善 路上聊天也正常 但前面突然有一辆车 不按道行驶 超车时候别了她一下 结果 司机变得无比暴怒 口中大骂 垃圾 瞎几把开 而后 她猛地一踩油门 疯狂超车 硬是要别回刚才那辆车 可惜那车又转弯走了 司机一直慢慢咧咧的 好一顿才停歇下来 过十字路口之时 有一个沙马特发型的小年轻 骑摩托车 突然冲了过来 司机紧急刹车 小年轻也吓了一跳 司机顿时火冒三丈 下车就要揍她 小年轻骑着摩托车 风一般地走了 她还回过头来 挑衅式地冲出租车司机 竖起了终止 出租车司机 这下彻底炸毛了 对我们说 兄弟 你们下车 我不收你们钱 我要追上那个傻缺 揍死他 我指了指车 外面骑摩托车赶过来的交警 对他说 还有几秒 你要被他贴罚单了 司机见了 慌忙上车 在车上又一顿骂骂咧咧 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怒怒一足 就劝他少说两句 大兄弟 我跟你说 现在出租车没法开 本来出租车就被网约车挤占了市场 路上还一群二百五乱开车 你知道吗 我每个月因为被逼让他们 导致压簧实现 追尾 撞马路牙子 破老财了 挣点钱全给搭了进去 你说气不气人 小婉说 大哥 你别生气慢慢开 就不会破财了 能不生气吗 我家里有个重病在床的老娘 一个儿子在读高中 全靠我开车的一点收入 公司还因为我事故多 经常扣我的出勤奖 这么一折腾 我连生气都存在问题 司机愤愤不平地解释道 我一听 寻思怒怒 虽然是破财因素之一 但估计这司机 近期有点走劫财运啊 不由自主地瞅了几眼他的面相 果然 出租车司机眼帘堕盖 眉毛杂乱 财博公书械 面相上叫漏八荒 漏八荒面相之人 情绪极不稳定 脾气暴躁易怒 常导致人员较差 家宅难安 才不内聚 感情易变 我忍不住问道 你老婆跟你离婚了 儿子成绩也不太好吧 司机闻言 猛地一个急刹车 回头死死地瞅着我 你怎么知道 他这猛的急刹 我们差点一个 猎气撞到座椅上 司机干脆靠边停车 双目盯着我 你快说 你怎么知道 我说 我会简单看点像 但咱能边走边说吗 司机闻言 满脸惊讶 重新发动汽车 卧槽 今天还遇到高人了 大兄弟 你说得对 我原来爸在运馆所上班 但看不管领导吃拿卡药 冲他翻了几次桌子 后来被穿小鞋 我又冲他掀几次桌子 最终被开除了 可我是正义的呀 老婆呢 喜欢跟别人跳广场交易舞 你说一个女人不在家洗衣做饭 成天跟别的男人跳舞 像话吗 干了几次账 离婚了 我儿子 十七八岁年纪 喜欢在网吧玩游戏 我把他绑回来打了几次 他游戏倒不敢再玩了 但天天在教室里睡觉 你说气人不 可为什么大家反而不理解 却一再排挤我呢 我顿时无语 出租车司机出发点固然没错 但他的处事方式 全走极端 难怪总是破财 自己儿子十七八岁了 还绑来打 这种教育方式 简直过分到了极点 我不想理这人 可他还在继续叙叨叨 并反复问我 有没有破解之法 何气生财啊大哥 小婉说道 我性格天生的 何气不了 大兄弟 你一看就有大本事 有没有那种 能让我彰显正义 又不破财的办法 出租车司机不依不饶 我有点不耐烦了 可以请一尊风水鱼 改善运势 但要花钱 多少钱 出租车司机问 我干脆说贵点 最少五千块一尊 司机瞬间不吭声了 幸好医院已经到了 我和小婉去了病房 阿姨正坐在床头吃香蕉 我叫了句阿姨 阿姨见到我过来 非常高兴 叫我坐床边 他拉着我的手说 小左 你打算啥时候改口啊 小婉闻言 说 妈 你这什么急啊 我没想到阿姨 突然说这事 愣了 阿姨见我不吭声 问道 怎么了 是不是小婉哪里不好 我赶忙说 不是不是 您打算啥时候 叫我改口 我就改 阿姨笑了 好孩子 小婉眼光没错 你千万不要有负担 小婉嫁给你之后 一起帮忙还债 给你洗衣做饭 生个大胖小子 等我以后身体好了 给你们带小孩 王勇那事 我醒来之后 才知道 狠狠地骂了小婉一顿 我就是死 也不能让女儿 进火坑啊 阿姨您别说了 那事怪不得小婉 我笑着回道 小婉说 妈 你别想太远 啥玩意儿 我就给他洗衣做饭 生大胖小子 阿姨立马打断道 你别嘴硬 你向王勇借钱那会儿 我虽然不能说话 但你天天眼睛 哭得像萝卜 我会不知道 再说了 生大胖小子怎么了 我看你们这种状态 也应该用不了多久吧 小婉文言 脸立马像红霞 妈 这里可还有别的病人呢 阿姨笑着说 狼情惬意 没啥不好意思 我得赶紧康复 不然以后 你们小孩没人带 我说 对对对 您必须得赶紧康复 就我和小婉这体格子 她大概率怀双胞胎 到时您可累了 小婉在边上掐我的胳膊 阿姨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聊了一会儿天 我看了看边上 两条钥匙罗汉 小婉照顾他们很好 有水稀细 镜头十足 我预计 阿姨用不了多久就能出院 我从小没父母疼爱 爷爷去世之后 更是孤零零一个人 那一刻的温馨场面 让我有成家的强烈冲动 心中暗下决心 必须抓紧赚钱还债 让娘俩过上好日子 我作别阿姨 小婉继续在医院照顾她 出门的时候 我听到出租车嗶嗶嗶之响 转头一看 那个陆怒正司机竟然没走 他笑着下车 递了一根烟过来 七块钱的双喜 大兄弟 忘了介绍自己 我叫陈德寿 刚才我打电话问了朋友 朋友说 风水鱼确实有调理身心 聚拢财运的功效 但他还说 前提必须要找到有本事的师傅 我觉得你有本事 价钱方面 咱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或者可不可以先预付一部分 等有效果了 再付为款 毕竟 我的家庭条件你也知道 我说 风水鱼是特殊商品 性则请 不性则不请 不存在分期 你要诚心请 四千块吧 我发现一个问题 自从开始做鱼鱼生意之后 对钱看得越来越重 以前消费 该花则花 不会考虑太多 但现在每次花钱 都习惯以 要做多少条鱼 担多少成付来衡量 毕竟 干阴行相当于在鸡蛋上跳舞 搞不好就把自己就栽进去了 陈德寿文言 咬了咬牙 行 等我筹到钱 改天我倒你铺子来 说完 他开着车离开 出医院闸门的时候 陈德寿因超时十分钟 保安要多收他五块钱停车费 这货又跟人家大吵了一架 时间一耽搁 保安告诉他要多收十块 气得他丢十块钱在地上 骂完保安祖宗十八代 走了 一般生意交易 对方说改天再来 基本都没戏 我也不奢望他会来请鱼 去市场进了一批鱼 回到铺子的时候 邱玉如还在屋子里沉睡 期间老贾来了一次 更换了一遍福香 孙大胖却来了好几趟 他每次都去房间瞅一遍邱玉如 看完之后 脸色非常古怪 问我同一句话 你觉得这小姑娘可怜吗 肯定啊 他这种的情况 今后不离开这里去远方生活 很难再嫁出去 半命女可把人家给害惨了 我回到 七天之后 孙大胖一大早来了 等到中午 邱玉如也醒了 他先是一阵狂吐 全是绿黑色的恶心东西 而后 他狂上厕所 直到傍晚 才恢复正常 邱玉如恢复以后 觉得非常奇怪 问道 你们是谁啊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简单解释了一下情况 小姑娘吓得接连晕过去好几次 他只记得 去帮杨老师取骨灰之前的事 此后一概不记得了 孙大胖显得非常焦心 在铺子里夺来夺去 邱玉如最后一次晕倒后醒来 正正地发了一会儿呆 而后 他指了指茶几上的苹果 问我们 我想吃个苹果 有水果刀吗 看来他七天七夜没吃没喝 确实饿坏了 孙大胖忙说 有 我给你削吧 他找到水果刀 正准备削苹果呢 让人预料不到的是 邱玉如一把 将水果刀给抢了 猛地朝自己脖子割去 我们顿时吓坏了 赶忙笨住他 将他手中的水果刀给抢了 邱玉如大嚷 放开我 你们让我死 说完 他又用头去撞墙 怎么扯都扯不住 实在没办法 我反手一个手刀 将他给打晕了 孙大胖健壮 脑道 你他妈下手这么重干嘛 哎呦我去 死胖子 不会真喜欢上邱玉如了吧 我不可思议地瞅着他 孙大胖见到我古怪的眼神 尴尬地忙着解释 那什么 毕竟我也有责任 他也是受害者 有啥责任呢 别扯犊子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我问道 哪能呢 哥们从小善良 喜欢保护弱者 我就是觉得他 挺可怜的 孙大胖闪烁其词 虽然我也觉得 邱玉如可怜 但作为哥们 我不得不郑重地提醒孙大胖 死胖子 你可千万想清楚 你父母的身份 对儿媳妇要求极高 万一让他们知道 邱玉如之前的事 孙大胖白手打断我 我觉得 从保护女性的角度 这事儿 大家都要闭嘴 谁要说出去 谁他妈烂唧唧 过了一会儿 邱玉如醒了 哭得梨花带雨 为什么不让我死 为什么 我没脸见人 根本活不了 你们现在阻止我自杀 但能够阻止我一辈子吗 那什么 邱姑娘 生命成可贵 你千万不能自寻短见啊 我也是黄花大小伙子 不也一样 被老太婆给祸害了吗 但咱生活还得继续不舍 忍一忍 就当咱做梦时候 一起玩了场啪啪啪游戏 孙大胖 慌不择言安慰 邱玉如一听 翘脸 又羞愤难当 猛地扯过孙大胖的手 死死地咬她的胳膊 孙大胖疼得嗷嗷直叫唤 但却没躲 反而一边呲牙咧嘴 一边还在安慰地拍着她的背 邱玉如死死地咬了一阵 抬头泪眼婆娑地问 你为什么不躲 孙大胖直作牙花子 同视天涯沦落人 邱玉如闻言 一把抱着孙大胖痛哭 我嫁不出去了 我嫁不出去了 孙大胖脸色肌肉抖了几下 半晌之后 似乎下定了决心 你嫁不出去 我娶你 邱玉如顿时愣了 上下反复打量了一下孙大胖 伸手抹了抹眼泪 你太胖 我不喜欢你 说完 她起身出了铺子 孙大胖见状 急了 赶紧追了出去 我都猛逼了 死胖子真的喜欢上了邱玉如 中午 我正收拾一铺 陈德寿过来了 他先打量了一下铺子 随后笑嘻嘻地说 大兄弟 我来请鱼了 陈德寿掏出四千块钱 递给我 我没料到 他真的会来请鱼 可生意上门 没有往外推的道理 赶紧叫他坐下 倒了一杯茶 向他解释道 阴阳鱼分阳鱼 阴鱼 阳鱼利用神佛的钢器 结合自身品行改变 达到改运降服的目的 出效果时间会长一点 但没啥副作用 阴鱼说白了 就是喂养残魂 效果很快 很霸道 但禁忌也很多 如果供养不当 会遭反事 陈德寿问 啥叫残魂 我说 被打成了残废的鬼魂 陈德寿文言 吓了一跳 那我不能请阴鱼 我上游了 下游小 一旦出事不得了 我解释道 阴鱼原料太贵 四千块只能请羊鱼 羊鱼聚裁效果 也没任何问题 我打算给你做两条婆娑梅鱼 你放在驾驶台上供养着 预计几个月时间 破财之事就会扭转 不过 你得改改自己脾气 财气财气 你把气撒了 菜也撒了 懂这个道理吗 陈德寿若有所思一会儿 翻了翻白眼 正义会迟到 但我不能让他缺席 脾气我尽量改 但该出手时 咱还得出手 话没错 但弘扬正义 有很多种方式 不一定非得翻桌子 打架 我说道 陈德寿说 行了大兄弟 你说的我都记住了 赶紧吧 我估计他一百个没记住 但这也不是 我能决定的 婆娑梅 也叫养心鱼 它嘴边有几根 柔肠若虚的触角 像菩萨的眉毛 菩萨一般慈眉善目 所谓慈眉 就是指 菩萨的眉毛很柔和 婆娑易动 做婆娑梅鱼的灰 不能用卢灰 要专挑菩萨向身上的灰尘 身是菩提树 心为明镜台 菩萨全身慈悲 大度能容天下事 对陈德寿这个陆怒症患者最合适 做好鱼 祭玩鱼 我叮嘱陈德寿 你出车 收车的时候 各上一柱檀香供养 念一遍心经 菩萨神圣 万不可在他面前干伤天害礼 或者不劫务事 否则 神佛刚弃离你而去 没法庇佑你 伤天害礼之事 我指定不会干 但不劫务事指什么 淫秽 血腥 以及肮脏的物品 陈德寿回答好 临走之前 他低声嘟囔着 两条小鱼卖四千 如果没效果 我一定会掀了铺子 揍得你连妈妈都不认识 我问 你说啥 陈德寿忙回道 没啥 没啥 他走了之后 我顿时有点后悔 做这单生意 杨鱼笑过来得慢 指不定这暴躁司机 会干出啥蠢事来 一个礼拜之后 陈德寿竟然脸带喜色 神经兮兮兮地来了铺子 大兄弟 我请你喝酒 我问他咋了 他丑四周没人 神秘地讲 婆娑没真神啊 你知道吗 我昨天出车回来的时候 竟然被一辆车给追尾了 我气得下车 就想去揍他 你猜怎么着 那人竟然是酒驾 给我三万块钱 捅我私了 三万块啊 这差不多是我大半年的收入 婆娑没也太招财了 我都被这事给争梦了 婆娑没是杨鱼 改运专招正财 怎么还会招这种偏财 我不敢确定 这就是婆娑没的效果 问他 你每天都正常供养吗 正常啊 我告诉你 那个吊丝鸡 我收三万块都嫌少了 算救了他一命 怎么还救他一命 他付钱之后 吓得不敢再开了 将车靠边 自己躺在草丛里休息 前面刚好学校放学 学生扎堆 以他在城区九十码的最佳速度 他必然要撞死人 被判刑没跑了 我瞬间明白了 菩萨慈悲 不愿伤及无辜人命 迫使最佳司机追尾停车 倒让陈德寿捡了个大便宜 我不愿去吃饭 但陈德寿说 不去吃饭 就是看不起他 讲到最后 他竟然面红耳赤 一副 要对我动粗的样子 无奈之下 我只得去了 上了车 我看了一下驾驶台上两条婆娑眉 发现于肩闭眼 不咋爱动 菩萨闭眼 车里面肯定有不结的东西 我鼻尖闻到一股怪味 打开副驾驶的储物和一看 顿时傻了眼 里面有用过的寄生用品 基本颜色书刊 还有一片腐臭的五花肉 淫秽和沙生 乃佛门之大计 难怪婆娑眉于闭眼 我问陈德寿 到底怎么回事 陈德寿一看那些东西 脸都白了 赶忙解释 我不知道啊 我是出白班的 每天早晚一炷香正常供奉 晚上还把婆娑眉于带回家里 难道是乘客弄的 我赶紧把东西丢了 脑道 哪个乘客会这么无聊 肯定是你认识的人 除了你 还有谁能接触到车 陈德寿文言 猛地一拍大腿 一眼般司机 不对啊 这小子跟我没深仇大恨 干嘛要害我 不行 老弟咱等会儿再吃 我必须先去收拾他一顿再说 他也不管我同不同意 直接将车开到了出租车总站 下了车 陈德寿不顾我阻拦 拎起一根钢管 就冲进了休息室 那夜班司机正在睡觉呢 被他一钢管抽得嗷嗷叫 我赶紧去劝 绿豆眼 老子是刨了你祖坟 还是上了你老婆 你这样害我呢 手套相放避孕套和死猪肉 害得菩萨碧眼 老子今天废了你一对绿豆眼 陈德寿气急败坏地大骂道 那个叫绿豆眼的夜班车司机 被莫名其妙挨了一棍子 顿时火冒三丈 陈德寿 你是不是神经病 谁放那些破东西 我摊上跟你共搬 倒了八辈子血没 老子人你好久了 说完 他抄起了条凳子 两人开始撕打起来 这一闹 正在休息的出租车司机 全跑来了 他们过来拉架 但看得出来 陈德寿的人员极差 出租车司机全在拉偏架 陈德寿反而被绿豆眼摁在地上 挨了几凳子 手 腿肿得像大萝卜 我见形势不对 赶忙把陈德寿给拉了出去 这伙怒气冲顶 完全不管不顾 拎着钢管 还要往里面冲 我大脑道 菩萨也见不得打架血腥 你要再去打 婆娑没余 可就彻底没用了 此话一出 陈德寿总算是消停了 他骂骂咧咧地上了车 我则问道 你咋能这样呢 不问青红皂白 就动手打人 除了他 还能有谁 讲到这里 陈德寿突然一震 眼睛呆呆地瞅着前方 一会儿之后 他回过头来瞅着我 莫非是我儿子干的 你儿子 对啊 能接触车的 除了绿豆眼 还有我儿子 昨天晚上 我意外得了三万块之后 回家时 撞见我儿子 跟一个小太妹 在楼下打拨 我气不打一出来 当着小太妹的面 扇了我儿子几个大耳瓜子 当时她嘴角都出血了 小太妹被吓跑之后 我儿子眼睛无比愿毒地盯着我 我丢给她两百块钱 让她开车 去超市割两斤猪肉 给我下酒 超市来几分钟路程 可她去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回来 而且 猪肉明显没两斤 这推断极为合理 十八九岁的年纪 正是最叛逆的时候 陈德寿当着她儿子女朋友的面 打了她 她儿子为了撒气 保不齐在车上 跟小太妹 做了什么淫秽出格之事 并特意丢了猪肉 和颜色书刊在手套箱内 我听了陈德寿猜测 不置可否 你先向菩萨道歉吧 至于到底是谁 后面慢慢查 以后千万不能再出现这样的事了 陈德寿回答行 他开始 对着婆娑梅雨猛磕头 几十个头 讲了一大堆请求原谅的话 道完歉 他硬要拉着我去吃饭 我实在推脱不过 只得去了 一餐饭吃得索然无味 本以为陈德寿之事就此结束 可过了一个月 一辆宝马X1 突然停在了鱼铺门口 我寻思是谁呢 没曾想 竟然是陈德寿 陈德寿上来 就丢了一包滑子给我 而后 四仰八叉的鞋躺在沙发上 满脸得意地说 大兄弟 我不干出租了 发了点小财 我说 咋这么快就发财了 连别摸我 都买上了 原来那天陈德寿回家 果然查出 是他儿子在出租车上捣的鬼 他气得不行 将他儿子吊在房梁上 惩罚他 不吃不喝三天 打算彻底制服他 房子是陈德寿租的 位于平民区 以前那一片是乱葬岗 七十年代大搞建设 那年月没钱 公家号召大家就地取材 不少老百姓 挖出地里的棺材板 来做房梁 陈德寿租的房子 用的就是棺材板 交合做成的空心房梁 他儿子在房梁上挣扎了三天 房梁断了 空心房梁 竟然掉下了一副残缺的骸骨 陈德寿顿时吓坏了 也不再管他儿子了 赶紧将骸骨给包了 到野外找个坑 埋进去 可没想到 他在挖坑的时候 竟然挖出来一个陶罐 看样子像尿壶 陈德寿不懂古董 但感觉能值钱 第二天 他将尿壶拿到古董铺子 老板一看 说是明宣宗皇帝的御用尿壶 直接以四十万价格收购了 我顿时目瞪口呆 婆娑梅慈悲为怀 见不得尸骨悬梁 故意让尸骨重献天日 让陈德寿拿去入土为安 顺便还给了他一笔意外大财 大兄弟 你叫我改脾气 没有用 我要不是脾气这么火爆 捆了自己儿子上房梁 能得到这笔大财吗 还是那句话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我寻思去你大爷的 你埋个尸孩 挣一个尖 根本就是害怕 不过 我对婆娑梅鱼的强力功效 感到心下骇然 在参观陈德寿宝马车的功夫 特意去看了一下 驾驶台里供奉的两条婆娑梅 一看之下 整个人差点跳了起来 驾驶台供奉的 根本不是 我给陈德寿请的婆娑梅 而是两条普通的养心鱼 怎么回事 这不是婆娑梅 我问道 陈德寿起初不幸 见我不像在开玩笑 仔细回忆了一下 脸一下白了 双腿开始剧烈地打起斗来 鱼被人给换了 谁换的 玩犊子 我儿子 他可能把那两条菩萨鱼 炒来给我下酒了 我顿时大惊失色 菩萨鱼是一尊会游动的神佛 人吃了菩萨鱼 相当于毁坏 侮辱神佛 当然 神佛心胸宽广 一般不会怪罪 但有一句话叫不过佛心 有可阴功 佛不怪罪 阴律却会记得牢牢的 也就是说 这笔账 阎王必然记在个人的应得之上 毁坏 侮辱神佛之人 肯定不得善终 陈德寿颤声解释了情况 卖完鸣宣宗尿壶一个礼拜后 他儿子提前放学回家 竟然主动烧了两条鱼 给他下酒 不过 两条鱼红烧用的酱油 颜色较重 且放了大量腌制辣椒 他根本看不出到底是啥鱼 当时他还寻色 可能前几天把儿子调房梁 给彻底打服了 小孩便懂事了 但古怪的是 他儿子当天一直不吃那盘鱼 陈德寿问他 为啥不吃 他儿子解释 最近咳嗽 不敢吃鱼 当天晚上 陈德寿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见两个长长眉梦 各自小小的老头 招手要乘坐他的出租车 陈德寿问他们去哪里 两个长眉毛老头上车后 说 你从哪带我们来 送我们回哪去 陈德寿觉得 两个长眉毛老头讲话莫名其妙 又问了一句 到底去哪 两个长眉毛老头再次重复 你从哪带我们来 送我们回哪去 陈德寿觉得他们有毛病 抱脾气上来 让他们下车 赶紧滚犊子 两个长眉毛老头 无奈下了车 互相对视一眼 均长叹一口气 各自念了一句古怪的诗 请来不供不奉反杀非有缘人 归去勿念勿怪受过 乃真因果 念完两句诗 两个长眉毛老头小老头 乘着茫茫夜色走了 陈德寿冲他们背影 大骂了几句神经病 发动车继续往前开 不料 刚刚启动 车却一下开进了万丈深渊 陈德寿吓得他一身冷汗 从梦中醒来 赶紧喝了两口 二锅头压压惊 我听了 大骂道 你个蠢驴 大傻憋 婆娑梅念 再与你佛缘一场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在梦中载他们一程 他们可以替你消除一场 弥天大灾祸 你不仅把他们赶下车 还骂他们 你简直 讲到这里 我已经气得压根不想再说话 陈德寿文言 彻底慌神了 我咋知道啊 我又没啥文化 拿棍棒打人 笔拿笔写字顺了 压根听不懂啥破诗 再说了 他们要在梦中 告诉我是神仙 我哪怕送他们上西天也愿意啊 大兄弟 我到底会遭遇到啥灾祸 我不知道 老子又不是阎王殿的阴私 那我再请两条婆娑梅吧 我愿意出双倍的价钱 不 三倍 没用 佛法无边 你虐了佛 天下神佛皆知 请了没人愿意来 也不会再庇佑你 陈德寿文言 愣在原地 久久不吭声 一会儿之后 他突然双目暴脱 我回去 揍死那兔崽子 说完 他踏门而出 十几秒后 他又返回来 冲我咬牙切齿地说 姓左的 我要是在破财 一定会掀了你的铺子 我特么 此后 陈德寿一个礼拜 没有任何消息 中间我还是比较担心他 试图打了他几个电话 但均显示关机 我想着他没来掀余铺 可能应该没事了 以他这种暴虐性格 如果出了啥事 不拿钢棍过来 敲我头不可能 礼拜天晚上 铺子门口 突然来了一个 高高瘦瘦的少年 少年手里抱着一个骨灰盒 瞅了我几眼 问道 请问 你是左老板吗 我问他啥事 少年把骨灰盒放到我面前 指着骨灰盒说 这是我爸爸陈德寿的骨灰 他两天前已经死了 我一听 脑瓜子顿时嗡的一下 下得赶紧退后了两步 你想干嘛 少年冷冷地说 左老板 你别害怕 我特意过来谢谢你 他老爹死了 还过来谢我 我寻思很不对劲 赶紧往后退 顺手悄悄地 抄了一根铁棍在手上 少年没理会我 开始脱下自己的衣服 只剩下一条内裤 我一看 简直触目惊心 少年伤痕累累 全身上下都是疤痕 没有一处好肉 一看就知道 被人打的 少年表情异常地冷淡 手指着那些伤痕 如鼠家真的向我抱着 每一处伤痕的来历 全是陈德寿打的 抱完那些伤痕来历 他长叹了一口气 彻底解脱了 他说话之时 我看到他毛子里刺骨的寒意 仿佛死的不是他父亲 而是一位天大的仇人 少年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能给我一杯茶吗 我放松了警惕 给他倒了一杯茶 少年开始解释陈德寿的死因 两天前 陈德寿开着 别摸我 想回老家去炫耀一把 上了高速之后 一辆大货车超车 还别了他一下 陈德寿突然勃然大怒 将发动机转速表踩到爆 冲过去 想别回那大货车 大货车司机慌了 猛的一个急刹车 大货车拉的是粗条缸 在急刹车之下 钢筋直接往前狂窜 令人想不到的是 钢筋穿过大货车驾驶室 大货车司机毫发无损 但钢筋却像一把飞镖 直插前面陈德寿的宝马X1 从宝马后窗玻璃贯穿进 竟然不偏不倚地捅中了 陈德寿的胃 他当场死亡 据现场目击的人说 钢筋头刺穿胃出来之时 竟然带出来两条完整的鱼骨架 血刺呼拉 晃晃荡荡的 两副鱼架的嘴巴 还咬着钢筋头不放 我心中亥然 完全说不出任何话来 我知道他在你这里请了婆娑鱼 左老板 我实话告诉你 在手套箱里放脏东西 炒了鱼让他吃 全是我干的 他该死 当年我妈妈遭遇抢劫 他及时出现 打跑了劫匪 妈妈觉得他很正义 嫁给了他 但结婚之后 才发现 他根本不是正义 而是有暴力倾向 享受打人骂人的快感 他不允许妈妈跳舞 妈妈被他打瘸了一条腿 妈妈与他离婚之后 很快就生病死了 奶奶其实也不是生病 他有一次喝多了酒 嫌弃我奶奶在外面捡破烂 丢了他面子 拉奶奶回家大骂他 奶奶不服气 解释说 捡破烂全是为了补贴我读书 他觉得伤了自尊 动手打奶奶 老人家不小心撞到了腰椎 彻底瘫痪了 在床上再也起不来 我从小到大 能够在他的棍棒底下活下来 全靠着奶奶和妈妈的保护 妈妈离婚之前 叫我跟他走 但如果我走了 奶奶一定会被他打死 所以 我留了下来 小时候奶奶保护我 我要保护好奶奶 这么多年 奶奶被我照顾得很好 曾经很多次 我都想杀了他 甚至还偷偷在枕头底下 放了一把刀 因为我不杀他 我和奶奶迟早有一天 会被他折磨而死 但我没杀人的胆子 一直忍着 幸好 他找你请了风水鱼 我就在鱼上下功夫 谢天谢地 他总算死了 我和奶奶都安全了 少年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 全身上下一发出浓烈的恨你 左老板 你不要内疚 陈德寿该死 你 鱼都没有杀他 是他自己杀了自己 他的暴虐倾向 总要死的 像你讲出这些事 我心里痛快多了 谢谢你 再见 少年抱着骨灰河走了 他背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我狂抽了半包烟 才缓过进来 少年讲得没错 陈德寿 不得 自然也不会有寿 他如此暴虐 不是他弄死别人 就是别人弄死他 可这是我第一次 给人请杨鱼出事 而且 如此之惨烈 我心里非常不得进 阴阳鱼转运俱服 驱邪正轨 如同一把刀 可以用来给心爱的人削苹果做饭菜 但也可以拿来杀人 关键在于 持刀之人 是否有一颗向善而纯净的内心 看来以后做鱼 不仅给挑事 还得挑人 郑辰撕着 孙大胖突然急冲出地跑了进来 见到我之后 他哇的一声 哭了 兄弟 快救救我吧 在我处理陈德寿之事期间 孙大胖还真的与邱玉如好上了 不过两人的恋情一直在秘密进行 暂时没让孙大胖父母知道 对于这事 我和小婉也不能说什么 孙大胖父母社会地位高 如果知道邱玉如之前的事 肯定会棒打鸳鸯 我和小婉想来想去 做了两件事 一是交代老贾 邱玉如曾被半命女附体之事 务必烂在肚子里 不允许再往外扩散 二是严肃告诫孙大胖 如果她真的喜欢邱玉如 一定要好好善待她 毕竟 小姑娘曾受过严重创伤 如果再经历一次失恋打击 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活下去 可孙大胖 好像动了真感情 对她挺好 邱玉如脸上笑容也多了起来 今天死胖子鬼哭狼好找我 又是咋回事 我问她 你千万别告诉我 玉如又成女海王了 孙大胖文言 大脑道 你给我死一遍去 不许你这么说她 到底咋了 我笑着问道 孙大胖满脸懊恼和尴尬 瞅了瞅铺子 见到没客人来 露出满脸吃了屎的表情 你别笑话我 哥们尾了 现在连看片都没用啊 你都不知道 我好不容易才卸下 玉如的心理包袱 和衣服包袱 今晚把她给推倒 可我他妈接连试了几次 那玩意儿 就像个废物点心 一点用都没有 玉如道善解人意 劝我去医院看看 哥们实在屈辱啊 卧槽 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孔雀花江还在她家爷爷一向的神龛 当时为了不让她跟半命女交购 特意偷偷放了破使人杨伟的孔雀花江 在处理半命女之事时 孙大胖一直都伪着 但奈何她和邱玉如都记不得曾经发生过的事 我最近一忙起来 也得忘了这茬 当然 我肯定不能跟她说这是自己干的好事 不然孙大胖不当场废了我才怪 那什么 你别好了 小试一桩 包在我身上 咱明天就解决你这个问题 我忙不迭地说道 孙大胖文言停止了豪酷 像看外星人一样反复瞅着我 我被他瞅得心里直发怵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你知道的 我特么不搞接 孙大胖突然冷笑一声 你小子 我太了解了 这么多年 你一旦做了啥坏事 左眉毛就不断跳动 说 你是不是对我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我被他突如其来一质问 既心虚又恐慌 你简直莫名其妙 你杨伟跟我有啥关系 咦 我没说杨伟之事与你有关系 你怎么自己给搭起桥来了 左老板 你的大本事 我可了解得很啊 孙大胖肥脸猙獰 恶狠狠地问道 这不话敢话吗 是吗 行 既然没啥关系 那你现在就给我解决 我都说了明天 必须今天 孙大胖从沙发上起身 开始将指关节 互相摁得咔咔直响 我本来寻思 明天去一趟他家 偷偷摸摸地 把孔雀花浆给顺出来 不让任何人知道 但这货衣服不马上解决 就要包了我皮的情形 看来 今天不去是不行了 那什么 我估摸着吧 你家风水有问题 最大的可能是 卧室招了邪虫 阴气清体 阳气下降 导致不能行防势 你如果一定要今天解决 那咱就去看看吧 我撒了个谎 嘖嘖嘖 你还懂看风水呢 瞧 你左眉毛又特么开始跳舞了 哥们是干阴行的 当然啥都要懂一点 那请吧 左大师 我几乎是被死胖子 给架到了他家门口 阿姨见我到来 非常开心 忙去厨房切水果 死胖子冷冷地说 妈 你先别忙了 左大师说 我们家里风水有问题 咱来看看 他怎么不证施法 驱邪抓鬼 指定老精彩了 我 阿姨白了孙大胖一眼 回道 你们竟瞎胡闹 小左 阿姨也劝你一句 世界是物质的 没有什么神神怪怪的东西 我听说 你祖上是干阴行的 以前封建社会还行得通 现在文明社会 大家都不迷信 咱也得相信科学 我忙不迭回答道 阿姨您批评得对 自从大清亡了以后 我家生意一落千丈 现在我只卖观赏鱼了 孙大胖踢了我一脚 别他妈扯犊子 快点爹 万般无奈之下 我假装在屋子里里歪歪转了一圈 转头对孙大胖说道 兄弟 我觉得刚才阿姨的批评如醍醐灌顶 咱不能搞封建迷信 要不 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死胖子没吭声 晃了晃脖子 又开始摁指关节 卧槽 我假装上了个厕所 试图转移一下孙大胖的注意力 没曾想 上厕所之时 孙大胖也在外面守着我 出来之后 阿姨叫我喝茶 我回道 不喝了 我去给爷爷上吃香吧 说完 假装去神龛底下拿贡香 阿姨眼尖 咦 那里怎么有鱼呢 我拎起鱼缸 撒鸭子就外面跑 孙大胖在后面大骂道 好啊 果然是你小子搞的鬼 看我今天不轮死你 我一路狂奔 孙大胖穷追不舍 到后来 我实在受不了了 停下脚步 抱着鱼缸喘着粗气 指着孙大胖说道 追你妹呀追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当初半命女吸你的羊髓 要不是哥们 做孔雀花家让你羊尾 你现在都变成骷髅皮了 我谢谢你 可后来呢 这特么都多过去多久了 我不是忙起来给忘了吗 忘了 你这与医生动手术 却把手术刀留在患者身上 有啥区别 死胖子 那你说咋解决吧 立刻 马上 速度解了局 我现在再去找玉如 要还是不行 我回来包了你的皮 我连忙答应 让他赶快去 我马上解局 保证他一夜十次狼 堪比樱花国难忧亡 孙大胖走后 我烧了一道渔符 系了三遍孔雀花浆 念了一遍青渔咒 将杨尾菊给解了 再找了一条小溪 将孔雀花浆给放生 这事儿给闹的 幸好孙大胖及时来找我 如果在晚上几天 造成他心理性扬尾 即便破了局 他也彻底废了 我一路往回走 走到巷子边 却见到一个八九岁的小孩 手拿了一把剪刀 小脸怒火万丈地 在追一个人 被追那人乌蛙直叫唤 救命啊 快救命啊 一听呼救声音 我都梦了 老贾 哪来的小孩追杀他 我赶紧撒鸭子跑了过去 老贾见我突然到来 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 疯狂地往我这边跑 跑到跟前 他像接力赛跑一样 迅疾将一个包裹 塞到了我手上 老弟 你先替我挡一下 说完 他立马跑不见了综艺 老贾是江湖老油子 竟然还会怕一个八九岁的小孩 我伸手挡住了那小孩 大喝道 小孩 什么地干活 小孩皮肤有黑 但双眼透着一股机密 他瞅见我手上的包裹 插着腰 老气横丘地说 小瘪犊子 把包裹给我 不然揍死你 什么情况 这小孩同我说话 怎么像爷爷教训孙子一样 你张口就骂人 咋这么没教养 难道没被过小学生守则 老子再说一遍 把包裹给我 不然揍死你 我都要被他给气乐了 往前走了两步 将头探出去 说道 来来来 你使劲揍 我要是喊一句疼 叫你一声大哥 忽然之间 我眼前恍若闪过一道黑影 小孩迅疾蹦到我面前 还没来得及反应 脸部遭到猛烈一击 力道之大 堪比一个拳击壮汉 我顿时惊心直冒 身子立马倒了下去 小孩毫不客气 小拳头一抡 对我急风骤雨一阵 拳打脚踢 招招攻击腾处 我想起身反抗 但在他攻击之下 竟然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 这小孩练过 难怪老贾要跑 我被他打得 抱着头嗷嗷叫唤 想逃走 但刚起身跑两步 又被小孩给扯了回来 继续狂揍了我一顿 最后 他似乎解气了 抢了我手上的包裹 我鼻青脸肿 抱头蜷缩在地上 小孩双手插着腰 仰天哈哈大笑 网络小说果然没骗我 老子自从穿越之后 装逼打脸 收拾各种小虾米 真他妈爽啊 穿越 小孩大笑完 拿着包裹 拍了拍屁股 踹了我两脚 晃晃悠悠地走了 我竟然莫名其妙 被一个小破还给打得鼻青脸肿 心中那个憋气 简直要炸了 这个小破话 讲话老气横丘 从出手情况来看 肯定是练过武功 他到底是哪个山上 修炼的妖孽 而且 他好像还说 自己是穿越而来 收拾小虾米的 谁他妈心呢 正在此时 电话突然响了 一看 老贾打过来的 我滑开电话大吼道 你死哪里去 小左 我其实一直在边上 看到你刚才被小孩打了 但我不敢前来救你 你千万别生气 马路对面有一个面馆 我就在面馆的门口 你先过来 我再跟你细说 老贾回道 我差点被过气去 老货被人追杀 我来救他 他塞了一个破包裹给我 挖坑 让我给他挡在 这是不人 他在一旁偷偷看我被小孩打个半死 却不来救我 这是不义 他还是人吗 即便他算个人 这也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我转头瞅了瞅 挑了一块比较结实的板砖 立马到了马路对面 没曾想 见到老贾之后 足足离他还有五十米 老贾立马大喊道 把砖头扔了再过来 你这一副准备杀人进牢房的样子 我没法跟你交流 谁要跟他交流 我压根不管 撒鸭子就向他奔赴而去 老贾顿时吓得脸色煞白 转身就狂奔 边跑边大喊 小左 今天是我不对 但你也不能打人 我没理他 继续狂追 天助我也 追到一个死巷子 老贾根本逃不了了 他回过头来 全身哆嗦 满脸善笑 突然伸出来一根手指 你只要不打我 给你抹杖 一千 我立马冲他举起了板砖 一万 老贾彻底慌了 大喊一声 我闻言 赶紧把那块板砖给扔了 笑嘻嘻走过去 搂着他的肩膀 咱俩谁跟谁 为你挡刀 小弟亦不容辞 那什么 刚才那个会武功的 小破还哪去了 就我这体格 还能再挨几顿打 咱继续找他 让他打我 我还可以给你打个折 没打一次八千 你看咋样 活皮修硬生生地被抹了一万块钱账 老脸上的肌肉直抽抽 满腹被割了肉的神情 哎 我总共在小孩身上 才赚两万块钱 这一下就被你祸祸了一半 还惹来大麻烦 我咋这么命苦哟 我根本不想理他的破事 刚才虽然莫名其妙 挨了小孩一顿打 但捡了一万块账 直 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转手给他递了一支烟 朋友 再会 老贾顿时瞪大了眼睛 你去哪儿呀 回铺子啊 我不要睡觉吗 我回到 老贾瞬间急了 你可千万不能扔下我不管呀 那小孩已经霸占了我的家 你得帮着我 一起把它处理了 啥玩意儿 我骑到 老贾满脸尴尬 说边吃边聊吧 转手拉着我去了面馆 点了两份面 坐了下来 老贾边吃边说 前段时间 我不是独自去了一趟外地吗 一个远房亲戚告诉我 他们村长家的儿子中邪了 让我帮忙前去驱邪来着 出价两万 我就去了 我赶忙打断 等等 你不是只会买卖因货吗 会他妈驱邪吗 老贾白了我一眼 不会呀 那你还跑去 骗钱啊 你非得逼我说得这么直白 给老哥留一点颜面和自尊 不好吗 我真是彻底服了他 行走的活皮羞 天下没有他不敢骗的钱 老贾解释了其中的缘由 村长的儿子生了一场大病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痊愈出院之后先是吃傻了几天 后来缓过境来 小孩张口就说自己是穿越过来的 起初大家以为他生大病之后 偶尔抽风 根本没当一回事 谁想到 这小子每天凌晨四 五点就起床 在自家院子里 举石头练拳术 一手螳螂拳 打得虎虎生风 就像练过几十年家子的老师傅似的 小孩村里生 村里长 除了生病去过一次城里 没离开过村里半步 更没学过傻武术兴趣班 这套好身手 到底哪来的 大家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小孩讲话变得老气横秋 到处已是别人爷爷自居 还特别喜欢调戏村里的大媳妇 小寡妇 满口的黄段子 除此之外 小孩还有一个爱好 就是喜欢在网上与人约战 他拿了他爸爸的手机 注册了一个网名 叫暴局小王子 意思是要打抱天下 武术爱好者的句话 网上有一个武术打假狂人 叫刘小北 这小孩天天在刘小北的微博下留言 说要打抱他的菊花 刘小北不干了 下了风战书 约了个时间跟他打 网上还引来了不少武术搏击 爱好者为官 结果 刘小北兴冲冲跑到村里一看 发现这个暴局小王子 竟然是特么一小破骸 刘小北当然不会与小孩打架 转身走了 这场武术约战没打成 全村人都觉得 小孩肯定中邪了 让村长赶紧去找阴阳先生 老贾的远房亲戚 正好在那个村 就把老贾给推荐了 老贾当初接到电话 想当然地认为 小孩是典型地生病之后 脑神经坏了 压根不是啥种鞋 他打算过去假装做一场法事 骗了两万块钱 就走 没曾想 老贾刚进村口 小孩突然出现 堵住了他 小孩问 我听说 你个老憋独子 要来做法收拾我呢 老贾都懵了 寻思这小家伙 可病得不轻了 老贾手比较欠 笑嘻嘻地去捏捏小孩的脸蛋 小孩 你说得没错 我就是过来 收拾你的龙虎衫 正一关天师贾六旗 老贾是真不要脸 小孩却真不给脸 没带老贾把话说完 小孩猛地一个扫堂腿 把老贾扑通一声放倒在地上 抡起小拳头 七上八下 好好地捶了他一顿 老贾 被打口鼻标显 嗷嗷直叫唤 再不停手 估计要被打死在村口 老贾害怕了 求了好几遍饶 小孩终于冷笑着放过了他 老贾不敢再呆 撒丫子就往回跑 结果 小孩却一把将他给拉住了 贾天师 你别走啊 老贾脸都绿了 颤声问 大侠 还有啥事 小孩说 你来了 不做一场法事再走 岂不白来一场吗 老贾 吓得忙不迭地摆手 不敢不敢 我不是天师 其实就一老骗子 求你饶了我吧 小孩对他说 钱可以让你赚 等下你做法行骗 我还愿意配合你 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老贾一听 顿时愣了 呲牙咧嘴地问他啥条件 小孩回答 你去告诉村长 那个老憋犊子 就说我种些非常严重 必须带到城里 去长期施法 带我离开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你 去城里干嘛 老贾试探着问道 小孩说 这鬼地方 又没人练武术 而且连个洗浴中心都没有 可憋死老子 老贾都傻了眼 小屁还八九岁 毛都没长齐呢 就想着去洗浴中心了 你要不答应 我现在就报了你句话 小孩脑道 老贾全身猛打冷战 无奈指的答应 做法的时候 小孩果然非常配合 一会儿翻白眼 一会儿吐唾沫星子 而且 等演完戏 小孩变得非常乖巧 也不练武发疯了 假装做法有效 村长一家直夸赞老贾大本事 老贾收了钱 第二天一大早 他背心气意 没打招呼 摸黑跑了 我听完 彻底惊呆了 办上之后 我问道 那小孩咋又突然来城里了呢 老贾老脸肌肉直抽抽 他见我跑了 气得不行 变本加厉在村里发疯 村长打电话 叫我过去再试一次法 可那试法本来就是假的 我咋还敢去 我就推脱忙 顺便还把村长和远房亲戚的电话 拉黑了 村长不干了 找到我远房亲戚家闹 远房亲戚就带着小孩来城里找我了 把他丢到我家里 说不彻底去完鞋 就别送小孩回村 讲到这里 老贾气得牙齿咯咯想 我和远房亲戚 其实八竿子打不着 本来他根本不知道我到底住哪里 也不知道 他向我哪个区的亲戚 打听到了我的地址 妈的 那小婆还一见到我 就嘻嘻直笑 还说感谢款待 以后他会把我家当成他自己的家 那他到底是不是中邪 我问道 老贾吃了一大口面 不知道 他当才打你时 你身上道符有没有发烫 我回答没有 莫非他真是穿越过来的小流氓武林高手 我问道 老贾白了我一眼 你信吗 不信 我回道 老贾说 那不就结了 不过 他身上一点阴气都没有 如果真是斜碎附体 可能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段位 这麻烦就大了 啥段位 我问 拔 煞 猖 姜 鬼 灵 魂 如果连静明护体神符都测不出 他可能已经达到了猖的阶段 这么说吧 那种深入钢板 牛逼plus的僵尸 在猖的面前 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老贾解释道 我顿时吓了一跳 猖鬼这要牛逼吗 老贾将面汤喝了 继续说道 不行 我得赶紧去找一趟银姑娘 银姑娘就是那个 萨爽英姿 收拾半命女的女道 我也去 我马上截查 这女道本事实在太大了 我超级想认识 老贾古怪地丑了我一眼 却可以 但你别乱讲话 银姑娘是修信之人 禁忌很多 我点了点头 说 明白了 路上 老贾告诉我 那小破孩 现在占了他的房子 不把他给赶走 连睡觉的地儿都没有 开房呗 开房不要钱吗 对了 刚才他抢的包裹 里面到底是啥东西 我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iPad 花了我一万八大羊 他抢你的iPad干嘛 那里面自带了一百多部爱情动作片 他老喜欢了 别说了 我自己都还没看 可心疼死我了 来到银姑娘住的地方 没想到竟然是巷子里的一个花店 门脸没有太多狐狸花哨的装修 用一个小花篮悬挂点缀而成 花朵随风摇曳 方向一片 难以想象 如此大本事的漂亮女道 平日里竟然卖花卉 花店门是关着的 老贾打银姑娘的电话 显示关机 他去敲门 里面也没人回应 他可能又闭关去了 这一去又要半个月 这可咋整 老贾常常叹了一口气 我对银姑娘非常之好奇 问一些关于她的事 老贾却闭口不谈 无奈之下 两人只得回到了鱼铺 小婉见我鼻青脸肿的 急问道 你怎么弄成这副样子 我撒了个谎 贾老板与一位有夫之妇约会 人家丈夫得到消息 赶来捉奸 他吓得躲在五楼的空调挂机上 一动不敢动 打电话让我去救他 我到了之后 贾装送外卖 故意与女人丈夫发生摩擦 同他干架 为老贾打掩护 老贾乘着混乱逃了出来 小婉闻言 白了老贾一眼 贾哥 你可真恶心 老贾脸色无比古怪 他又不敢同小婉讲他坑我之事 只好说道 实在单身太久 弟妹理解一下 理解一下 小婉帮我处理好了伤口 见老贾还没走 问他 贾哥你不回家吗 我立马揭插道 他这半个月 怕是回不了家了 少妇丈夫找出了他的家庭地址 天天拎把刀 在他家门口守着 每天比小区保安上班还准时 小婉满脸无语 转身去收拾收拾 让老贾住了放鱼具的房间 一晚上 我抱着小婉颠乱捣缝 小婉因害怕声音被隔壁老贾听到 一直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 第二天一早 小婉给我们做好了早饭 他早早去上班了 老贾喝着稀饭 无比恼火地说 小佐 你们昨晚太不像话了 一点都不考虑隔壁单身老狗的感受吗 总不能因为你在这里 我就摘戒当和尚 我回到 吃完饭 我叫老贾帮我进鱼 收拾鱼铺 喂鱼鱼 送货 一上午下来 把他累得像狗一样 老贾受不了了 插腰喘着粗气说 不干了 不干了 你这是拿我当苦力在使唤 我问 好几天没鱼生意 我现在就靠鱼铺这点收入了 还得养你一个闲人 不干活 咱吃啥呢 当天晚上老贾去酒店开了一间房 花了两百块 心疼的他 第二天就赶紧跑回来了 开始闷声不响地给我打工 可在干了两天 银姑娘还是联系不上 他去闭关之势 没跑了 老贾彻底绝望了 他为了骗两万块钱 弄一裤当时 不解决 小流氓就不可能走 他也要继续帮我打长工 老贾同我商量 要不你直接用八剑里驱鞋试试 我顿时吓了一跳 小流氓有可能是超级牛逼的娼鬼 还会武术 先不说八剑里驱鞋 对他有没有用 光刺他鞋 让他觊觎 完全无法操作 我连忙拒绝 老贾盘算了一下 咬牙切齿道 不管成不成 直接再抹账一万 我冷笑道 八剑里给李小小猪杀弹夫鬼 你敢要价十万 现在 你叫我去对付一个比弹夫鬼 不知道厉害多少的娼鬼 才给一万 老贾 我觉得你这人 就是老太太喝面汤 老贾问 老太太喝面汤 啥意思 无耻 使 家下流呗 老贾翻了翻白眼 竟整那些没用的 我没想过你 能用八剑里 能干掉娼鬼 只是想测试一下 如果他确实是娼鬼 娼血无比霸道 八剑里一旦滴上娼血 立马就会隔屁 连带他鸡鱼都不需要 你只需弄到他一点点血 低于是娼 我们好有所防备 大哥 你有没有搞错 即便不需要带他鸡鱼 我又怎么能弄到他的血呢 他如果是娼鬼 小碗还能找到我的骨灰吗 你放心 他现在还不会杀人 为啥 娼鬼这玩意儿 与一般的邪碎不一样 娼鬼有点变态 他一旦出事 喜欢给自己定几个狂妄的小目标 而后 不顾手段去达成小目标 在此之前 娼鬼通常不会杀人 如果他达成了小目标 他才会觉得 人生没意思 开始以杀人为了 正因为娼鬼这种疯狂 而变态的特点 所以 有一个词语叫猖狂 现在他还没实现自己的小目标 暂时不会杀人 他啥小目标 赚一个亿 不是 他在村里曾告诉过我 他有两个小目标 第一 看一百个妞的身体 第二 爆掉一百个武林高手的菊花 卧槽 两个目标 在一个八九岁的小孩 嘴里说出来 确实够流氓 够变态的 娼鬼果然猖狂 老贾继续解释道 所以 他才会叫我一定要带他来城里 如果他 一直待在村里 他永远都实现不了两个小目标 你想想看 他如果要杀人 村里人的命 我的命 早他妈就没了 现实情况 好像还真是这样 老贾 你对娼鬼的定义 准确不 我问道 小左 我向来谋财不害命 再说 老哥会拿你的命开玩笑吗 你顶多像上次一样 挨他一顿打 要有别的事 我就是驴日的 他要是不走 我一直赖着住这里 咱以后生意 到底还做不做了 老贾翻着白眼解释 但见到我仍不知可否 顿时恼了 但凡我要年轻点 能扛揍 也用不着你 你就说干不干吧 就一万块 说实话 我确实心动了 挨打赚钱 虽然有点痛 也丢人 但划得来 港市大佬说过一句话 当一个男人肯放 我咬了咬牙 成交 老贾还告诉我 小窗鬼 为实现自己的小目标 每天晚上这个时候 基本都去洗浴中心 趴窗户 正好不在家 可以先将八件里 藏在家里 改天再找个借口上门 想办法弄到他的血 滴入鱼缸 就能测试出来 藏鱼倒是好办 关键是弄小窗鬼的血 走一步 看一步吧 晚上 我抱着坐好的八件里出门 到了老贾家门口之后 我内心极度不安 深呼吸几口气 暗中告诫自己 如果他在家 无非就是挨一顿打 为了一万块 加油 奥利给 非常忐忑地敲了一会儿门 果然没人在家 我长舒了一口气 老贾非常有钱 住的是一个 接近三百平米的大平层 不过 进屋之后 发现里面乱糟糟的泡面盒 火腿长薄膜 面包袋 扔得到处都是 看来小窗鬼最近火石不咋地 在沙发上 我甚至还看到了十几本颜色书刊 显然是他看了望收起来 我心里大骂小窗鬼 真他妈流氓 无耻 下剑 随手翻了一下 挑了几本核心意的 塞到了衣兜里 我将八件里 偷偷地放在电视柜里面 出了门 回去路上 我一直在寻思 改天再找个什么好借口上门 刺到他的血 争取尽量少挨打 小婉上次 给孙大胖做美甲那招挺好的 当然 我指定不能给小窗鬼做美甲 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招数 这么想着 不知不觉路过河边公园 公园每天有不少练太极 散打的人在里面练功 有些时候 还会有耍花枪的切磋表演 此时 一群人正围着笑嘻嘻地看热闹 我不由自主地往里面瞅了瞅 一瞅之下 顿时惊了 小窗鬼穿了一套功夫衫 站在了石桌之上 双手向四周抱拳 小脸嘚瑟地说 承让 承让 周围人发出一片唏嘘之声 往地下一看 一个衣服上课有混员太极国树中心的六十多岁老头 在地上抱着头 额头出血 似乎已经被打了 他身边有几个国树中心学员模样的人 正抓紧给老头擦血 贴膏药 卧槽 小窗鬼今天没去洗浴中心爬窗户 竟然跑到公园 来打累了 老头是被他打败的 小窗鬼说 从今天开始 本人正是在这里摆下擂台 有哪位不服的 欢迎来站 周围群众大感惊奇 有人问 小孩 你叫什么名字 小窗鬼回答 你们不配知道大爷的名字 大家纷纷皱眉 小孩 你哪里学来的武术 竟然把太极门马老师都打倒了 你才多大啊 我看你天天来挑衅 不要上学吗 看起来倒是个练武的好苗子 就是素质太差出口称脏 小窗鬼见大家七嘴八舌在责问他 顿时显得非常不满 罢了罢小手 回道 跟你们这帮憋独子讲不清楚 我是穿越来的 穿越之前就是武术高手 而且 我上不上学 关你们鸡毛事 那个谁 你让我去上学 是让老子泡你女儿吗 众人文言 全场哗然 都说这小孩实在是太没素质了 而且 可能脑子有些神经病 家里的大人 也不好好管教一下 小窗鬼压根不管别人看法 眼睛环视一圈 双手插腰 无比嚣张地问道 还有谁敢来挑战 有一位中年汉子不服了 大骂道 小兔崽子 我先来替你爸妈教育你 说完 他伸手 就去抓站在石桌上的小窗鬼 小窗鬼伸手确实非常矫健 猛地从石桌上跳下 吃溜一下 钻到了汉子背后 汉子估计也是练过的 反手一个耳光 呼一声朝他扇过去 但很明显 汉子怕出手太重 出掌时收了点力道 小窗鬼见状 立马一个矮身躲过 一拳击打在汉子的腹部 汉子遇袭 捂住肚子 嗷一声叫唤 身躯裂切地退后了几步 小窗鬼迅速冲过去 一对小拳头 速度非常之快 噼里啪啦出拳 十几拳之后 汉子彻底顶不住 抱头倒地 小窗鬼好像不解气 还狠狠地踩了他两脚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小窗鬼竟然解开裤腰带 对着倒地不能动弹的汉子 尿了好大一泡尿 我彻底惊呆了 窗鬼附身 不仅猖狂 还极度变态 那汉子明显比我壮士多了 竟然被打成这样 周围群众见状 纷纷大声唾骂小孩 简直无耻 变态 有人拿出手机来拍视频 可能打算网上人肉他 小窗鬼见状 急了 拎起裤子 迅疾捡起小石头 像飞镖一样 丢过去砸那些拍视频的人 还别说 真挺准 几个手机都被砸碎掉在了地上 这样一来 周围的人纷纷吓得后退 敢怒不敢言 小窗鬼似乎觉得很好玩 小小身子还冲人群冲撞了几圈 把大家冲得东倒西歪 而后 他站在中间 双手插着腰 哈哈哈哈癫狂大笑 围观人群 只好躲远远的 有人说 赶紧报警吧 这家伙 已经打伤好几个人了 小窗鬼听到了 骂道 大蠢货 老子未成眠 别说打人了 杀人都没事 我一听到他讲这话 顿时腿肚子发软 确实是这么个理啊 小窗鬼性格暴躁 万一我去刺他血 惹毛了他 他一生气 动手宰了我 他连判刑都不用 那可咋整呢 心里打了退堂鼓 寻思着 这活实在危险 老贾那一万块钱不想赚了 抬脚准备走 正在此时 来了一个浑身肌肉暴突 穿个紧身马甲的青年人 青年人一出现 大家一下就鼓起掌来 这人我见过 叫秦分 练离小龙节拳道的 去年 我们城里举办了武林峰比赛 他拿了地方组的散打冠军 创建卫生城市影检时 他还带领一群人 在公园集体打双截棍 拍成了视频 作为街头大屏的宣传片 城里几乎没几个人不认识他 秦教练 收拾这小崽子 没错 给他点教训 实在太可恨了 秦分的到来 令群情激昂 小畅鬼见到秦分来了 表情显得非常兴奋 呼啦啦拍了拍小手 说道 性秦的小子 我听说这地方 你武功最高的 我打了这群 耸包好几天 就是想把你给招来 让你尝尝爷爷螳螂拳招法 秦分说道 我这几天听说了 你是小孩 我打赢你也胜之不武 这样吧 你要能打倒我 就算你赢 打不倒我 你赶紧该干嘛干嘛去 行行行 那你就等着进医院吧 小流氓回道 秦分文言 冷哼一声 将身上的紧身马甲给脱了 露出八块大腹肌 背板油漆雄厚 看起来就像钢板一样 他扎了个马布 冲小畅鬼扬了扬头 来 小畅鬼健壮 黑黑一笑 毫不客气 瞬间跳了过去 拳头若雨点一般 全落在了秦分身上 小畅鬼的招式非常老道 拳法 速度 似乎是练了几十年的老拳师 招招攻击秦分的要害之处 也就是他人小 力量还不足 如果小流氓年龄 与秦分一般大 秦分此刻肯定已经倒了 令人奇怪的是 小畅鬼不管是与谁打 好像一直都不用畅的法力 仅仅以螳螂拳的力道来对付 秦分虽然面部表情 在忍着痛疼 但身子却窥然不动 秦分果然是散打王 小畅鬼越来越急 我心里暗暗地替秦分 捏了一把汗 万一小畅鬼声气发飙 用上畅的法力 秦分可就彻底玩犊子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小畅鬼眼见始终 没有办法撂倒秦分 竟然小脸诡异一笑 突然叹一只手 往秦分的敏感之处 猛地一搂 秦分猝不及防 惨呼一声 捂住下身 倒地喊叫 小畅鬼见秦分倒地 哈哈狂笑 倒了吧 倒了吧 老子就是全程第一 他如此不要脸 这一下 可算彻底激发了众目 大家义愤填膺 一窝蜂涌了上去 开始群殴他 我怕猝鬼发飙之后出大事 想阻止他们 但众人潜涌如潮水 势不可挡 小畅鬼见状 竟然脸色斗变 大骂道 不讲武德 你们不讲武德 便说 他便撒鸭子狂奔 跑了 我非常疑惑 以畅鬼的本事 对付这群老百姓 简直跟吃下韭菜似的 他竟然直接逃跑 莫非真如老贾所说 猖鬼在实现自己的小目标之前 完全没有杀人的心思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客气了 激动万分地跟着大部队去打他 寻思 哪怕踹上他两脚 也算抱一下 那天被他打得鼻青脸肿的仇恨 可小猖鬼跑步的速度非常之快 身子又小又灵活 一时半会儿 大家反而追不上他 有人气得不行 捡起地上的石头去砸他 小猖鬼冷不丁地被砸中了一下 胳膊上顿时飙出血来 捂着胳膊骂骂咧咧地狂奔 我见到他身子突然出血 脑瓜子猛地一闪 大好机会 我赶紧转身 跑到了最近一家药店 买了点止血化淤积的药 顺带去买了几张带颜色的碟片 立马转去了老贾家 在巷子门口等着 果然 半个小时之后 这货一瘸一拐地往巷子口来了 嘴里还物资骂道 一群混蛋 呸 打不过我就下阴招 不要脸 我寻思 你还好意思骂别人不要脸 刚才咋不打死你个小变态猖鬼呢 强忍着心中的忐忑不安 我转出向脚 笑嘻嘻地同他打招呼 嗨 小朋友 小猖鬼被我突如其来一声招呼 吓得小小身子往后猛地一跳 立马摆出来一个马不防守的架势 他定睛一看 发现了只有我一个人 骂道 曹 原来是你这个小憋三 我盲不迭说 小大侠 是我 是我 小猖鬼不高兴了 大侠就大侠 什么小大侠 咋地 你是不是皮痒了 又来找我揍你 我说 大侠 我叫错了 你别动不动就打我啊 我找你有事来了 小猖鬼闻言 脸色满是狐疑 上下反复打量着我 你找我啥事 那什么 我特意来为那天抢你 一佩提之时道歉 我先向他表了一番忠心 小猖鬼冷笑一声 你觉得 我会信吗 我赶忙拿出那几张带颜色的碟子 实话说吧 我跟老贾是朋友 他委托我过来的 他觉得 以前骗了你 内心很过意不去 特意让我给你送几张碟子 拜托你以后见面 不要再打他 他一把老骨头 经不起折腾 小猖鬼瞅见了我手上的颜色碟子 顿时双眼放光 快拿过来看看 我赶忙把东西递了过去 小猖鬼一看封面和说明 骂道 怎么是西方的 垃圾 这玩意儿 一点剧情都没有 我顿时一阵无语 嘴里却说道 不好意思 我没了解您的爱好 改天我再去买过 那倒不用 先将就着看吧 小猖鬼把碟片收了起来 见我助力不动 反问道 你还有事 我又拿出了止血药膏 我今天路过公园 看到你与别人打擂台 那洒爽英姿 堪比少年方式欲 不过 那群人全部地道 打不过就群殴 我瞅见你受伤 特意买了一点药膏给你 小猖鬼突然恶狠狠问道 你刚才有没有和他们一起打我 我吓得猛退两步 赶忙罢手 天地良心 我就急着买膏药了 压根没参与 小猖鬼瞅了瞅药膏 裂开了嘴巴 嘿嘿直笑 他笑声让我全身发毛 已经做了他 一旦动手 哥们撒丫子就跑得准备 没曾想 小猖鬼说道 你小子还挺伤到的 有烟吗 我赶紧给他上了一根烟 并恭敬地给他点着 当靠近他的时候 我特意注意了一下 胸前的静明护体身符 完全没有一点滚烫的感觉 小猖鬼深深地吸了两口烟 露出爽翻云端的表情 说了一声 真他妈舒坦 而后 他招了招手 让我跟他回去 我心中大喜 等下贾借帮他处理伤口的机会 一定要收集到猖血 我与他一起进了老贾的房间 小猖鬼直接往客厅沙发上一躺 揉着自己的肩 呲牙咧嘴哀悠了几声 又骂了几句 不讲武德 我给他端了一杯水 放在茶几上 试探着问道 要不 我给大侠处理一下伤口吧 小流氓白了我一眼 那赶紧的呀 不然 我叫你进房间来干嘛 我高兴坏了 赶忙拿出棉签 给他处理伤口 在处理伤口的同时 特意用吸血棉签 将他伤口上的血流了 成他正在津津有味地 翻看沙发上的几本颜色杂志 翘翘跑到了厨房 将血装在小玻璃瓶里 只要丑机会 将血滴在八件里浴缸里 一万块到手 不过 脑子又想到自己 与一个无比恐怖 变态的小猖鬼 在一个屋子 装血时 我手不由自主地有些发抖 正当无比紧张的时候 身后突如其来地 传来他一句贺问声 你在干嘛 我吓得汗手直竖 手猛地一哆嗦 差点把玻璃瓶给摔了 赶忙藏了起来 忙说道 没干啥 我看你天天吃泡面 火腿肠 面包啥的 找找厨房里有没啥菜 想给你做一餐饭 小猖鬼闻言 眼光中充满了不信任 小手指关节摁得卡卡直响 露出了阴圣圣人的表情 说 你接近我 到底什么目的 我浑身血都凉了 没目的啊 大侠 你千万别多想 小猖鬼冷笑一声 脚步挪动 慢慢地向我靠近 我顿时觉得 周围空气都要凝固了 内心狂跳不止 这小猖鬼 不会现在要动手干掉我吧 门是锁着的 逃不出去 楼层是七楼 跳下去必死 留在这里 估计死无全尸 我不断往后退 试图用手 去勾厨房里的菜刀 你是不是看我武功高强 想拜我为师 小猖鬼顶着我问 卧槽 可吓死老子了 感情他竟然这样想 那什么 我没那想法 我说道 什么 你竟然没有拜师想法 想死吗 小猖鬼闻言 突然暴怒 狠狠地踹了我一脚 那一脚力度极大 我身上传来一阵剧烈的痛楚 整个人差点在倒在地上 忙不迭说 没错没错 我接近大侠 确实是看你武功无比高强 想拜你为师 小猖鬼听了 非常高兴 不错不错 总算有人愿意拜我为师了 你小子看起来确实挺傻逼的 不过 我就喜欢调教傻逼 这样才显得老子有本事 那什么 你先准备一点拜师礼吧 啥拜师礼 我揉着脚腕子问道 小猖鬼想了一想 善善地说 我最近八喜玉中心窗户 里面全关了窗帘 这么低 你给我叫个几个妹子 让她来家里跳一场拖歪舞就行了 我差点晕过去 这小王八独子 心心念念 不忘自己的小目标呢 不是 咱能换一个拜师礼吗 我问道 小流氓突然目露凶光 不能 你要是叫不到 我现在就揍死你 我未成年 揍死你不犯罪 说完 她小手关节 又开始摁得卡卡之响 我见她一副斩钉截铁的样子 不完成她这个意愿 估计要被她当场击毙 实在没啥办法了 我只好硬着头皮 再往上查到了 帝王玉洗玉中心的电话 咱也是第一次打这种电话 根本没啥经验 对面问我 需要啥服务 按摩 泡脚还是其他 我直皱眉 不知道咋回答 转头问小流氓要几个妹子 小流氓伸出了五个手指 我同对面说 现在要五个妹子 有吗 对面文言 顿时愣了十几秒 哥 您身体吃得消吗 你管我 就说有没有吧 行 哥 祝您消费愉快 我特么愉快个屁 挂完电话 小娼鬼笑嘻嘻地表扬我 你拜师还挺有诚意的 我 半个小时之后 门铃响了 一开门 五个花姿招展的妹子来了 他们气气鞠躬 同声问好 先生 很高兴为您服务 我顿时脸红地向猴屁股 转头赶紧对小娼鬼说 那什么 我就先回避一下 您慢慢欣赏舞蹈 不行不行 你要留下来 陪我一起看 我一个人有点害羞 小娼鬼回道 我去 他简直是个神经病 我还想说什么 小娼鬼脑了 你要不听话 我弄死你 老子未成年 几个妹子面面相去 其中一个妹子问我 哥 这里怎么还有小孩呢 我压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非常尴尬 几位 请问 你们会那种边跳衣服 边变少的星星舞蹈吗 这个小朋友觉得很神奇 想看一下这种魔术表演 小娼鬼从沙发上起来 笑嘻嘻地说 对对对 你们快跳 我在穿越之前 人家老说这种舞蹈好看 我一直没看过 几个妹子都猛了 转头问我 哥 您到底啥意思 我只好指着小流氓 就没说到 其实吧 他才是叫你们来的老板 你们按他的意思办吧 对 就按本老板意思办 小娼鬼忙不迭地接查 神经病 几个妹子异口同声地骂道 骂完 他们腰肢一扭 转身走了 小娼鬼见他们走了 满脸遗憾和无语 而后 他转过头来 眼睛死死地瞅着我 一声不吭 显得非常生气 我顿时大急道 大侠 这不能怪我呀 他们要走 跟我没关系 小长鬼气的胸脯鼓了一会儿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狠狠地抽了几下自己的小身体 骂道 啥破玩意儿 穿越到这具垃圾身体 啥都玩不了 真是气死老子了 此时此刻 不管是走势流 我都怕他发飙 我站在原地 心急如焚 腿肚子发软 不知道咋办才好 他咒骂了一阵自己的身体 瞅见我傻愣在原地 冲我怒吼道 点外卖 师父饿了 我尝出了一口气 赶紧用手机点外卖 看到网页里面有酒 突然灵机一动 就问他要不要整点酒 小长鬼说 来点 我心情不好 我寻思太好了 我酒量不错 等下把小长鬼关罪 我用昌血试完八件里 赚到老假一万块钱 赶紧跑路 足足点了三瓶高度白酒 外卖到了之后 我摆开来 叫他吃饭 并给他满满地倒了一杯白酒 小长鬼咪了两口酒 吃了几口菜 似乎心情已经好多了 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餐饭 就算你拜师礼了 我阿妈拜你大眼 等下看我关罪你个小憋犊子 想到这儿 我卯足了劲 不断地向他敬酒 喝着喝着 小长鬼眼神迷蒙 已经有了三分醉意 他作着烟 眼睛斜瞥着我 你相信我是穿越来的吗 信 哼 你信个锤子 你眼睛骗不了人 明明不信 干嘛撒谎要说信 不信 小长鬼猛地一拍桌子 师父跟你说话 你竟然敢不信 信不信我弄死你 说实话 当时我也有几分醉意 胆子也壮了起来 老道 你别一天到晚说弄死我 凡事咱都得讲道理 你要我相信 总要讲出让我相信的理由 啥玩意儿 你就是穿越过来的 你来自未来 还是来自历史 穿越前 那个世界是啥样子 再说了 哪有像你这样的穿越主角 成天就知道 趴喜狱中心窗户 在公园里打架 你要真穿越过来的 不应该像书里的主角一样 干点高逼格 又惊天动地的大事吗 小流氓文言 小脸肌肉无比猙獰地抽出了几下 冷冷地问道 你这是喝了多少酒 敢用这个态度跟我讲话 我被他那古怪而阴毒的眼神 瞅得心里直发毛 酒也醒了一大半 算了 夏虫不可于兵 今天是你拜师的第一天 我原谅你 你赶紧把杯中酒干了 小肠鬼说道 他还知道夏虫不可于兵呢 有点文化啊 我谢谢他大爷 我端起酒杯 赶紧把酒给一口给干了 我全名叫田新光 不过你不能直呼我名字 以后见面要称师父 明白吗 田新光丢了一颗花生米进嘴 脱下袜子 扣着脚丫子对我说 他那脚丫子 臭得 简直可以 熏死一头牛 知道了 我回到 我心里寻思啊 这小王八蛋 酒量咋这么好 已经喝了快一斤白酒了 他再不赶紧醉死过去 我都要喝吐了 两人又再喝了一会儿 我尽可能做一些假动作 将酒洒一点出去 还好 他没有发现 刚才脱衣物没看成 我心里很不得尽 田新光眼神突然无比猥琐地打量着我 我一下急了 赶紧捂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田师父 我可不会跳舞啊 知道 我也没叫你跳 再说我不搞机 要不你来两首曲子 给为师喝酒助助兴 田新光熙熙直笑 可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他要叫我跳脱衣舞 我不会唱曲儿啊 田新光文言 生气了 猛地一拍桌子 小眼怒目圆瞪 跳舞不会 唱曲儿也不会 你在骗鬼呢 你要是敢不唱 我弄死你 那什么 唱歌行吗 我内心颤抖 试探着问道 也行 不过 你得来几首骚气一点的 田新光作着牙花子回道 我简直欲哭无泪 为了赚老甲这一万块钱 给小昌鬼智商 陪他喝酒 拜他为师 为他叫机 现在竟然还要 给他唱曲儿 哥们上辈子 到底造了什么点 骚气点的歌 我倒会那么几首 也不知道符不符合他心意 我清了清嗓子 开口唱道 大妹子美来大妹子浪 大妹子上了我低抗 正唱着呢 转眼一瞅田新光 他嘴里的花生米 突然掉落在了地上 目瞪口呆地瞅着我 我以为歌曲不合他心意 赶紧停了下来 没曾想 田新光猛地一拍大腿 撞若癫狂的狂笑道 哈哈 好好好 就要这么骚气的 小左 继续唱 我特么 只好硬着头皮 继续唱下去 一曲唱罢 田新光显得非常满意 又说 再来一首 说完 他一双小手 还霹雳啪啦鼓起掌来 好 我一个驱邪正轨左家 阴阳于传人 为一个唱鬼 唱银词黄调 祖师爷如果知道 非得计诈是不可 万般无奈 我想了一想 继续开口唱 咚咚咚咚咚咚 发了骚啊 大家忙又忙 睡媳妇又睡二房 夜夜好春光 夜夜好春光 田新光听了 笑得 已经快喘不过气了 双手无比兴奋地 狂拍着凳子 接连唱了好几首 我脸红得像猴屁股 田新光却仍然显得意犹未尽 还叫我继续 我说 实在不会了 田新光说 小左 你挺有才的 我 田新光拍了拍手 说道 今天酒不喝了 再喝我要醉了 你陪师傅 开车出去兜兜风吧 别借啊 咱还是继续喝酒 现在开车 算醉价 我大急到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份子 一旦出去 前功尽弃 我都没有机会试一试八剑里 田新光白了我一眼 我来开 你拍个锤子 我未成年 被抓到也没事 说完 他拿起了茶几上的钥匙 老贾的金杯车 翻进盒之后 买了一辆破捷达 之前老货 被田新光揍怕了 屁滚尿流逃出家 连捷达车钥匙都丢在了家里 我住立在原地 一动不动 田新光见状 回头问道 要不 我背你下楼 不敢不敢 我赶紧回答 下楼的时候 老贾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情况怎么样 小窗鬼现在带我出去兜风 老贾 我怀疑今天晚上会出大事 你赶紧过来救我 我立马回了一条信息 老贾现在是我唯一 救命稻草 加油 老贾回到 天杀的贾六七 田新光上了车 吩咐我系好安全带 他开车速度有点快 有时他自己都觉得恐怖 这货个子实在太矮 屁股压根坐不到座位上 只见他心红着双眼 站立着 小手握着方向盘 嘴里还不断地打着九格 咱也不知道 这个小窗鬼 到底在阳间 还是阴间学的驾照 也不敢问 我 对一声 发动机轰鸣 破捷达车立马窜了出去 我一看转速表 已经拉到了最高峰 这哪里是速度快 简直是起飞 田新光还把四面车玻璃 全给摇了下来 我只觉得 四周的路灯像飞一样 一闪而过 风吹得眼睛完全睁不开 脸刮得刺疼 我双手死死地抓着边上扶手 感觉魂已经彻底离体 随风奔跑自由式方向 追逐着雷和闪电的力量 耳朵里还隐约传来 田新光破罗嗓子的歌声 和癫狂大笑声 我觉得自己不是在 追逐雷和闪电 而是在去找阎王爷 打麻将的路上 一去不复返 我要下车 要大便 我下急了 给老子家长 田新光回道 无论我编什么理由 挨好恳求 这货就是不敢让我下车 我不知道 车已经开到了哪里 也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还活着 那种绝望的心情 完全无法描述彼端 要是能打得过他 我恨不得一巴掌 把这个变态的小窗鬼给呼死 万幸的是 两个小时之后 车速越来越慢 发动机的声音 响动开始异常 操 没有了 田新光说道 车最终停了下来 我缓过进来一瞅 发现竟然来了 两百公里之开外的乱葬岗 田新光咒骂了几具破车 而后 他又说道 不过 正好到我老家了 我一听这话 浑身汗毛直竖 这两百多公里之外的乱葬岗 是他的老家 田新光下车之后 迈开小短腿 呼啦啦地往乱葬岗上跑 似乎是去找他的老家 一晚上的折腾 我神经已崩到了极限 眼见他上了乱葬岗山头 身影消失不见 我再也受不了了 撒鸭子就往回狂奔 虽然两百多公里 但哪怕我走断腿 也一定要走回去 这一万块钱 坚决不再赚了 卯足竟跑了十几分钟 我实在累得不行 正插腰休息 寻思着大晚上的 四周乌七马黑 怎么着也甩掉了 那个小长鬼 谁知 身后突然传来了 田新光的声音 乖徒弟 你跑干嘛呢 你跑干嘛呢